第一百三十集 在回去的路上 江浩打开手机 想要看看新闻 但突然手机上的一条提示吸引他了 齐猫二手拍卖网 拍卖二手百万名表一块 期待您的关注 在后面还有那块表的图片 江浩感觉到那块表有些眼熟 顺手点了进去 却发现那块表 竟就是当初自己卖的那块 僵尸单顿经典款 这是他接到的第一个系统任务 得到了第一份系统奖励 他还记得 当初在得到这块手表时的欣喜若狂 因为缺钱 他选择了出售 就是在这个齐猫二手拍卖网上卖的 当初为了拍卖 所以下载了APP 后来没在意这个软件 这软件就一直留在手机上 这个网站时不时的会发布一些拍卖信息 有时候江浩也会随意点进去看一看 没想到当初他拍卖的那块表 现在再次被人挂出来拍卖了 看了看价格 起拍价 39万 他当初挂的是30万 最后以35.8万成交 半年的时间增值了三万 拍卖时间是三天 今天只是第一天 不知道最后的成交价是多少 看到手机屏幕上的那块表 江浩突然起了心思 把它买回来 当初缺钱 他选择把那块表卖出去 现在有钱了 他决定把它买回来 那毕竟是自己第一份奖励 有纪念意义的 另一个原因就是 系统说任务失败之后 扣出一个原先的奖励 他不知道手表被他卖出去之后 还算不算他的奖励 如果系统不认定 万一真的有任务失败 扣出江浩的一个技能 那江浩就亏死了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问题 他绝不愿意牺牲技能 点了关注之后关掉手机 还有三天时间 现在不着急 先看看形势再说 拍卖最激烈的 往往是在最后的阶段 尤其是快到结束的 那一两分钟时间 江浩仍旧在学习 在他的面前的资料 有二战的历史 那一时期 各国的政治交往情况 各国的经济情况 以及1994年到1960年的阶段 全球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 不只是意大利的 包括全世界的 时间一晃三天过去了 江浩拿起手机 齐猫王的手表拍卖页 那只僵尸摊顿的手表 还挂在那 下面显示的结束时间 正在一分一秒地消失着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了 江浩看了一下 只有寥寥的三人出价 最高的一个出到39.5万 还是昨天晚上出的价格 已经十几个小时 无人问津了 说实话 花几十万买块表 买价本来就少 还是二手的 人们就更加谨慎了 江浩也不着急 等着时间到了 倒计时一分钟的时候 再输入一个数字 然后紧紧地盯着 倒计时三十秒 二十秒 数字飞快地跳动着 十秒 江浩点下了镜拍按钮 页面反映了两秒钟 显示出了江浩报的 那个数字 叮 镜拍结束 江浩的脸上露出笑意 39.8万 就是他镜拍的那个价格 现在这块手表 又回到他的手中了 时间不长 有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是奇猫网的工作人员 和江浩核对了一下拍卖信息 江浩一一应答 约定第二天就去见客户 对方在南京城 有着工作人员一块陪同着 第二天下午 江浩就见到了拍卖手表的主人 见到对方之后 对方就是一愣的 有些诧异地问道 哎 你不就是那个卖给我手表的那个吗 对 我姓江 江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 又见面了 没想到是你拍的手表 你当初卖掉了 现在怎么又买回去啊 买家好奇地问着 江浩贪了贪手 嗨 当初是因为经济紧张 需要资金周转 现在缓过来了 正好看到这块表 又被拍卖 一时新起 就打算买回来 这块表 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也算是一个念想吧 后来 没办法就把它卖了 靠着卖表的钱 才还到现在 他对我来说 也算是一个功臣了 对方不住地点头 哎呦 这么说 确实算是功臣表了 是应该买回去的 那你呢 你当初买它 现在怎么又想着卖它呢 嗨 我就是为了投资 对方笑着说道 当初买表 花了三十五点八万 现在卖出三十九点八 半年的时间 增值了四万 也算是赚了一笔了 当江浩拿到那块表的时候 竟然感觉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有这种感觉 这让他可以肯定 这绝对是系统奖励的那块表 没错 江先生放心 我买回来之后 带都没带过 清洁了之后 就放在摇表器上了 保存的绝对完好 非常感谢 江浩把表直接带到手上 他决定了 以后都不会卖的 就算以后有了其他手表 这块表 也会被好好珍藏着 交易达成 江浩回到滨海 距离接到新任务 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 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江爸告诉他 新楼的地基已经打好了 正在晾晒 估计再有一个多月 就能盖好主体 到时候那个天气一冷 放一冬天 等明天开春的时候 正好装修 家里没什么事情 让江浩不必担心 从任务出现到现在 快一个月了 在此期间 江浩除了看书之外 也学习了一些其他技能 就比如常识的医学类知识 急救 化妆术等等 只要他认为是有用的 全都学 一多不压身嘛 好了 一切准备完毕 江浩打开了系统面板 点下了接取任务的按钮 耍 江浩的身子 在房间内消失了 下一刻 他就发现自己身处在 一处略显复古的房间当中 周围的家具 都带有明显的欧式风格 他此刻正躺在一张床上 一股信息 涌入江浩的脑海 让他知道了 这具身体的所有情况 他叫雷纳托·伯纳诺 是一个青年画家 今年29岁 这些都无所谓 不过江浩发现 这家伙的出身 有些意思 竟然是伯纳诺家族的一员 不是什么家庭 都能够成为家族的 这需要有强大的势力 和悠久的传承 而伯纳诺家族 就是意大利黑手党 几大家族里 最负圣名的一支 雷纳托出身这个家族 而且还不是什么旁支 是正牌的伯纳诺家族成员 只不过雷纳托 并没有参与家族事业 他是一个狂热的艺术爱好者 酷爱绘画 家族也没有阻拦着 资助他到了艺术之都 佛罗伦萨开始了自己的艺术追求 点上了一根烟 讲号站到窗口 看看外面 到处都是带着 文艺复兴味道的建筑 这就是佛罗伦萨 欧洲最著名的艺术之都 欧洲文艺复兴动员的发祥地 举世文明的文化旅游圣地 米开朗基罗 达芬奇 拉菲尔 乔托 但丁 卡瓦拉乔 都曾经在这里居住和创作 现代诗人徐志摩 给佛罗伦萨起了一个 肥冷脆的名字 江浩想到的不是肥冷脆的一页 而是那个没鼻子的刘震汉 他的领地 好像就叫肥冷脆 靠 这里是艺术之毒 别往网络小说上靠行不行 很降逼格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31集 走到镜子前 秦然看着自己现在的样子 一头黑发 脸型很帅气 留着微短的落腮胡子 看上去稍微有些颓废风 眼膜很深 毛子却很亮 对着镜子凝眉 有种灵气外露的感觉 绝对算是一个意大利帅哥 身高一米九左右 骨架很大 却有些偏瘦 当然 这个瘦只是相对的 还没有受到满身排骨的样子 攥了攥拳头 力量还是自己的 按照系统规则 它的穿越 是肉身穿越 占据的只是身份和记忆 身体仍旧是它自己的 不过会按照情况进行外形变化 以方便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 其实雷纳托应该感到庆幸 这一时期 黑手党因为得罪了莫索里尼 受到疯狂镇压 所有黑手党家族损失殆尽 无数黑手党的人被抓捕 无需审问 直接枪毙 这一段时期对黑手党家族来说 是黑暗血腥的 伯纳诺家族大部分人都挂了 生意和产业也都被查抄 雷纳托伯纳诺没有参与家族事业 反而躲过了一劫 这是他的幸运 不过家族出事也让他断了经济来源 这位青年画家先生的日子现在并不好过 要知道 学艺术大多都是没有前途的 很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是死后才出名的 生前穷困潦倒 就算雷纳托伯纳诺自认为画技不错 可像他这样的人在佛罗伦萨比比皆是 酒馆里喊一嗓子就能站出来八九个艺术家 根本就没有人欣赏 江浩现在关心的并不是这些 他的任务是保护马莲娜 让他感到幸福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赶到西西里岛 找到马莲娜 佛罗伦萨距离西西里岛有上千公里 他现在连路费都没有 而且他也需要生活费 他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弄到一笔钱 辛苦赚钱 那肯定是不现实的 时间也来不及 江浩看到桌子上放着几份报纸 走过去拿起来翻看了一下 发现最新的一期 上面标记的时间是1941年4月5日 报纸上的内容大多是鼓吹 莫索里泥多么的英明神武 对外战争战况如何顺利 和盟友一起又取得什么战果之类的 这就是二战时期的意大利 江浩只能说 二战中的意大利就是一个笑话 他看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 意大利整体来说 可以用斗逼二字形容 不是说军队装备和战斗力 而是他们的某些行为 有时候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算了 这些不关他的事 历史不会改变 周星国必将失败 他也没想着帮助意大利走出泥潭 几年后 莫索里泥惨死在游击队枪口下 有人甚至说 那些游击队就是意大利的黑帮 因为双方有着血海深仇 他现在这个身份是雷纳托·伯纳诺 就是黑手党家族的成员 说起来和莫索里泥有着大仇恨 更不可能去帮助他 他知道此行的目的保护马莲娜 让他不受委屈 让他幸福地活着 这才是他自己的任务 至于意大利 那就跟他无关了 如果按照现在的时间计算 对英法开战已经几个月时间了 电影里 马莲娜的丈夫应该还没有死 他还没有到最悲惨的时刻 江浩还有时间 凭借着记忆 在一个抽屉里找出了仅剩的四张纸币和几个铜板 数了一数 只有四十七里了 这是他现在所有的资产 又在另一个抽屉 打开了找到一个包裹 打开之后露出里边的一把幽黑的手枪 这是一把伯莱塔M1934手枪 意大利军队的制式手枪 大量列装军队与后世的伯莱塔M92F系列外形 已经相差无几了 他就算是再丸固再喜欢艺术 也是出身黑帮家族 从小也没少玩过枪 出来的时候还是带了一把方身的 把枪放到裤兜里 穿上外套出了门 穿过两条街来到一家 有些破旧的酒吧 推开了门 酒吧不算大 倒是挺热闹的 有七八个人坐在一块聊天 有人看到江豪进来 热情地打着招呼 嘿 雷纳佗 昨天没见你过来 是不是又睡到哪个富婆的床上了呀 看他那个颓废的样子 像是被吸干了身体 雷纳佗 你昨天晚上遇到的 不会是女吸血鬼伯爵吧 江豪对他们挥了挥手 到吧台要了一杯卖酒 这些大白天围在酒吧里的家伙 都是一群所谓的艺术家 一个个穷困潦倒 吃了上顿没下顿 却整日想着成为最伟大的艺术家 可他们花最多时间的地方 却是在酒馆里 或者是女人的床上 老板 再来一杯 一个家伙喊道 一脸大胡子的中年胖老板 看了看那个家伙 没好气地说道 你已经欠了几十里拉了 我不会再收给你了 哦屁啊 你真是一个吝啬鬼 没准我哪天就发财了 到时候我会双倍奉还的 你能发财 那才有鬼了 胖老板说着 但还是给他接了一杯卖酒 那个家伙嬉皮笑脸地接过去 谢谢你屁啊 我会记住你的友谊 其实说起发财 现在什么都在涨价 我的天哪 这就是报纸上说的通货膨胀吗 我感觉我们国家完蛋了 不 我们会打赢战争 只要赢了 我们都能发财 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发财 不过却已经有人 在战争的时候发财了 发的是战争财 我听说一个叫做 塞尔吉奥的糖果商人 战争前 囤积了大量的巧克力粉 战争爆发之后 物价飞涨 那家伙可是赚了一大笔钱 听说有十几万里了 另一个人八卦着 翁贝托 我建议你去泡他老婆 只要和他老婆谈好关系 他肯定会给你足够的生活资金 你也可以开始 重新开始画你的新画 旁边的一个人拍着刚才说话的 那个人肩膀 翁贝托一脸沮丧的说道 他老婆可是有五十多岁了 这有什么关系啊 瓦莱罗对老女人最有经验 你可以向他请教吗 旁边的一个四十来岁的家伙笑着说道 其实对付老女人很容易 他们更需要关怀 只要让他们觉得 她是你心中的宝贝 出手会很大方的 翁贝托贪了贪手 我打听过了 那个家伙基本上不回家 他经常住在情妇那里 给他老婆的钱也不多 那就去泡他情妇啊 有人提议着 听说他的情妇很年轻也很漂亮 我可没那个信心 如果雷纳托出手的话 或许还是有可能的哦 那家伙说着看向江浩 是的 在我们之中啊 雷纳托最年轻也最帅气 很多女人喜欢他 可他是富家公子 怎么会为了钱去泡女人呢 有人酸溜溜地说道 江浩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汪贝托 给我那个女人的地址 或许有时间的话 我会去试一试的 如果我成功了 我会回来请你们喝一杯的 众人齐声叫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32集 翁贝托 给我那个女人的地址 或许有时间 我会去试一试的 如果我成功了 我会回来请你们喝一杯的 众人齐声要好 江浩得到了想要的地址 步行约摸了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来到地址上说那个地方 一条街边的一栋三层小别墅 小别墅并不出奇 这样的建筑在佛罗伦萨比比皆是 别墅斜对面有一家咖啡馆 外面有露天座椅 江浩要了一杯最便宜的咖啡 拿起旁边的报纸看起来 一边看 一边注意那个小楼的情况 至于说泡一个情妇 那是不可能的 她的目的是想要弄到钱 弄到一大笔钱 所以她准备采取更为直接的办法 时间慢慢到了中午 江浩就看到一辆老爷车停在楼下 一个男人打开了门 下车 这个男人五十多岁 典型的地中海发型 下车时 手里还捧着一束花 另外的手里拿着一个礼物的包裹 男人敲响了门环 不多时房门打开了 是一个穿着华丽的年轻女人开的门 女人高兴地接过了花 在男人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挽着男人的手进去 男人一脸甜蜜的 应该是那个叫做塞尔吉奥的糖果商人了吧 应该没错了 江浩在喝完咖啡之后 看着街道上的人不多了 就悄悄地走到老爷车的旁边 转了两圈 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摸了摸门把手 竟然没锁车门 他一低身子 直接钻到了老爷车的后排座位上 然后躺了下去 一直躺了一个多小时 那个老男人才出来 女人送到门口之后 男人说道 西培里亚 你做的午餐很好吃 下午我还要弹生意 晚餐就不过来吃了 不过晚点我会过来住的 女人娇笑地说道 我会给你准备好洗澡水的 晚上我要你帮我洗 男人笑着说着 没问题 只要你喜欢 西培里亚 你真是迷人 我真是越来越爱你了 男人忍不住地 又抱着女人亲了一口 如果你爱我 那就娶我 男人一顿 尴尬地笑了一笑 西培里亚 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好吗 我现在要走了 男人快步走到车旁 打开车门上车 发动汽车 驶离这条街 等出了街口之后 才输了一口气 哦 我可不会娶你的 离婚 我可要赔上一大笔钱 那可划不来的 而且今后还有更年轻 更漂亮的女孩子等着我呢 这家伙自言自语 但却殊不知在车的后面 已经多了一个人了 江浩偷偷地看着外边的情况 车子已经驶出了主街道 来到了一处稍微清静的街道 不知道这家伙准备去哪 汽车在一处庄园的门口停下 塞尔吉奥对着后视镜 整理了一下衣服 然后看到后视镜里 有一个人影 这可把他吓了一跳 他刚要转身 只感觉脑袋一晕 就没了知觉了 江浩把这个家伙打晕 立刻地把中年人拖坠到后边 把他的腰带解下来 用过大臂用力地一拉 就把两条手臂勒住 然后把他的衣服套在脑袋上 自己钻到驾驶位 这种老爷车开起来有些麻烦 好在他脑子里有开这种车的记忆 摆弄了几下之后 发动车子向着城外开去 在一处废弃的工厂里 塞尔吉奥被捆在一把椅子上 头上还包裹着他的外套 他悠悠醒来 发现自己的情况之后吓坏了 大声地喊叫起来 救命 救 塞尔吉奥先生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那就请你安静一些 一个悠悠的声音响起 塞尔吉奥的身子一僵 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 你是谁 你要做什么 如你所想的 塞尔吉奥先生 你被绑架了 如果你想要活命的话 就要交付赎金 当然 你也可以不交钱 我已经在外边挖好了坑了 你会直接被埋葬 从此彻底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 男人用一种随意的语气说道 塞尔吉奥一听这话 身子立刻颤抖起来 杰斐先生 请放过我 我只是一个可怜的糖果商人 根本就没有什么钱 战争更是让我倾家荡产了 我家里有年迈的父母 还有好几个要供养的孩子 请你放过我吧 塞尔吉奥苦苦地哀求道 江浩一愣 感觉这词儿好熟悉啊 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儿 中国古代人被劫了 好像就是这么几句 没想到在意大利也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你最近囤积了很多巧克力粉 你可是发了一笔大财 别把我们当作傻瓜 我说过 如果你不爱拿钱的话 完全可以选择死亡 江浩威胁道 请饶恕我吧 我只是一个可怜的人 真的没有什么钱 这家伙说着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江浩微微一愣 拖着椅子就往外走 吓得塞尔吉奥不住地挣扎 可是却怎么都挣脱不开 紧接着江浩直接把他丢到了一个坑里 然后用铲子往他身上填土 塞尔吉奥这下真的是吓坏了 他死命地挣扎大声地喊叫着 请放过我吧 我真的没钱救命啊 土越来越多了 塞尔吉奥感觉这个劫匪恐怕真的要活埋他了 就立刻大声地说着 我愿意交钱 我愿意交钱 填土动作停下 江浩问道 多少 三千里了 花花花将好继续填土 五千 我愿意出五千 铲子不停继续地花花花填土 土渐渐埋到胸口的位置了 这下子塞尔吉奥真的吓哭了 请饶了我吧 我愿意拿钱 钱都给你 不要杀我好吗 你的钱放在哪儿呢 银行 我的钱都在银行呢 告诉我怎么取 还有银行密码 现在的塞尔吉奥完全被恐惧支配 只得乖乖地说道 取款存着在我情妇那儿 放在卧室衣柜上方的一个木盒子里 取款密码是 JJF666 里面有多少钱 五万里拉 五万里拉 说到最后 塞尔吉奥大声地痛哭起声 为了即将失去的一大笔钱 而悲痛不已 如果你骗我 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场 不要为了一些钱 而丢掉自己的性命 知道吗 那些钱也是我的命啊 塞尔吉奥哭着说道 江浩从旁边拿过了一些干草 把塞尔吉奥盖在下面 衣服和干草都是透气的 不用担心它会憋死 至于逃跑 土都已经埋到胸口了 还怎么跑呢 不再理会塞尔吉奥先生 开着他那辆老爷车 回到城里 江浩在一家化妆品店里 转悠了一圈 买了几样廉价的化妆品 回到车上之后 对着后视镜一番涂抹 在之后 样子立刻大变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33集 西西里岛 江浩在一家化妆品店里转了一圈 买了几样廉价的化妆品 回到车里 对着后视镜涂抹了一番 样子立刻大变 亚洲的四大邪术之化妆术 真不是盖的 江浩觉得自己需要加强本领 去专门地学了一周的化妆术 这东西其实很有用 现在江浩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 啪啪啪的 江浩拍打着门环 还是那个年轻的女人 在中午的时候江浩见过的 女人见到江浩之后就是一愣 你找谁 你好 我是塞尔吉奥先生的司机 过来给他拿些东西的 江浩沉声说道 嗓音很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女人有些发愣 司机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他好像没在这里丢什么东西 我刚入职不到一周时间 塞尔吉奥在你这里放的一些东西 是之前放下的 塞尔吉奥先生现在很忙 所以让我过来去 江浩说道 是什么 两人来到卧室 江浩扫视了一圈 找到了那个衣柜 发现上面的确放着一个木盒 他伸手拿出了木盒 打开之后 发现里面有几份文件 在下面放着一个存折 女人看到存折之后 有些懊恼地想着 自己怎么就没注意呢 要是知道这里边放着一张存折 他完全可以拿着钱去逍遥快活 何必伺候一个老头子呢 告辞 江浩拿起存折就走 也不废话 女人也没送他 坐在沙发上看着江浩的离开 回到车里拿出存折仔细看了一看 上面确实标记着五万里拉 江浩把存折往兜里一放 开车来到了佛罗伦萨的一家银行 出示存折告诉业务员密码 很顺利地取走了五万里拉现金 当钱拿到手之后 江浩非常的高兴 这下子启动资金有了 回到自己住处地方 这里是租的 除了一些衣服 就是他之前的画作 不过那些画根本就没人欣赏 堆在角落里 已经长满了蜘蛛丝了 迅速地整理好了一个包裹 把需要带上东西塞到了一边 刚想要出门时 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找到了一个便条 上面写道 请到某某某工厂 接塞尔吉奥回家 他可能不太喜欢那里的环境 记住是在甘草下面 此时天色已经晚了 江浩回到塞尔吉奥 他情妇的那儿敲了敲门 女人开门之后 见到下午来的那个男人 便就问到他 又是塞尔吉奥叫你来的 还有什么事情吗 江浩笑着 把一张便签交给了女人 这是塞尔吉奥先生 他写给你的信 对了 他还让我告诉你 如果晚上他不回来的话 你就拆开看一看 说完 江浩转身就走了 女人嘟囔了一句 真是莫名其妙 拿着便签回到屋里 无聊地听着音乐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多钟了 可是塞尔吉奥 还是没有回来 不会是又回自己家了吧 下次我一定逼他和老婆离婚 要不然不让他碰 他突然想到傍晚的时候 司机送过来的那封信 告诉自己 如果回来晚了 就打开看一看 女人这才打开了信 但看完信的内容之后 先是一愣 随后发出了一声尖叫 啊 女人终于意识到 他下午见到的那个男人 很可能是一个绑匪 女人立刻报警 两个小时之后 警察在废弃工厂的外边的干草下面 找到了可怜的塞尔吉奥先生 塞尔吉奥先生已经吓得面无人色 见到警察之后 痛哭流涕的 我的钱还在吗 告诉我 我的钱还在 好不好 塞尔吉奥哭着说道 恐怕已经不在了 那张存折上的钱 已经被人取走了 塞尔吉奥先生直接抽了过去 江浩早就开着那辆汽车 出了佛罗伦萨 此刻已经在百公里之外 迎着夜风奔驰在公路上 嘴里唱着一首欢快的意大利歌曲 估计可爱的塞尔吉奥先生 已经被救出来了吧 真是一个可爱的家伙 送给他五万里拉 还附赠了一辆逮捕车 解决了江浩所有的麻烦 至于警察的追捕 还是算了吧 现在是1940年 可没有摄像头那种东西 他逃出佛罗伦萨 警察怎么可能知道他去哪呢 就算都知道 他们也未必能够追得上 就算是追上 他们未必也找得到 毕竟他们可没有江浩的照片 就算找到江浩 他们也未必能够抓得住 江浩会给警察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前面又出现了一个镇子 这个镇子的规模不小 现在已经晚上十点多 他需要休息一下 最重要的是 他的汽车快没油了 找到了一家旅店 老板给开了房间 相好把钥匙交给对方 拿出了五十里拉说道 加油费 然后请给我准备一份晚餐 随后又拿出十里拉 递给了老板 这是小费 老板喜笑颜开地接过小费 没问题 我会给汽车加满油 明天让你顺顺利利地出行 我会让我老婆 给你准备一份晚餐 二十分钟之后端到你房间里 这个年代 专门的加油站可不多 而旅店大多都有加油的业务 这就可以省去很多事情 吃了晚餐之后 房门再次被敲响了 江浩很是戒备地 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 现在可不是安全时期的 进来 老板端着一杯咖啡进来 笑得有些暧昧地问道 这位先生 晚上要不要来一个女人陪床啊 够直接了 说完之后 直接打了一个响指 一个女人出现在房门口 穿着一身极其暴露的纱裙 对着江浩来了一个绯闻 江浩差点都吐了 这走样的身材 这粗犷的样貌 这作作的动作 让他感觉反胃 差点把刚刚吃下东西 再给吐出来 不用了 我只想好好的睡一觉 江浩坚决地说道 女人脸上的笑容一脸 哼了一声转身就走 老板尴尬地摊了摊手 好吧 那祝你晚安 锁好了房门 庄前的旅行袋放在床头柜上 手枪就放在枕头底下 江浩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 江浩在旅店吃过早餐 检查了一遍汽车 油确实加满了 他继续上路 虽然现在是战争时期 可战火没有波及到意大利本土 意大利国内情况还算稳定 虽然路上见到两个路卡 但江浩却并没有受到什么检查 那些背着枪的士兵 散漫地靠在旁边抽烟 只是看看就放行了 整整开了一天的时间 到了傍晚时分 终于来到了一座码头城市 他要去的是西西里岛 必须坐船过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34集 整整开了一天车 到了傍晚时分 终于来到一座码头城市 他要去的是西西里岛 必须要坐船过去 看着这辆汽车 虽然可以带上船 不过他觉得还是算了 毕竟是抢来的 还不如在这里直接卖掉 等到了西西里岛 再买上一辆 最主要的是 他不是很喜欢这种 纯黑色的车 卖车很容易 城市专门有着 二手车行 将好把车开过去 老板检查了一番 八成金 车况不错 愿意出4300里拉收购 虽然他不知道 这辆车的具体价格 可他明白一个道理 老板肯定已经 把收购价压得很低了 可对方讨价还价了很久 最后以5500里拉成交 买了船票 在这里等了一天的时间 终于坐上了 去往西西里的船 看着大海 将好感觉到心情舒畅 终于要见到 美丽的玛莲娜了 他现在的心情 还有点小激动呢 两天之后 邮轮终于抵达西西里岛 巴勒墨 将好下船 巴勒墨是西西里首府 也是西西里第一大城 非常繁华 到处是美景 曾被淡丁称赞为 世界上最美的 什么什么什么城市 如果是来旅游的 江好肯定会好好的转转这里 不过现在江好 可没有时间欣赏这些 他要尽快地去找玛莲娜 电影里虽然没有说过 玛莲娜所在的地方叫什么 只是以小镇称呼 不过江好查了当初 导演拍摄电影的地点 在西拉库渣城 而要从巴勒勒到西拉库渣 需要穿过整个西西里岛 所以江好需要一辆车 来到车行之后 看着一声鼻挺西服的江好 老板上来热情招待着 给江好介绍着各种汽车 最后江好的目光 被一辆紫色汽车吸引了 真的是太漂亮了 就算是见惯后世的 那些现代汽车 江好也觉得 眼前这辆太漂亮了 简直 老板一眼就看出 江好喜欢这辆车 开始卖力地鼓吹起来 先生啊 这辆车有着完美的车型 真皮座椅 纯胡桃木装饰 还有最新的V12发动机 速度可以像飞机一样的快 外星非常的时尚 却不失高贵典雅 最适合您这种年轻 又有身份的人 敞篷设计 带着女伴兜风最有感觉 当然 遇到变天的时候 后面还是可以支起雨棚的 老板扒拉扒拉半天 江好地问道 多少钱 三万两千里了 老板露出自认为最美的笑容 靠 还真够贵的 现在意大利的一个普通工人 一个月才能赚几百里了 他们需要不吃不喝几年 才能买下这辆车 之前的那辆车 卖了五千五百里了 而这辆却要三万二 不过 这辆车还真是好看 所以说呀 好车就是好车 在什么时候都是奢侈品 现在江好手里 有五万五千里了 要花去一半去买一辆车 确实有些奢侈 不过 一辆好车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该花的钱不能省 能便宜点吗 江好问道 已经很便宜了 该死的战争 让人们都捂紧了口袋 要不然 他的价格会更高的 老板举起了双手 摆出了一副悲痛的表情 最多三万 哦 不 您这样贵族的先生 肯定不缺这两千里了 对吗 不 现在谁都缺钱 好吧 给您优惠五百 不能再多了 双方又是一番讨价还价 最后三万一千里拉成交 老板附赠了一箱油和一个手动打气筒 找旅店休息了一晚 晚上再次被人敲门 这次这个老板送过的女人可比上次的那个漂亮多了 身材也很不错 看到江浩之后不住的抛媚眼 看样子是很中意的 可江浩还是拒绝了 第二天早早起来 五点钟就开始出发 开车前往希拉库渣 如果是现代 自己开车有三个小时就能到 可是在1940年 路况不好 需要的时间要多一倍还多 终于 在下午时分江浩赶到了希拉库渣 这是一座美丽的小城 江浩看到了几处在电影里出现过的建筑 知道自己终于找对地方 开着车来到海边 熟悉的石子路 外面是广阔的大海 碧蓝的天空 不时有海鸟飞过 江浩一眼就看到那座房子了 在那个房子的院子里 有着一棵大树 没错 那就是玛莲娜的家 这一刻 江浩竟然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千里奔袭终于赶到了 忽然间 江浩看到海边露台上 坐着一群十三四岁的男孩子 旁边放着几辆自行车 江浩暗暗笑了 因为他看到其中的一个小家伙 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 那个叫做雷纳多的家伙 江浩的汽车 在距离那群孩子不远地方停下 下车之后点过一颗烟 然后慢慢地走到那群孩子的跟前 他的高大身形 让几个孩子生出压迫感 纷纷地从石台上跳下来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你们好 我想要打听一些事情 江浩问道 其他的孩子都是愣愣地看着江浩 毕竟他们还都是孩子 只有雷纳多应道 你也是来找马连纳的吗 江浩一愣 好吧 这的确是他的目的 不过他要问的 却不是这一件事 通过这孩子的话 他能够确定一件事情 这里就是电影世界里 马连纳的住所 马连纳是谁啊 江浩明知故问地说道 雷纳多这才知道 这人不是来找马连纳的 便就问道 你不是本地人吗 讲好轻松地耸了耸肩膀 是的 我是从罗马过来的 我是一个画家 西西里岛很漂亮 我准备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彩峰的 哦 我知道 之前也有来过这儿的一个艺术家 我曾经在旁边看过他画画 他告诉我 他会成为像米墨罗德拉 拉菲尔 米开朗基罗 普罗维诺那样的画家的 其中的一个小家伙说着 另一个小家伙答道 他在吹牛 我也这么觉得 不过艺术家总是充满自信的嘛 江浩有些脸黑 竟然被一群小孩子调侃 他从兜里拿出屋里了 我想打听一下 这附近有没有出租的房子 最好是在海边的 看到钱之后 男人们立刻住嘴 一个个眼睛放光 有人竟然还忍不住地 咽了一口唾沫 我知道先生 我还可以带你过去 其中一个最大的男孩子 抢先说道 很好 这屋里拉是你的了 就在这时 将好发现孩子们的视线 全部转了方向了 一个个地定定地看在那 他顺起孩子们的目光 向后去看 就看到远处 走过来了一个款款的身影 是玛莲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按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35集 先翻整个亚平宁 马莲娜娜 穿着一身碎花长裙 波浪般的乌黑秀发 随风轻舞着 丝袜包裹着修长的眉腿 脚下的一双高跟鞋 好似能踩在人心上似的 他低着头 视线始终看着地面 脸上瓶颈乌波 安静地从这群男孩 和江浩的身边走过 江浩的视线 也不禁被女人牢牢吸引住了 直到他走进自己的房子 身影彻底消失 是马莲娜 看电影时 江浩就感觉马莲娜漂亮 当在电影世界 看到马莲娜真人时 更加令他感觉到惊艳 难怪被称之为 惊艳整个西系里的女人 她太美了 美得令人窒息 美得令人欲罢不能 美得令人疯狂 美得有些过分 也正是因为这份美丽 点燃了人们的欲望和妒忌 才让她遭到了 这么多的痛苦 欲望是来自男人 妒忌是来自女人 所以说 她的结局 似乎已经是注定的了 江浩咬了咬牙 不 现在我来了 这个结局必将改写 哪怕掀翻整个西系里 掀翻整个压平宁 马莲娜消失了 男孩们收回了自己的视线 那个最大的孩子 突然想起 乌里拉的小费 立刻转向江浩说道 先生 我带你去看看周围的房子 我记得 费德勒先生 好像就准备出租来着 啊 带我去看看吧 江浩说着 男孩带着江浩往前走 其他的孩子 都羡慕地看着他 因为他马上就可以得到 乌里拉的小费 乌里拉对孩子们来说 也不算少了 男孩一边带着江浩往前边走 一边介绍道 费德勒一家是老实人 费德勒先生是一个花匠 费德勒太太是一个厨娘 可惜原本 他们服侍的那家有钱人 不再来西西里岛度假了 因为战争 嗯 费德勒家 没了收入 前些日子我听说 他们正在四处找工作 还准备出租他们的房子 走到了一处三层小楼前 男孩抢先上前 拍了拍房门 费德勒先生 费德勒太太 有人在家吗 不多时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打开了房门 面色有些萎靡 看到男孩之后问道 有什么事啊 有什么事啊 小家伙啊 费德勒先生 这位是罗马来的画家先生 还想要租房子 我就把他带到你这来了 男孩快速地说着 费德勒一听 立刻精神一震 看向江浩热情地说道 是您要租房子吗 是的 我准备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这儿的位置很不错 不过 我得先看看你的房子才行 费德勒立刻地说道 我想你一定会满意的 快请进 江浩走进屋子 小男孩也跟着进来 他还没得到他的屋里拉小费呢 外面看着就是一处白色三层小楼 里面的装修确实很不错 看得出来 以前投入肯定不小 很用了心的 客厅非常宽敞 可以直接开小型派对了 来到楼上 主卧有舒适柔软结实的大木床 还有各种家具 走到窗口拉开窗帘 就能看到外面的大海 阳光照进来 让房间里温暖祥和 旁边还有书房 次卧 客房 等等等等 费德勒先生 不停地介绍这里情况 让江浩了解到了很多情况 这里原本是他父亲传下来的房子 后来被一位商人看中之后买下来 商人对这里进行了改造 所以这里才会如此豪华的 这里只是商人的别墅 也就是他过来度假的时候 才会住上一段时间的 商人雇佣了 费德勒一家照顾房子 和他们度假时的体居饮食 所以他们就成了花匠和雏娘 以前费德勒一家过得很惬意 可是战争爆发之后 商人一家没了阴心 不知道是破产了 还是直接死掉了 或者是因为犹太人 被抓进了集中营 这些费德勒夫妇就不知道了 他只知道商人不来了 他的收入也就没了 您准备如何出租啊 江浩对这里很满意 便就问他 每个月一千里了 您看可以吗 费德勒小心翼翼地问道 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都赚不到一千里了 这个价格可真不便宜 江浩摇了摇头 费德勒一下就紧张起来 小心翼翼地问道 先生 您准备给多少啊 现在的房子很难租出去了 人们都在为了生存奔波 没人再到西西里度假 他们已经发出租赁的消息 发出好久了 江浩是第一个找上来的 他们非常不愿意错过这次机会 哪怕少一点 他们也非常不愿意错过这次机会 最起码 能够让他们填饱肚子了 对了 你们在哪里生活呢 也住在这栋房子里吗 江浩问道 不 我没有自己的房子 就像之前的商人到这里度假 我们就会搬回自己的房子住 我的孩子们也都住在那里 只有商人立刻需要看房子时 我才会搬过来 不过也只是住在用人房里 费德勒解释道 将好沉吟了一下子 这样吧 我要在这里住很长的一段时间 也需要一个厨娘 你可以让费德勒带她过来 做我的厨娘 负责我的饮食和房子的卫生 这样 我一个月 付一千里了 费德勒脸上露出了笑意 看来这笔生意就要做成了 不过她没有立刻答应 用迟疑的语气说道 您看 之前都是我和我太太在一块工作的 我们配合得非常默契 不如 您也雇佣我 全算上 每个月一千三百里拉就可以 费德勒 稀奇地看向浅然 双手有些紧张地 捏在一块 战争时期 工作特别难找 如果江浩雇佣了他们 虽然工资低了一点 可这笔钱 也差不多能养回一家子了 毕竟他们还有三个孩子 江浩有些沉吟 费德勒 在旁边面露哀求神色 好吧 就这么说定了 那我们就采取 每月月初开工资的行事付钱吧 没问题吧 江浩说着 费德勒大喜 没问题先生 完全没问题的 商议好了 江浩和费德勒下楼 那个小男孩还坐在沙发上安静等待着 江浩笑着走了过去 掏出五里拉递给他 这是你的奖励 男孩高兴地接过小费 谢谢画家先生 说完之后高兴地跑了 开车带着费德勒 来到城里的公证处 两人签订了租赁合同 江浩当场给了一千三百里拉 吩咐道 回去让费德勒太太收拾一下 我喜欢干净 被子拿出来亮晒 我喜欢阳光的味道 晚餐就不必准备了 我在附近的餐馆吃吧 现在 我想四处看一看小镇的风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36集 猫一样的女人 开着车 飞得勒来到城里的公正处 江浩 江浩和他两人签订了租赁合同 江浩当场给了1300里了 吩咐道 回去以后 让费勒尔德太太帮忙收拾一下房子 我喜欢干净 把被子拿出来晾晒一下 我喜欢阳光的味道 晚餐就不必准备了 我在附近餐馆吃吧 现在 我想看一看四处的小镇风景 看风景 不存在的 每到一个地方 就要熟悉一下当地的环境 这是一个外来者必要做的功课 俗称是彩盘子 走在光滑的石板路上 周围全都是希腊风格建筑 很久的曾经这里是希腊人的城邦 而这座小城也是古希腊科学家 兼哲学家阿吉米德的故乡 时代变迁 现在这里成为了意大利的一部分 可很多建筑仍旧是沿袭了古典风格 比如广场大街 比如希腊库渣大教堂 傍晚时分 江浩在一家餐馆吃了一顿晚餐 天黑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别墅 从小城回到他租住的小楼 需要经过马莲娜的家 两家距离不过是百米 算是邻居 枪好的车经过马莲娜家门口的时候 刻意地减慢了速度 他看到窗口隐约射出黯淡的烛光 明天可以来拜访一下这位邻居 回到小楼 菲德勒还在等他 见到江浩回来之后立刻站起来 他旁边还有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 先生 这是我妻子亚历 女人对江浩点了一点头问好 先生您好 房间我重新打扫过了 被入室新的 下午我又晾晒了一遍 非常的松软 还有 不知道先生您对饭菜有什么要求 或者有什么不喜欢吃的 我做的时候会注意的 江浩点点头说着 我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了 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做就可以了 如果遇到不喜欢的 我会指出来的 江浩刚想让他们回去 但却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对菲德勒说道 对了 菲德勒 帮我做一件事情吧 请您吩咐先生 菲德勒赶紧说道 我新搬来 打算拜访一下周围的住户 你帮我准备一些礼物 江浩说道 您需要什么礼物呢 每家一份巧克力 两根香肠 你感觉如何呀 江浩问道 费得了一惊 立刻说道 哦 这有些贵重了 现在巧克力和香肠非常贵 黑市场的价格 已经比之前涨了一倍 没关系 你去准备吧 哦 对了 邻居有几家呢 我们周围有四家 哦 那就准备五份吧 明天上午我要用 说到这儿 江浩从皮夹子里 抽出几张钱 交给菲德勒 这是买巧克力 和香肠的钱 然后又拿出二百里拉 递给了菲德勒太太 这是买菜的钱 剩下的你们安排 好了 开了一天车 真有些累了 我要好好睡一觉了 江浩说完之后 潇洒地挥了挥手 直接上楼 先生 祝您今晚好梦 也祝你们晚安 第二天一早 江浩的生物中 早早把他叫醒 穿上了一身 休闲运动服来到海边 此时太阳还没有升起 江浩慢慢地活动着身体 等他出了一身汗的时候 正好太阳出生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一边吃着 菲德勒太太准备的早餐 一边看着报纸 上面全都是关于战争的新闻 还有鼓吹元首的文章 江浩撇了撇嘴 现在的报纸 全都被管制了 政府想让他们发什么 他们才能发什么 就譬如 之前的北非战争当中 意大利军队被俘虏了十几万的事情 在这上面就没有报道 吃过早饭 江浩拿着菲德勒准备的礼物 去拜访邻居 自然受到热情的接待 在他离开之后 隐约还听到邻居家里发出的惊呼声 现在对普通人来说 巧克力和香肠 那可绝对是好东西 最后江浩来到了马莲娜的家 其实到其他的邻居家里拜访 只是为了掩护 他真正的目的是来见马莲娜 用十块累窃而成的低矮围墙 只要一步就能够迈进去 栅栏铁门关着 也不知道是用来防人的 还是防心的 有人在家吗 江浩喊了一声 不多时 一身随性居家打扮的马莲娜 打开了房门 看到大门之外站着的江浩 微微地有些发愣 这是江浩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 马莲娜 虽然她穿着随意 可仍旧难掩 绝利风情 你好 马莲娜女士 我是新来的邻居 过来拜访一下 江浩微笑地说着 请进吧 马莲娜打开了铁门 江浩提着礼物走进去 来到客厅 马莲娜的家的客厅也不小 不过里面的家具略显陈旧 颜色也稍显深沉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 江浩说道 我叫雷纳托伯纳诺 是一个画家 西西里风景很美 所以过来准备常住 一段时间采风 我租了菲德勒先生的家 现在咱们算是邻居了 我到附近其他几家邻居家里 都拜访了一下了 江浩说着递过了礼物 这是拜访邻居的礼物 希望你能喜欢 马莲娜接过礼物 谢谢 她的话不多 江浩看得出来 她有些拘谨和敏感 是的 就是敏感 这或许和她往日遭遇 分不开的 街上的男人 都在想方设法地接近她 她是一个有丈夫的女人 本来就处于风口浪尖 更加不敢有什么举动 生怕引来更多的匪夷 第一次接触 江浩也没敢和马莲娜 多说什么 只是闲聊了两句话之后 就告辞了 生怕惊到她 马莲娜给她的感觉 像是一只猫 高贵而典雅 可也非常的敏感 处处小心 如果自己想要接近的 需要一点一点 慢慢地来 动作一定要轻柔 要不然会把她给轻走 不管如何 她迈出了第一步 这一步很重要 有了第一次见面之后 后面的事情 就能够顺理成章了 江浩心中这么想着 告辞了 马莲娜 江浩开车去了镇里 她的紫色敞篷轿车 驶过石子路的时候 马莲娜 就站在二楼的窗台边 看着江浩的汽车驶过 虽然只是短短两句交谈 连最简单的交流都算不上 可江浩还是给马莲娜 留下深刻的印象 衣桌款款 彬彬有礼 当她打开礼物时 更是有些惊讶 马莲娜的这份礼物 是江浩特别准备的 双份加厚版 一大块巧克力 四根香肠 还有一块奶酪 这些东西现在可都是好东西 市场上根本买不到 只能够在黑市购买 而黑市的价格 已经涨到之前的一倍还多了 她的这份礼物 估计能价值一百里拉左右 能抵得上是一个工人的 五六天的工资了 她叫雷纳托伯纳诺 伯纳诺先生 马莲娜 轻轻地念着这个名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订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按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37集 来到小镇 江浩把车停在一家画店门前 他是画家 最起码现在对外的身份是画家 画家就要做画家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需要购买一些绘画工具 江浩吸收了这个电影人物的所有知识和能力 他现在也会画画了 至于这家伙的水平 艺术才不是用常理来度量的 反正他是这么认为的 什么古典派 印象派 野兽派 江浩才不管那些呢 直接来个装逼派就可以了 走进画店 开始挑选工具 画布 画框 颜料 画笔 调色板 油画刀 松节油 总之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老板早就乐得喜笑颜开了 只要江浩点中什么 立刻就拿下来 以前小镇也经常有画家来采风 但可惜战争爆发 现在很少有画家来了 画店的生意也门可逻去 今天终于来了一个大雇主 老板自然高兴 终于挑选好了 老板算账 竟然要七百多里了 不得不说 画画真的是一个很费钱的事情 难怪有的画家 在穷困潦倒的时候 连画布和油彩都买不起呢 八折 送到海边的飞到了家 江浩说着 老板苦着脸 八折太少了 我可以给你打九折 江浩站起身 看起老板 要是同意的话 我就付账 不同意的话 我就立刻离开 你自己选择吧 遇到了一个大雇主 太难了 老板扭着脖子 纠结了半天 好吧 就八折吧 希望您下次 还到我这里来采购 江浩笑了一下 说道 我在这里住上 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少不了过来的 老板一下子就乐了 能够抓住一个长期客户 这对他的经营 是非常有好处的 如果您有需要的话 您完全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会直接给您送过去的 赴账之后 告别了华店老板 江浩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闲停信步地 走到广场露天的咖啡吧坐下 这里是小镇最中心地带 也是最繁华的一条街 政府 警局 律师事务所 职业介绍所 公正处 餐厅 戏院 服装店 通通在这条街上 所以这条街是最热闹的 来来往往的人群有很多 江浩点了一杯咖啡 抬手看了一下时间 上午十点了 催手拿起了一份报纸 看了起来 虽然这些报纸有些空洞 可他有后事 对这个时代的了解 有些内容 有些内容还是能够看出端里的 就比如食品管制 就比如通过膨胀 如今整个意大利都实行了战时食品管制 每个人每天都有限购的数额 只能够维持最基本的温饱 而且种类有限 面包 黄油 牛奶 一些蔬菜和鱼肉 也就这样了 甜不饱肚子 也饿不死人 剩下的物资 大多都被送到前线去了 如果想吃到好东西 比如巧克力 牛肉 火腿香肠 奶酪这些 不好意思 政府门店不出手 想要香烟和酒 更加困难 除非有门路 才能够购买到 当然 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现在很多农民和商人手里 还是有些存货的 但是都不愿意卖给政府 因为政府开的价格太低了 所以 如今黑市交易非常猖獗 想买好东西 可以到黑市去 在那儿能说到应有尽有了 甚至从军队里流出的食物和物资 它都有 但价格比较贵 其实意大利现在还算是好的 现在的德国和意大利 暂时还处在上风 法国战败之后 法国的民众生活异常艰难 时刻的处于饥饿状态 有钱都买不到吃的 因为那些东西 都被德军搜刮走了 就在江浩对其报纸 看着这些内容 对照脑海当中那些信息时 突然从前方传过了一阵微微的骚动 江浩抬眼看去 就发现所有人的视线 全都集中在前方的一个人的身上 一个女人 一个穿着短裙丝袜高跟鞋款款走来的女人 是玛琳娜 只有她才会造成这样的效果 不管玛琳娜走到什么地方 都会有男人脱帽打招呼 美丽的玛琳娜 你好 玛琳娜 你今天真是太美了 玛琳娜 能请你喝一杯咖啡吗 玛琳娜始终低着头 事先看向地面 对任何人都不会加以理会 高跟鞋踩在石板上 发出哒哒的声响 非常清脆 江浩身后有几个喝咖啡的女人 看到玛琳娜的样子 女人们立刻变了话题了 哎 听说她是个女裁缝 但是很下流 你看看 多么风骚啊 她穿成这样 就是为了吸引男人的关注 她男人打仗去了 她恐怕不会独守空房的 哼 她一定在背地里 做了什么肮脏的事情 放心 以后一定会暴露的 嘿 我觉得 她还不如伯爵的情妇呢 最起码光明磊落 女人们的嘴非常毒 而且声音也不小 生怕别人听不到似的 不停地说着各种诋毁的话 江浩听了都感觉心中难受 真不知道 马莲娜承受了什么样的心理折磨 她很想撕烂这群婆妇的嘴 可那样做无济于事 恶妇最凶狠的 永远是他们那颗被嫉妒染黑的心 他们会一直诋毁谩骂 直到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消失 这就是所谓的暴民政策 时间不长 马莲娜从求职所出来 脸上没有一点笑意 应该是还没有工作的消息 这也很正常 现在找到一份工作 本来就很难 更别提说是一个女人了 看着马莲娜失望地离开 那些女人们却一个个的眉肥色乌起来 有人说道 她已经好多天过来求职了 不过看来又没有找到工作呀 另一个说道 上个月政府发出通知 为了战争 政府停发了公职津贴 马莲娜之前一直靠着 她丈夫的津贴生活 现在连最后一点收入也没有了 所以她不得不出来找工作 旁边还有一个女人 用厌恶的口吻说道 看着吧 镇上没人会雇佣她的 如果有男人敢雇佣马莲娜 他们的老婆 会和她从早打到晚 永无宁日 女人们哄弦笑起来 将好转过头看看这个女人 这群人里面 就数她说话最恶毒 说出来的话 像是一把把刀子一样的搁着人心 这些女人因妒忌而仇恨 他们觉得马莲娜过得不好 他们的心里 就能够感觉非常舒畅了 他们把马莲娜设立成了群体敌人 马莲娜成为了镇上所有女人的对立面 假想敌 他们时刻的怀疑自己男人会和马莲娜出轨 而在他们心中已经把马莲娜定义成了一个荡妇了 他们一块嘲笑马莲娜 能增进彼此的认同感 他们是一个群体动物 他们不孤单 江浩从桌上拿起了一张便签纸 从身上抽出笔 用花式的意大利文写道 美丽的夫人 你的风情让我倾倒 你身上的味道令我沉醉 你完美的动体让我欲罢不能 我每日思念着你 期盼着你再次到来 与你翡策缠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糖醋奥利奥 杀气独舞 后期制作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38集 美丽的夫人 你的风情让我倾倒 你身上的味道令我沉醉 你完美的动体让我欲罢不能 我每日思念着你 期盼你再次到来 与你翡策残绵 把笔放回兜里 便牵纸对折两下子 放在手心之后 抬手交过了侍者 付过了咖啡前 战身离开的时候 经过那群女人的座位时 那个嘴最毒的女人的皮包 就挂在椅子上 江浩轻轻地经过那里 手轻轻地擦过皮包 皮包卡扣瞬间打开 又瞬间合上 没有人能发现这一切 而江浩手心的那张便签 已经消失了 人群消散了 那个嘴毒的妇人回到家 把皮包挂在衣架上 一家人吃过了午饭之后 她老公偷偷来到衣架旁边 打开妻子的皮包 准备偷点钱 下午去酒吧里 去喝两杯酒去 哎 这个是什么呀 男人打开了便签 等看完上面的内容之后 脸色大变 怒气冲冲地 拿着便签来到女人跟前 你说 这是什么 女人看着男人手里 拿着的便签纸 不明所以地问道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 你个挡妇 你还狡辩 这是哪个男人 给你的情书 你说 男人愤怒地吼着 女人一下子愣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这是在你的包里发现的 你还说没有 你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让我感到恶心 男人说完 便把便签砸到女人身上 女人忐忑地拾起便签 看过之后心中不住翻腾 她在外面确实和别的男人睡过 可她想不出会是谁给她写的这种情书 还美丽的夫人 我被你的风情倾倒 身上的味道令我沉醉 这个当夫 为什么和我上床的时候死气沉沉的呢 你的动体完美地让我欲罢不能 我每日思念着你 期盼你再次到来 与你匪测缠绵 你肯定和她上床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告诉我她是谁 我要杀了她 男人不停地吼着 女人心里虚 但嘴上却不服输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西莱莉那个当夫睡过 而且还总盯着玛莲娜的屁股看 哦 看来你真的和别的男人睡过了 你这个婊子 男人怒了 甩手给了女人一记耳光 女人也不甘示弱 狠狠地抓了一把男人的脸 直接把男人的脸给抓花了 男人暴怒地抓起女人的头发 在女人的脸上狠狠地扇了起来 孩子们看到父母打架 都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整个家里乱作了一团 他们打架的动静惊动了邻居 有邻居过来劝嫁 当然看热闹的成分居多 他说玛莲娜的那句 男人会因为招聘他家里永无安宁 现在他自己家真的是永无安宁了 夕阳下路边支着一个画架 画面里就是这一条狮子路 周边的房子以及远处的大海 他周围围着一群孩子 就是雷纳多那群小伙子 他们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讲好画画 江浩刻意地把画架子摆在狮子路上 玛莲娜会经过这里 就能够看到他在画画 突然几个孩子一阵骚动 其中的一个小声地说着 快看快看 玛莲娜来了 孩子们立刻全部往后面去看 江浩也忍不住地转过头看了几眼 今天的玛莲娜穿着一件白色裙子 依然是胚散着波浪长发 走起来非常的有韵律 玛莲娜走过去 并没有看江浩和男孩们一眼 等到玛莲娜离开之后 男孩们一哄而散 想着玛莲娜的背影 江浩拿起了画笔 在画中间的石子路上 突突磨磨起来 不多时 一个身穿着白衣的女子背影 出现在这个画布上 笔直的眉腿 随风飞扬的黑发 再看看这幅画 嗯 感觉整幅画都充满了灵魂了 第二天 江浩再次敲响了 玛莲娜的房门 玛莲娜又换了一身装束 看到江浩之后 微微地有些发愣 伯纳诺先生 有什么事情吗 江浩仰了仰手中的油画说道 今天是因为它 玛莲娜请江浩进屋 江浩把油画放到桌子上说道 昨天我在画画 有一个美丽的身影 突然闯进了我的画框 我突然有了灵感 就把它画进去了 玛莲娜看到油画当中 那个白色身影时 明白了一些什么 非常抱歉 在没有征求你同意的情况下 就把你画进去了 昨天晚上 我完成了这一幅画 今天带过来 把它送给你 还有 这是我的赔礼 说着 江浩又递过了一个礼包 玛莲娜看看江浩 不用道歉 伯纳诺先生 其实这没什么的 江浩笑了一笑舍头 其实今天过来 还有一件事情想问问你 什么事情 玛莲娜问他 你愿意做我的模特吗 当然 我是会付给你酬劳的 你很美 我想这点 你自己也很清楚 如果你做模特的话 肯定会非常完美的 江浩说着 酬劳 女人有些异动了 她现在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来源 很缺钱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只能去父亲那里蹭饭 可她又犹豫了 她如果做了模特 不知道镇上的那些女人 又会说出什么样的诋毁的话来 肯定会说 她脱了衣服 让男人随便看随便画 或者会传出 她和画家上床了 甚至做了人家情妇 等等这样的话 想到这些 玛莲娜摇了摇头 博纳诺先生 我想 我不能做你的模特 想好的心里 微微地有些失望 这是 昨天她想到的 最好的接近玛莲娜的 并且能够帮助她 度过眼前的办法 可惜她拒绝了 好吧 我依旧期待着你 做我的模特 如果到时候 你改变主意的话 随时过来找我 我想 你成为我的油画之后的主角 一定是最美丽的 江浩无不惋惜地说着 江浩走了之后 玛莲娜看着那幅油画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背影 可真的很美 她看了半天 最后将它摆放在 卧室窗台边 打开江浩带过的礼物 玛莲娜露出一丝惊喜 是一盒糖果 满满的一盒糖果 里面有巧克力 奶油糖 水果糖 自从战争爆发之后 她已经好久没吃过糖了 现在糖果绝对是奢侈品 她剥开了一块奶油糖 轻轻地送入嘴里 那种香浓的味道 让她心情愉悦 她又想到了男人的提议 做模特 其实 她内心真实挣扎了好久了 她真的很想答应 她没有一技之长 只会做衣服 可是现在根本就不缺这样的工人 想找到一份工作 真的很难 江浩走出玛莲娜的家门 突然感觉到有一道视线紧盯自己 她寻着感觉忘却 就发现石子路上 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车里坐着一个 留着小胡子的中年人 用着有一些英质的目光看着她 江浩一下子就认出这个人来了 是小镇上的治安官 就是这个家伙 在玛莲娜最困难的时候 用一包食物 得到了玛莲娜的身体 她对玛莲娜觊已久了 又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 江浩打开了车门 治安官走下车 向江浩这边走来 不多时的 她走到江浩的跟前 治安官开口问她 我是西拉库扎镇的治安官 听说你租住了 废德勒的房子 准备在这里常住吗 江浩送给对方一个微笑 不知道 治安官阁下有什么事情吗 治安官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最近流窜犯有很多 我有责任和义务调查 每一个来到西拉库扎镇的人的情况的 江浩摊了摊手 我可不是流窜犯 我是一个画家 遵循前辈们的足迹 来到西西里采风而已 治安官的脸色阴沉了几分 靠近江浩之后压低声音说道 既然是来采风的 那就好好画你的画 刚来几天就刻意地接近马琳娜 我知道你们艺术家都有一颗坏心思 不过你记住 这里是西拉库扎 在这里 我说了算 所以 你最好离马琳娜远远一点 更不要打她的主意 要不然 我会让你有好看的 被警告了 又被警告了 江浩的脸上露出笑容 比西西里的阳光 还要何须地笑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一百三十九集 江浩的脸上挂着淡淡笑容 没有反驳什么 更没有撂下什么狠话 他微笑转身地离开 看着江浩离开的背影 只安官露出了一个轻蔑的笑容 在他看来 所谓的艺术家 都是一群无能的家伙 在这里 他们都不敢违背自己的意愿 玛琳娜最后肯定是我的 他一定会成为我的情妇的 这两天 管家非得了发现 伯纳诺先生的生活作息 有了小小的改变 在之前呢 他是一直早起运动 白天或者是出去画画啊 或者是在家里待着 晚上很早就睡了 而这两天 伯纳诺先生经常外出 有的时候很晚才会回来 不过他能够理解 艺术家需要生活 更需要夜生活 想来这伯纳诺已经习惯了 希拉库扎镇的生活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这两天通过侦查啊 没错 就是侦查 江浩发现了 治安官的一个小秘密 他有一个小情妇 叫艾丽切 就住在镇子的东边 有的时候 治安官会偷偷地和情妇优惠 而这个叫做艾丽切的女人 也是曾经诋毁 马莲娜众多女人当中的一个 这天下午 治安官开着车 来到情妇住的地方 把车停在远处 观察了一下周围 发现没人注意之后 拿着一包礼物 下车快步走了过去 敲了敲房门之后 房门打开 然后他快速钻了进去 一辆自行车出现在街口 一个身穿破旧西服 戴着帽子的男子 看着那座房子 嘴角露出了一个微笑 走到治安官的车子旁边 从里面掏出几样工具 在车子上捣鼓了一番 然后就快速地离开了 男子又骑着自行车 来到治安官的家 写了一个纸条 塞到了门下 然后又用力地敲了几下门之后 快速地跑开 不多时 一个浓妆艳抹的 体型粗壮的女人 打开了房门 当看到门外没人之后 他嘴里骂骂咧咧道 哼 不知道是哪个该死的小混蛋 弄得恶作剧 如果被我抓住 我会把他拴到树上 妇人刚说完 突然看到地上的纸条 他弯腰拿起来 等他看到纸条上的内容之后 脸色大变 咬牙切齿地吼道 混蛋塞维里诺 竟然背着老娘找情人 艾丽妾那个小婊子 老娘一定要撕烂她的嘴 时间不长的 妇人就纠集了几个妇女 气势汹汹地向着镇子东面而去 不多时就来到那间房子 妇人指了指 那个房子的门 指挥着人直接砸门 这下子 房内的两人都被吓到了 治安官 忽乱地往身上套着衣服 女人也赶紧穿着内衣 就在这时 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砸开 一群女人冲了进来 来到二楼的房间 治安官的老婆 看到这里的情形 怎么可能还不明白呢 哇 塞维里诺你个混蛋 老娘给你生了四个孩子 现在你竟然背着我找情人 要不是我的家族 你能当上治安官吗 你竟然背叛我 治安官的老婆 对着自己老公 破口大骂起来 治安官满脸的尴尬 对这个老婆真是无语了 就算知道自己找了情人 也不应该带一群人过来吧 弄得她现在是多没面子呀 但她老婆才不管这些呢 一眼就看到了 衣衫凌乱的爱丽琴 咬牙切齿地说道 好你个小婊子 狗赢我的男人 我要打死你 说着就扑了上去 治安官老婆身高强壮 爱丽琴可不是的对手啊 一下子就被压在下边 其他的女人也过来帮忙 抓着爱丽琴玩命地打着 骂声尖叫声哭嚎声 场面极度混乱 而治安官老婆过来的时候 在路上惊动了不少人 现在这外边已经围了好多阵民 在看热闹 听到楼里的动静 嘴里边聊着里边的场景 脸上满是戏虐的表情 治安官的脸上不住抽搐着 甩手就往外走 他老婆一看他要跑 立刻地追了出来 一直追到门外的街道上 嘴里还在咒骂着这个父亲男人 治安官心里那个气啊 他快步上车发动汽车 一脚油门 想要尽快地离开这里 可是速度刚刚提起来 他就发现了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就在他准备打方向的时候 方向盘好像失灵了 治安官大惊失色 赶紧踩刹车 可是刹车好像也失灵了 根本就起不到任何的一点制动作用 眼看着就向着一面墙壁撞去 轰隆的一声 那面砖石垒成的墙壁 硬生生被汽车撞塌了 治安官的汽车运气更不好 彻底散架了 人们纷纷发出惊呼 快步跑过去查看 就发现治安官的半边身子 被埋在乱石堆下边 他嘴中不住地哭喊着 啊 我的腿 我的腿好像断了 救救我 没死 这让有些人感到惋惜 治安官的老婆 迈着沉重的步伐跑了过来 看到自己丈夫这惨样子 大声地嚎哭起来 塞维里诺 你没事吧 哦上帝啊 你看你额头的血 你们快救救他呀 治安官现在 看到自己这个老婆就感觉来气啊 大声地吼叫着 滚 你这个婆妇 我要和你离婚 离婚 那妇人一听 立刻就不哭了 站起来骂道 哼 那你就去死吧 说完之后 转过身回到小楼上 准备继续去打那个小当妇 人们把治安官从乱尸堆里扒了出来 送到医院抢救 他很幸运 只是右腿折了 医生给他固定好 至于会不会留下残疾 这个就不知道了 其实他身上的伤也不算是太严重的 其他的不严重 就譬如额头被砸出的一个大口子 这些缝合缝合就好了 1941年的医疗水平 您想一想 医生对待病人像是对待牲口一样的 正所谓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这句话 在那个时代 哲儿哲儿的一点都不差 在人群的最外围 江浩看到了所有的一幕 他对自己导演的这一出大戏还算是满意 就是结果有点不尽人意 如果治安官直接车祸死掉 那就完美了 但可惜他高估了这个时代汽车的速度 横踩油门 三四十脉 最高时速六七十 就是这个速度加速都得需要二十秒的时间 不过就算如此 我们的治安官先生 也最少需要休养个三四个月 最起码在这段时间里 世界是清静的了 回到自己家 将好洗漱之后坐在院子里 看着远处大海 其实 想想这两天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做得太小家子情 或者说是太小儿科了 他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久 做事还有些拘谨 手里也没有任何能够用的力量 只能够亲自上阵 那以后呢 或许玛琳娜会惹出更多的麻烦 她要保护她 就要有自己的力量 她要发展 自己的势力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一百四十集 她要保护马莲娜 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力量 所以 她要发展自己的势力 如何发展自己的势力 从政 对她来说不可能的 当兵 那更是招死 现在可是二战时期 商人 商人就是政府的羔羊 随时可能被屠宰 就算是现代社会 也不能避免 她觉得 最适合她的 就是发展黑势力 而且作为曾经的 日本地下势力头目 这些 她也都熟悉 更不要忘了 这里是西西里 是黑手党的发源地 而她还有着另外的一个优势 她本来就是出身黑手党家族 还是伯纳诺家族 这种顶级家族的 把管家费德勒叫来 将好问道 费德勒 现在希拉库扎镇 有没有黑手党成员存在呢 费德勒有些发懵 不知道伯纳诺先生 为什么会问这些 不过还是老实地回答 伯纳诺先生 现在西拉库扎镇 没有黑手党了 整个西西里 也没有黑手党了 黑手党得罪了援手 前两年被清洗了好几遍 很多人都被关进了监狱 甚至有的直接枪毙了 就算是逃过一劫的 也隐藏起来 没有人再敢像从前那样的 明目张胆的行事了 真的一点残留都没有了吗 江浩有些不信的问道 或许有 但是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 在码头 还有一些人在聚集 他们之前好像就曾经 跟随过黑手党做事 不过现在 已经成了码头的工人 过得很潦倒 费德勒说道 江浩的心思转了一转 他们平时在什么地方聚集 码头老阿里西欧 那间破酒吧里 白天是一个世界 等天黑之后 就会是另外的一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 是由两个王者统治的 天已经黑了 来到码头把车停下 江浩下车 来到费德勒所说的那间 酒吧的外边 正如费德勒所说的 酒吧真的很破 墙皮脱落在外边 露出了掉了油漆的木门 站在外面 能够听到里边 嘈杂的说话声 看起来还是很热闹 江浩推门进去 顿时有多双眼睛 朝他看过来 随后酒馆内 变得很是安静 江浩扫视一圈这些人 发现喝酒的有十来个 可这些家伙看到 他的目光 都不是很有善的 江浩对这些 不是很有善的目光 很不在意 他静止地走到吧台前 给我来一杯酒 啤酒就可以了 江浩说道 老阿里西欧 在看到江浩之后 微微地皱了一皱眉头 接了一杯酒之后 放到江浩的面前 然后似是无意地说道 年轻人喝完就赶紧离开 这里不属于你 这不是警告 是劝告 江浩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味道真的很一般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身材高壮的家伙 走了过来 江浩现在的身高 差不多一米九 这家伙看上去 比他还要高 而且粗壮得多 壮汉站在江浩的不远处 看起来还是个有钱的家伙 这一只衣服就值几百里了 为什么到这来呢 喝酒啊 江浩淡淡地说道 壮汉突然一笑 对着其他人笑着说道 这家伙说来到这里喝酒 然后又转过头对起江浩 既然来喝酒 那不如请我们也喝一杯吧 这基本上就是敲诈了 可以啊 秦然满不在乎的达到 江浩对着酒吧老板说道 给他们每人来一杯酒 大杯的威士忌 老阿雷西欧看了看江浩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已经尽到了劝告的义务 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了 一共三十五里拉 先付账 酒吧的老板说着 江浩直接拿出两百里拉 放到吧台上 顿时有人欢呼起来 哇 这个小白脸还真是个有钱人 今天晚上一定好好喝一场 我已经好久没醉过了 是啊 没钱都不敢喝醉 我要喝干这小子的钱吧 第一杯酒下肚 人们在欢呼 第二杯酒下肚 人们开始兴奋 第三杯酒下肚 已经有人开始胡言乱语了 第四杯已经有人刷起醉权 第五杯已经有人喝不下去了 江浩端着酒说道 刚才是你们要求我请喝酒的 怎么 现在怂了吗 是男人就继续喝呀 看能不能喝干我的钱包 老阿雷西欧看向江浩 忽然觉得自己这次可能是看走眼了 之前他以为这个年轻人是一个误入狼群的羔羊 可是现在看来他很可能是一只过来找事的雄狮 五大杯威士忌 就是一整瓶的烈酒啊 这些经常泡在酒吧里的酒鬼们都未必能够喝得下 其他的人现在都是晕乎乎乎的 可眼前这个人却毫不变色 像是没有喝过酒似的 而且现在说出这样的话 已经明显是在挑衅了 恐怕之前的一切都是他有意而为之的 听到江浩这话有些人怒了 尤其是那个壮汉 他走过来直起江浩说着 小子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竟然敢和我们这样说话 我要让你知道 在这里谁说了算 兄弟们 把这家伙扒光 然后丢出去 其他人一块叫好 准备抢江浩的衣服鞋子 并且是把他全身上下 全部打劫一遍那种 钱他们要 就连身上的衣服帽子鞋子 他们也都不会放过 这叫做裸抢 人们包围住江浩了 江浩突然动了 全影狠狠地砸在了 距离他最近的一个人的脸上 其他的人一看 这个羔羊竟然敢对他们 露出鸡脚 立刻的怒了 敢还手 打死他 然后把他丢到海里 让他凉怪凉怪 碰碰碰 噼里啪啦 稀里哗啦 一群男人 唯有一个男人 可结果确实江浩揍了 所有人 他不发灵活 只要有靠近的 一拳打出 或者一脚蹬住 立刻就会有人中招倒地 其他的人补上 很快的再次会被他给打倒 到了后来 江浩下了重手 有几个家伙已经彻底站不起来了 壮汉一看怒了 抄起酒吧凳子 向着江浩砸了过去 江浩身子一闪躲过凳子 一脚吹翻了这个壮汉 壮汉立刻起身 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子 可是刀子还没有出窍呢 突然间 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顶在他额头直上 这一下子 吓得他一个机灵的 立刻的就不敢动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也立刻地停下了动作 被枪顶着脑袋 壮汉盯着江浩 仍旧硬气地说道 除非你打死我 打死这里的所有人 要不然 你走不出嬉戏里的 江浩轻蔑地一笑 不 我走得出去 这里没人能够拦住我 嬉戏里不行 莫索里尼都不行 壮汉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开口便就问道 你 你究竟是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41集 壮汉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你 你究竟是谁 我叫雷纳托 伯纳诺 壮汉一愣 有些迟疑地重复了一遍 你姓伯纳诺 是的 我姓伯纳诺 我的父辈 就是从西西里走出去的 所以 这里不只是你的家乡 也是我的 你现在还觉得 我能不能走得出西西里呢 江浩说着 壮汉沉默了 其他的人也沉默了 我想 刚刚只是一个误会 壮汉丢下刀子说道 只因为一个姓氏 足以给他们带过这般震慑 但他们都明白 这个姓氏代表的是什么 伯纳诺这个姓氏 代表的是 西西里的王者 哪怕是后来离开西西里 到了内陆 哪怕现在被 莫索里尼镇压 但在这些人的心中 伯纳诺家族 仍旧是他们不敢招惹的 甚至是尊敬的存在 至于冒充 现在是黑手党家族 被打压的最惨烈的时候 只要抓到就直接枪毙 谁会傻到随意地去冒充黑手党家族成员呢 江浩扫视其他人 那些家伙还僵硬地举着凳子 酒杯等等 见江浩过来就纷纷放下手中的武器 一个个地露出尴尬的笑容 对 这只是一个误会 我们刚才只是开一个玩笑 真的只是玩笑吗 江浩问道 对对对 这真的是玩笑 众人赶紧说着 江浩收回枪 放入衣兜里 见对方收回枪 屋中的气氛一下缓和了很多 不过所有人生就是看着江浩 既然是误会 那我们再来喝一杯 缓解一下刚才的误会吧 老板 美人再来一大杯威士忌 江浩说着 酒吧的老板这个时候 才从桌子底下钻出来 一脸平静地笑了一笑 给美人倒了一杯 江浩举起酒杯说道 为了解除误会 干杯 然后一口喝掉杯中的酒 其他的人一看 也赶紧跟着喝掉 放下酒杯 江浩对酒吧老板说道 这里的损失 我会赔偿给你的 不过你不要想着坑我 老头笑了一笑 当然不敢 是不敢 而不是不会 所以老板也是看人下菜的 和一群流氓地痞 以前的黑手党混在一块的人 他能是一个什么老实人吗 江浩扫过这些人说道 我感觉你们的日子 不太好过呀 连酒都不敢喝太饱啊 那个壮汉立刻说道 现在战争爆发了 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除非那些贪污的政客 或者是军官 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 改变现在生活吗 江浩寻寻善诱地说着 当然想 现在我们只能靠着一点 微薄的收入 要养活一家的人 只能勉强地不饿肚子而已 有人沮丧地说着 江浩摇了摇头 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如此 一定要活得精彩 这样子老了才不会后悔 然后在穷困潦倒当中死去 随后江浩的声音渐渐高了 你们愿意在这种酒馆 只喝最便宜的卖酒吗 酒吧的老板翻了翻白眼 你们愿意看着 你们自己的孩子和妻子 整天忍饥挨饿吗 你们难道就没有想过 过更精彩的人生吗 这群家伙有些懵了 不过还是不自觉点了一点头 江浩的声音更高了 而且嗓音变成了一种 类似于涌炭掉的味道 拿命搏未来 梦想才会启航 改变是痛苦 不改变是受苦 你有梦想 就要去捍卫它 哪怕在半路跌倒 懦弱给谁看呢 没人会可怜你 释放你的梦想和野心 拼搏 未来是拼搏出来的 众人的呼吸都有些急促了 被江浩忽悠得不轻 可又有人却问道 我们不怕死 我们也想改变 可有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江浩忽悠 江浩看起这些人说道 所以我来了 我来指引你们了 如果你们又愿意跟随我的 明天上午到我住的地方 我带你们拼搏出一个未来 今后的日子肯定会比现在好过一百倍的 江浩说完之后 给酒吧的老板丢下三百里了 算是赔偿砸酒馆的钱 然后直接出了酒吧 有人追随着出去了 看到江浩上车离开 酒馆当中一片狼藉 不过酒馆的老板却十分的高兴 砸坏的桌椅很多修一修就能用了 那玻璃杯又能值几个钱呢 他是赚到了 壮汉和他的同伴还坐在那 讨论着江浩的提议 有人就说道 他说让我们跟着他干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 前些年政府把所有的黑手党都抓了 直接拉到广场枪毙 那一幕我还记得 可他们剩前很风光啊 可他们死的也很惨嘛 这时 那个和江浩动手的壮汉一排桌子 所以我们受穷 想想以前的黑手党是多么的风光的 再看看我们 就像刚才那个人说的一样 难道你们甘愿一辈子受穷吗 反正我不愿意 那如果他骗我们呢 有人问道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吗 哦 对啊 回到家 躺在自己床上 江浩仍旧想着黑手党的事情 西西里岛能诞生黑手党 可谓穷山恶水出刁民 这句话最典型的印证了 这里偏远 这里困骨 从古至今 西西里岛发生过无数战乱 被各种势力争夺 就算二战时 盟军对意大利本土的战役 也是从西西里岛开始的 因此 这里的人民 不得不把自己变得更狠 更恶一点 以此来保护自己和家人 同时也造就了西西里人民的团结和固执 他们重视家庭 重视传统 重视忠诚 黑手党内部的组织非常严密 如果敢有人背叛或者告密 下场只有一个 死亡 包括他们的家人 今天他到酒馆做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只希望能够收到好的效果 第二天凌晨五点 江浩姐来跑步 在海边练了一会儿拳 出了一身汗之后回到自己家 洗了一个热水澡 吃过早饭之后 江浩在客厅看书 他在等 在等那些人过来 啪啪啪的 门环北轻轻地扣响了 费得了太太去开门 就看见外面站着一群男子 费得了太太有些愣 问道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打头的那个高大壮汉脱下帽子 我们找雷纳托 伯纳诺先生 昨天晚上我们约好的 哦 那你们进来吧 费得了太太 带着一群男人进来 江浩就坐在客厅看书 自然知道他们过来 这些家伙走进客厅 看到江浩之后 恭敬地问候了一声 伯纳诺先生 我们来了 江浩看了看九人 微笑地站起身 很好 你们选择了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五 一百四十二级 江浩转过头 对费德勒太太说道 请给我们煮一壶咖啡 好的先生 费德勒太太去了厨房 江浩看起这些人问道 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那个壮汉率先开口 我拿诺先生 我叫戴维 其他的人 一一地开口 爆出自己的名字 费德勒太太 把咖啡端了出来 每人送上一杯 江浩说道 费德勒太太 我们有一些事情要谈 有需要的话 我会再叫你的 好的先生 费德勒太太 很懂规矩 出了客厅 并且关上了门 她直接回到了厨房 江浩再次看向众人 眼神射出锐利的光芒 身上曾经大老的气势 散发出来 对这些人说道 诸位 你们想好了 是否愿意跟着我干 提前说好 只要加入 就要遵守规矩 我想你们应该 听说过那些规矩吧 是的先生 我们已经想好了 一个叫做 卢坎托尼的家伙说道 其他的人纷纷应讹 随后 这些人开始宣誓 将跟随和效忠江浩 江浩又和他们 重新的重复了一遍 黑手党的规矩 最重要的几条就是 背叛者死 告密者死 永远忠于效忠者 当然 首领也有义务带领 他们走向辉煌 这是他们效忠的前提 就像是古代的贵族 和骑士一样 一旦贵族成为更大的贵族 就要分封赏赐 骑士 让他们也成为贵族 在欧洲 人们最吃这一套了 黑手党有着严密的组织构架 每个家族的带头人 都被叫做老板 或者教父 自然是拥有最大权利 下面还有二老板 也就相当于副手 这个人数不等 权利也不小 有些事情 可以不用汇报教父 直接处理 至于在下面 就是组长 组长算是带队干活的 是事情的直接操作者 打仗冲锋 是冲在最前面的 最下面的就是士兵 也就是组长手里的人选 这些人没什么职务 可也是正式的黑手党成员 当然 在大家族里 有许多其他职位 就比如 政治顾问 法律顾问 财务顾问等等 除此之外 还有帮手人员 这些人不算是黑手党成员 可却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就比如政客 警察 投资银行家 律师 毒品贩子 甚至盗贼 皮条克小混混等等 这九人之前 就属于帮手小混混一流的 现在江浩的人寿还少 只有九个人 暂时并不用设定这些 只要确定他是首领就可以了 至于以后嘛 等人多了 存活下来了 看出他们水平了 再划分 职务也不迟 卡鲁托尼是一个比较精明的家伙 他对江浩说道 老板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以前黑手党如何做事你们知道吗 江浩问道 绑架 勒索 抽杀 和政府对着干 有人说道 有人说道 不 这可不是江浩想要的 老式的意大利黑手党 并不重视赚钱 他们一开始的出发点 就不是为了赚钱 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在西西里的生存而已 江浩觉得应该学习后期美国的黑手党 以赚钱为主 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和实力 而不是主动的和政府对着干 要知道 现在的摸索里尼可还在台上呢 那可是一个杀人魔王 对黑手党绝不手软 也就是为了应对战争 他才结束对黑手党的进一步屠杀 江浩看向这些人说道 首先 我们要隐藏好自己 我们绝对不对外称 咱们是黑手党 你们只是我的朋友 是为我做事的伙计而已 我们现在最主要做的 就是赚钱 只有赚钱才能够让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 才能够收人 才能够变得更强 有人问道 那我们做什么 是绑架城里的富商吗 不 那并不是长久的生意 而且非常容易引起反感 我们要做 就做人们喜欢的事情 江浩说道 众人都愣了一下子 黑帮做什么 人们能够喜欢呢 走私 江浩吐出几个字 走私 走私什么呀 江浩笑了一笑 现在人们最缺的是什么呢 立刻有人说道 缺少工作 缺少赚钱门路 缺少食物 缺少香烟 可以说一切都缺 对 只要是缺少的 就是有需求的 我们就可以 从这些方面下手 你们有没有办法 弄到船 可以出海远行的船 最少 要能够穿越地中海的 壮汉 达威说道 老板 以前很多的商船和渔船 现在因为战争很多都停了 应该能够找到的 你们知道能从什么渠道 弄到足够多的粮食 或者其他食物吗 江浩再次问着 卡卢托你说道 黑市就可以买到食物 其实农民的手里也不缺粮食 只是不愿意出售给政府 如果要弄的话 可以弄到 只是价格可能会有些贵 大概是市场价格的一倍左右 老板 这些粮食要卖到哪儿去啊 江浩指了一只远方 价格高不害怕 我们可以卖出更高的价格 那边有一群嗷嗷带步的人 正在等着粮食 只要我们运过去 我相信他们愿意出 三倍或者五倍的高价购买 什么地方 江浩笑了一笑说道 突尼斯 众人都是一惊 老板好大的手笔 竟然想穿过海峡去走私 有人立刻说道 可是那边现在被德国人占领 海上还有咱们国家的舰队 防护海峡 想要往那边走私的话 恐怕不容易啊 江浩说道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事情 容易的都赚不到钱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最赚钱的生意 永远是乏力不允许的 我们要赚钱 就要走别人 没走 或者不敢走的路 要是没路 那我们就蹚出来一跳 那里被德国人占领 我们可以贿赂那些德国军官 我们不是英国人 不是美国人 我们是意大利人 我们是盟友 不是吗 说到这里江浩笑了 江浩看向壮汉大卫说道 大卫 你带三个人 负责租一条渔船 没问题老板 卢卡 剩下的四人归你 你去组织货源 面粉 玉米粉 奶酪 黄油 巧克力 火腿香肠 咖啡豆都可以 对了 再准备一些红酒 虽然我们西西里岛的酒 并不出名 可是现在没人在乎这一些 只要有 就已经很不错了 江浩拿出自己 仅剩的两万里了 分别交给两个人说道 等这些准备好 我们就出发 前往托尼斯 这是讲好最后的钱了 如果失败 好吧 那就做回老本行 虽然绑架很低级 可是该做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手软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43集 江浩变得忙碌起来 虽然事情交给手下去办 但他不可能完全放人不管的 毕竟都是新手 很多事情都需要他盯着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去拿主意呢 船租好了 是一条20吨的小渔船 柴油发动机 就是速度慢了一些 从希拉库渣 到突尼斯 需要穿越突尼斯海峡 大概是150海里 需要行驶10个小时左右 江浩看过那条船 说实话 很破旧 有些地方都生锈了 他真怕一个浪头打过来 就把他给拍散了 可是条件有限 现在也只能够这样 卢卡采购了一批 食品 面粉 玉米粉 这些东西不缺 他们都是从当地人 直接购买的 至于其他东西 就比如奶酪 黄油 巧克力 火腿香肠 咖啡豆这些 他们只能是 有多少算多少了 红酒 准备了十仙 这是江浩特意要求的 西西里岛上 有不少的葡萄庄园 初产葡萄酒 不过 西西里岛的气候 不算好 酿出的红酒 只能说是一般 就算是后世 这儿的葡萄园 经过葡萄改良 但也没能够酿出 多么有名的酒来 更别说现在了 最后 江浩又特意地 在底下渠道 弄了一批枪 几把手枪和几把步枪 用以防身 现在是战争年代 就是不会缺少武器 弄这些枪 比弄食物 要简单得多 东西都准备好了 江浩带着自己 几个手下上了渔船 趁着夜色向着大海驶去 他们准备走夜路 趁着夜色穿过海峡的 江浩不止担心 突尼斯的德国人 还要担心意大利的海军 现在是1941年 德国人与英国人 还在北非熬战 战况非常激烈 意大利也参与了北非战争 意大利海军 负责看守地中海 江浩他们的走私船 如果被意大利海军抓住 走私的货物会被没收 人也会直接被关进监狱 跑 你一条小破船 跑得过战舰吗 如果你真的跑 他们会拿大炮轰你 一点都不带犹豫的 所以江浩他们也准备了意大利旗 准备着被发现的时候 直接举旗表明身份 希望能够蒙混过关 让战舰以为 自己是偷偷出海打鱼的渔船 突尼斯是多方争夺的重点之一 江浩没敢选择最大的城市突尼斯 而是选择了距离西拉库扎 最近的突尼斯港口小城 莫纳斯蒂尔 此刻的莫纳斯蒂尔的人口 只有两三千三四千 和西拉库扎的规模差不多 江浩选择这里是有原因的 第一 就是这里比较偏僻隐蔽 军队不会太过注意他们 可以作为中转战 第二就是 卢卡托尼在这里有关系 他有朋友在这儿 更加容易了解这边的情况 做生意 成功的第一步很重要 小船在漆黑大海上 缓缓慢慢地潜行着 不得不说 他们的运气很不错 一晚上醒船 都没有遇到意大利海军 等到太阳从海平面升起的时候 他们已经看到了陆地线了 渔船在一处荒滩亭下 卢卡带着两人下船 去寻找他的朋友 到了中午 卢卡带着一个人回来 在渔船上 江浩见到了这个叫做 阿迪的扑尼斯人 阿迪四十来岁 一脸沧桑 不过一双眼睛却很是精明 两人握手之后 阿迪说道 我听卢卡说了 你们带来了食物 现在扑尼斯奇却食物 德国人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 无数的人在饿肚子 哪怕是以前的有钱人 你觉得这些粮食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江浩问他 阿迪摊摊手 现在法币崩溃了 我们就用里拉来算吧 黑市场的麦粉 四十到五十里拉一公斤 玉米粉 三十里拉一公斤 奶酪 黄油 巧克力 火腿肠 香肠 咖啡都这些 都是奢侈品 有价无市的 江浩的心里默默地算了一下子 单以麦粉 玉米粉来算 大概是他们收购的四五倍价格 利润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法币崩溃了 那黑市如何交易呢 用黄金或者珠宝 家里的艺术品 台灯 衣服 家具 窗帘 书籍 反正一切能换的 在黑市都能见到 包括女人 阿迪无奈地摊了摊手 人饥饿的时候是没有底线的 江浩看着阿迪问道 不知道啊 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 跟着我们一块赚钱呢 阿迪一听 立刻地站起身 俯兄对着江浩鞠了一躬 是的 伯纳诺先生 在卢卡和我说这些的时候 我就有了这个想法 我们现在快饿死了 只要有活下去的机会 我不怕死的 江浩拍了拍阿迪肩膀 算是认同了他的加入了 阿迪说道 伯纳诺先生 我还有一些朋友 他们现在也挣扎在饥饿的边缘 还有他们的家人也是如此 我想 他们也愿意为了食物拼命 可不可以招说他们加入呢 可以 在突尼斯 我也需要手下 打通通道之后 以后突尼斯这边的事情 我准备交给卢卡负责 你作为卢卡的副手 江浩说着 阿迪高兴地再次弯腰鞠躬 随后 江浩又询问了关于 莫纳斯提尔德军守卫的情况 这些阿迪了解的不多 只知道德军在这边留守了一个连的兵力 军官是一名德军上尉 叫什么名字不清楚 德军对黑市控制的严格吗 江浩问道 很严格 只要抓住 就会没收所有东西 仍关进监狱 不过德军毕竟人数有限 黑市商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巨道 所以被德军发现的还是少数的 那黑市流出的物资充足吗 阿迪用力地摇了摇头 不够 永远不够 差得太多了 现在粮食的价格还在持续上涨 很多人依旧在饿肚子 供不应求 这就是市场 现在来看市场前景非常光明的 卢卡 阿迪 找一处秘密仓库 把这些东西尽快地搬上岸 然后今早地打通黑市渠道 把它们销售出去 江浩说着 好的老板 几人一块应答 这时阿迪问道 老板 你打算换成什么 纸币现在都成了废纸了 黄金珠宝是最应通的 但是所有的商人都瞄准了黄金珠宝 所以相对换的就少 如果换取其他东西 比如书籍 毛毡 艺术品这些 能够有更高的利润 就是运输和销售比较麻烦 江浩早就想过这个问题 现在突尼斯的烟草多不多呀 价格如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版 第144集 老板 您打算换什么 纸币已快成废纸了 黄金和珠宝是最硬通的 但所有商人都瞄准了黄金珠宝 所以换的就少了 江浩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 脸就问道 现在突尼斯的烟草多不多 价格如何 突尼斯坐落在北非 历史上突尼斯就是地中海海上贸易中心城市 海贸极其发达 这里的人很有钱 沿海地区有大量种植烟草的历史 也是突尼斯的主要贸物贸物之一 老板 这里烟草很多 那东西又不当饭吃 价格反而下降了不少 很多人担心囤积久了会发霉 那样子他们就会血本乌龟了 阿迪说着 江浩心中一下就乐了 发财的机会来了 战争爆发之后 大型商运基本上都已经停止了 西西里有粮食 可不产烟草 现在香烟的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 烟丝的价格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 如果把烟草运回西西里 又是几倍的利润 一直等到夜幕降临 渔船在一处偏僻的小马都停下 一群人摸黑过来 为首的正是卢卡和阿迪 他们背后还有十几个 背着包裹的戴着头巾的突尼斯人 人们动作很快 不多时地把所有的货物搬上岸 转移到了一处民居里 这里就是他们的藏货地点 江浩也住进去了 当天晚上 卢卡和阿迪就带着一些货物样品 去找买家 不得不说 现在的食物真的很抢手的 不管是什么 只要是食物就能够卖出去 而且是高价的 凌晨时分 卢卡回来了 老板 我们找到了一个本地的黑商 他愿意四十一里拉价格 收购所有面粉 二十里拉价格 收购玉米粉 其他的也一块吃下去 我和阿迪还是觉得价格稍微低了一点 所以我过来找你商议一下 唯一的好处就是 他能够一口气 把所有的货物全部吃下 能够省去我们很多事情 江浩笑了一笑 拍了拍卢卡肩膀说道 卢卡 以后突尼斯这边 有你负责 要学会自己做决定 卢卡低下头 我知道了 老板 带着搭卫他们一块去交易 注意安全 我们不要其他东西 全部换成烟草 今晚直接撞出来 江浩说着 黑吃黑不是没可能 这些也要注意 我明白了老板 卢卡说道 一群手下忙活了整整一晚上 完成了这次交易 江浩去看的时候 船舱里装满了烟草包裹 来的时候 江浩他们的货物 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 卖出这些货物 获得四倍的利润 相当于赚到十万里拉了 然后又换成了烟草 而烟草等到了西西里 这价格又会翻上好几番 如果这些烟草 顺利地带回西西里 它可以获得最少五倍的利润 也就是说 就光这一趟 它的两万多本钱 一下子就变成了五十万里拉 这绝对是令人疯狂的暴力 不过他们也是别着脑袋 在做这个生意的 不管是意大利人还是德国人 反正只要是被抓住 他们就是血本乌龟的下场 一直到了傍晚 渔船才悄悄地出发 海上的十个多小时 所有人都没合眼 心中担惊受怕的 不得不说 三清道祖秦关帝君 确实保佑他们 回去的时候 仍旧很顺利 没有遇到海军的巡逻队 当踏上西西里岛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忍不住地欢呼起来 江浩也感觉松了一口气了 把船停在一处隐蔽地方 一直到了晚上 才悄悄地卸下这些烟草 等烟草包裹 全部放入仓库之后 江浩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寻找买家 把他们卖出去 这些事情 交给卢卡和大卫去做 江浩就直接回家了 费得了太太惊讶地说道 先生 您这么晚回来了 这趟去巴勒墨的旅程 还好吗 走之前 江浩告诉他们 自己去巴勒墨有些事情 所以费得了太太 才会如此地问 是的 很顺利 费得了太太 有热水吗 我想要好好地洗一个澡 对了 请帮我准备一份 丰盛的晚餐 江浩说道 没问题 先生 洗了一个澡 一澡之前浑身的海星味和烟草味 吃着费得了太太准备的晚餐 江浩觉得这才是生活 好好睡了一觉 一觉到天明 早上起来运动 路过玛琳娜家的时候 发现窗户还没有打开 那位女士应该还在睡梦当中吧 两天之后 大卫和卢卡一块来见江浩时 大卫说道 老板 找到了一个大买家 他对咱们的烟草非常喜欢 每包烟丝 愿意出两千三百里拉 您看可以吗 江浩在心中默算了一下 这些烟丝是每包四百里拉的价格买的 现在赚了将近六倍的价格 很不错了 如果把这些烟丝全部卖掉 这一趟江浩将会赚到六十万里拉 两万出门 回来变成六十万 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加暴力的买卖吗 安全吗 江浩问道 对方愿意先付款 而且承诺 以后如果还有严丝 有多少要多少 卢卡说着 好 卖给他 记住 先拿到钱 现金 江浩说着 是 我们明白 当天晚上 达威和卢卡再次来到江浩家 江浩直接带着他们来到二楼 达威打开手中的皮箱 里边是满满的一箱子大额的里拉 一共是六十一万五千里拉 大卫兴奋地说着 看着满满的钱箱子 江浩点了一点头 非常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我相信 以后我们会越来越有钱的 我们会过上更好的日子 江浩从钱箱子里拿出几搭钱 对两人说道 你和卢卡是组长 每人一万 剩下的人 每人五千 由你们去发放 卢卡和达威都高兴地接过了钱 之前的那些是老板的 这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 一万块 他们要辛辛苦苦一两年才能赚到这么多钱 现在几天时间就赚到了 他们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 妻子孩子不用再为了一口吃的 而饿肚子了 孩子们可以吃上黄油 奶酪 甚至巧克力 妻子也能够穿几件新衣服了 人的追求 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至于其他人的五千 这个两人没有意见 当初制定规则的时候就说好 下层人员就是赚的少 想要赚更多钱 那就多为组织做贡献 继续努力往上爬 老板 接下来该怎么做 卢卡问道 江浩说道 准备一条更大更好的渔船 下次可以运输更多货物 下次还是运回了烟丝 还有 这段时间 准备三十万里拉的粮食和食品 我准备十天之后再跑一趟 是 老板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海风轻柔 江浩在画板上随意涂抹着幽彩 一幅海天画卷纵月纸上 突然间他看到远处走过了一个深影 马莲娜出来了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 他可能又是去职业介绍所 问自己的工作情况的 他始终低着头 视线描向地面 不会四下打量 更不会与人对视 马莲娜 就在马莲娜走过江浩身边时 江浩叫了一声 马莲娜有些惊讶地抬起头 伯纳诺先生 有什么事情吗 马莲娜 最近还在找工作吗 江浩甘心地问道 马莲娜迟疑了一下子 是的 还在找工作 看着略显拘谨的女人 江浩说道 马莲娜 考虑一下我之前的提议吧 做我的模特 我支付的报酬 足够你的生活 不要在意那些流言蜚语和诋毁 因为就算你没有任何错误 他们哪怕是编造谎言 也会把污蔑的言语 扑洒在你身上 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们妒忌 马莲娜听得有些发愣 以往她只听到过两种声音 男人的奉承和女人的诋毁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和她说这些 她突然觉得 这个伯纳诺先生 非常的懂她 一双美目 在江浩的脸上 缩寻一圈之后 谢谢你 伯纳诺先生 不过 我要走了 微微点点头 女人离开了 还是那么的敏感 她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 却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在这个世界上 美丽的女人只有两个下场 被强大的男人保护 或者被人摧残 下午 达威和卢卡找过来 卢卡说道 老板 您交代的任务 我们做得差不多了 一共找了二十名手下 前几天 江浩给手下下达命令 现在他们组织的人手 还是太少了 想要做大事 必须人手足够 不过江浩的要求也很严格 必须是合适年龄的男子 要敢打敢拼 还必须要收口如瓶 他们九个人都可以推荐 只要有合适的 就吸收进组织 二十个人 不错 晚上我会过去的 接受他们的宣誓 大卫 让你准备的枪 准备好了吗 江浩说道 是的老板 我这几天弄过了一批枪 现在组织里 每人人手一把手枪的 还有冲锋枪 作为备用武器 物资准备的怎么样了 只有一半 我们西拉库渣 还是太小了 三十万里拉的货物 一时半会儿凑不齐 但我估计 再有四五天 应该差不多了 卢凯说道 好 这次多准备一些酒 江浩说着 好的 我会想办法 把穿仓填满的 粮食不够酒水来凑 不管是什么 主要是吃的 就能够卖出高价钱的 一晃五天过去了 物资准备齐全 这次他们换了一艘 五十吨的渔船 可以装载更多的货物 趁着夜色 江浩再次启航 这次 江浩没有让达威去 只是让卢卡 带着他的那一组人 以后走私跑船的事情 主要就由卢卡负责 江浩已经给达威 安排了其他的任务 希拉库渣 还是太小了 想要筹集到更多的物资 就必须要扩大范围 枪号考虑可以把手插进其他的几个镇的黑市 船行一夜 他们没有遇到意大利战舰 顺利抵达 莫纳斯蒂尔 阿迪过来接他们 货物直接搬入居民所藏起来 现在阿迪手里 也有二十多个人了 这次江浩过来 也给他们带过了武器 然后就是发工资 江浩不给他们发现金 因为那些东西 在突尼斯没用 现在最好的就是粮食 当每个人身边都堆着一堆食物的时候 这些家伙一个个都是喜笑颜开的 江浩对着阿迪说道 这次我带过的满满一船食物 价值大概在四十万里了 如果在这里出售 应该能卖上一百二十万里了 阿迪摊了一摊手 皱着眉头说道 老板 应该可以卖更多的 现在黑市的粮食价格又贵了 这批货 估计能卖到一百六十万里了 江浩看着阿迪 粮食贵了 我们赚得更多 你为什么会是那副样子呢 因为粮食贵了 我们生活会更加困苦了 阿迪说着 江浩拍了拍的肩膀 放心吧 其他的人我管不了 只不过只要是跟着我的人 我保证你们不会饿肚子 非常感谢老板 不过江浩又考虑到了一个问题 一百六十万里了 如果全部换成了 突尼斯的烟草 那将会是很大很大很大的一堆的 他的船根本装不下 虽然现在换成了五十吨的船 可是最多也只能装下三十万里拉的烟丝 那怎么办老板 阿迪问道 那就换成黄金珠宝首饰 江浩肯定地说着 现在突尼斯的法郎是废纸 要了根本就没用 等到再过两年 意大利战败 这意大利的经济崩溃 里拉也会变成废纸 还是黄金珠宝 比较保险 当然 秦燃在西西里卖烟丝的那些钱 也该考虑考虑怎么花了 这次回去带上三十万里拉烟丝 可以卖到一百五十万里了 只要留下几十万运转就可以了 剩下的要尽快地花掉 换成战后更加有保值的东西 或许以后将好不会再为赚钱而发愁 而是再为花钱发愁了 卢坎和阿迪 已经有了完整的销售渠道 这些不用江浩操心 只需要等待几天的时间 江浩对卢坎说道 巧克力 咖啡豆 火腿香肠 给我留下一些 还有红酒 给我剩二十项 老板 你要做什么去啊 卢坎问道 我想去拜访一下德国人 江浩说着 旁边的阿迪一惊 立刻说道 老板 德国人非常凶 非常的不好打交道 我建议您离他们远一点 江浩摇了摇头 阿迪 如果你被德国人抓了 下场会是什么 阿迪一愣 陈生说道 会被关进监狱 或者直接墙壁 对 这就是他们对待走私者的手段 可是我不想你们被抓住 更不想你们被枪壁 所以 我必须去见德国人 如果成功了 你们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 我们的事业 也将蓬勃发展起来 江浩说着 阿迪看着江浩 心中满是感激 谢谢老板 当然 江浩不会直接去军营 见德国人 那样太危险了 他让阿迪留意 看看那名德国军官 是否会参加什么酒会之类的 他觉得在那种场合下见面 更加的容易沟通 当然 如果对方不喜欢走私贩的话 他也更容易逃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46集 阿迪速度很快打听出来 明天在 莫纳斯蒂尔最大的酒店 有一场酒会 到时候会有很多商人过去 据说德军守备也会参加的 轿车停在酒店门口 江浩整理了一下西服 走到酒店的门口了 门口的服务生没见过江浩 可因为他的穿着 也没人敢上前阻拦 酒会是西式的 有人在弹着钢琴 男人和女人们翩翩起舞 江浩就在酒会的一角观察情况 在另一侧 有几个穿着德军军服的军官 江浩见其中的一个 挂着上位的军衔 看来他应该就是这次的目标了 在来到这之前 想好仔细打听了一下 莫纳斯蒂尔德军守备的情况 这里驻守着德军的一个连的兵力 连长是一名上位 叫做卡尔鲍曼 至于性格 好像并没有什么残暴的举动 江浩端着一杯酒走了过去 用着不太流利的德语 对军官说道 你好 卡尔上尉 我是一名 意大利商人 博纳诺接受过高等教育 会一些简单的德国口语 军官用有些狐疑的目光看着他 意大利商人 卡尔鲍曼 用流利的意大利语说着 江浩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能够交流无障碍了 是的 我是一名意大利商人 江浩直接改为 用意大利语说着 在 莫纳斯蒂尔 以前没有见过你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卡尔鲍曼 井上尉问道 我只是希望 能和鲍曼尚尉交流一下 当然 如果能够成为朋友的话 那就更好了 江浩说着 鲍曼尚尉上下打量了一下江浩 脸上带着一种莫名的微笑 成为朋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该不是个正经商人吧 要知道本地的外来商人都有登记 我认识在场的每一个 可是我却没有看过你的资料 是的 我是一个走私商人 江浩直言不讳地说道 鲍曼上尉对江浩的话也感到惊讶 真是有意思 你是第一个主动来见我的走私商人 难道你不怕我抓你吗 当然怕 所以我才主动过来的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 可我不希望是在我 或者我的手下被抓捕的时候 才跟您见第一面 那样会非常被动 还不如主动地来见一见您 鲍曼上尉认真地看着他 忽然间笑了 你吸烟吗 鲍曼上尉突然问道 是的 雪茄呢 我很喜欢雪茄 那我们到阳台去抽根雪茄 当然好了 两人来到阳台 鲍曼上尉掏出了一个精致的银制盒子 里面是已经捡好的雪茄了 鲍曼上尉递给江浩一个 然后自己用大火机点上 江浩也点上之后吸了一口 正宗的突尼斯雪茄 江浩说道 对 我让人专门制作的 从考制到添加香料 再到揉搓 都是最好的 可以比你最好的雪茄 对了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鲍曼上尉吐了一口烟 问道 食物 现在突尼斯最缺这个了 江浩说着 是的 突尼斯缺食物 可是什么地方不缺呢 德军也缺少食物 德国本土 现在也进行了食物管制 每天提供的粮食 只能说饿不死人 军队的粮食 也只能基本满足 至于好一点的 那就不要想了 鲍曼上尉说着 明天我给鲍曼上尉 您送一车过去 改善一下您的生活 江浩说着 哦 都有什么呀 上尉问着 江浩答 有火腿 香肠 奶酪 黄油 咖啡豆 巧克力 红酒 鲍曼上尉 脸上露出笑意 非常好 都是我喜欢的 现在你可以说一说 生意的事情了 你准备和我怎么谈呢 两成 总利润的两成 将好说的 鲍曼上尉 微微地皱着眉头 两成 有些少了 那您觉得 四成 鲍曼上尉轻轻地说着 还真是狮子大张口啊 江浩陷入沉思了 好一会儿之后才说到 四成可以 不过 我要求保证绝对安全 只要是我的货物 在这里畅通无阻 在莫纳斯蒂尔 完全没问题 但在其他的地方 我就不能保证了 鲍曼上尉 没说着 当然 只要在莫纳斯蒂尔 这儿安全就行了 他完全能够把这里 打造成整个 突尼斯的走私码头 两人伸出手握在一块 算是达成了这次交易 今天的收获很大 江浩没有过多停留 直接返回驻地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 卢卡和阿迪 阿迪听过这个消息之后 心中无比震惊 老板 您可真厉害 竟然打通了德军关系 那从此以后 咱们在莫纳斯蒂尔 就可以安全走私了 卢卡说道 四成利润 是不是太高了 将好拍了拍了肩膀 如果一块蛋糕 只有十寸大 一个人吃 而有了伙伴 这块蛋糕变成一百寸 虽然只有六成利润 但你觉得 我们是吃亏了 还是占便宜了 当然是 一百寸的六成利润 能够各多嘛 可是我觉得 他获得的四成 太容易了 卢卡说着 不 卢卡 他也付出了 只不过 他的付出 对他来说很容易 可是却是我们必须的 如果我们的货被人查了 人被抓了 那难道不是更大的损失吗 江浩 尊尊教导着卢卡 他很看好卢卡 卢卡脑子非常好用 以后完全可以 把他培养成 对外代理人 二老板的角色 江浩转过头 又对着阿迪说道 去和那些黑石商人们说一说 他们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组织 现在我们有了保护伞 如果他们加入我们体系 可以把这个生意做到 我们的走私网 能够延伸到其他城市里去 老板 我会和他们讲的 我相信他们愿意会加入的 卢卡 派个人 明天早上 把我之前留下的那些食物和酒 送到德军军营 交给豹满上尉 几天之后 货物全部卖出去了 江浩得到将近一百六十万的货款 他没有食言 带着价值六十万里拉的黄金 与豹满上尉见面 在车上 豹满上尉打开箱子 当看到里边的黄金时 也被震撼到了 一次就 赚这么多吗 豹满上尉有些激动地说道 是的 而且我相信 只要我们合作愉快 以后还会赚更多的 江浩说 豹满上尉和尚箱子 对江浩说道 放心 我保证以后你的商品 在莫斯蒂尔 那 腸痛无阻 两人愉快地握了握手 第二天 江浩坐船返回西西里 在船上 他还对卢卡交代道 图尼斯的渠道 我已经打通了 以后你可以和豹满上尉直接联系 今后走私生意有你负责 没问题吧 老板您放心 我绝对能做好 卢卡立刻保证着 老板把路都铺好了 他只要按照规矩做就可以 这都完不成 那就太废物了吧 大卫那边 我正在让他开拓销售和进货渠道 你回去之后和他联络 看看收效如何 这批烟丝要尽快出手 组织成新的活源 还有 以后的生意会越做越大了 要继续招收人手 你们挑选好人 把名单和关系扔给我 入会宣誓 到时候我会在场的 江浩一件件的交代清楚 这次之后 他不会再亲自参与走资 让这些手下们去做 他要做的是幕后的老板 而不是冲锋县镇 船回到西西里岛 刚回到家 废德勒太太就告诉了江浩一个消息 先生 我们那位邻居玛莲娜 她的丈夫死了 政府说她在北非战争中牺牲了 镇上还有几个人也牺牲了 明天要举行葬礼和祭奠仪式 玛莲娜丈夫死了 她记得电影里 玛莲娜的命运 就是从她丈夫死的那一刻 彻底滑入深渊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47集 男人因贫穷而沉沦 女人因饥饿而堕落 儿童因黑暗而愚猛 威克多 愚果 悲惨世界 马莲娜的丈夫死了 她很伤心 可为了祭奠亡魂 却被弄成了圣母 马利亚造型 抬在高高的架子上 受人瞻仰 江浩 站在人群中 能够感觉到 她内心的悲伤 可阵子上的男人们 却很兴奋 他们觉得 他们的机会来了 葬礼结束之后 无数人在马莲娜家门口的那条石子路上游荡 这条平时很安静的海边乱石路 一下子热闹起来 小镇的女人们更加妒忌了 也因此镇子上针对马莲娜的各种谣言四起 在女人们的口中 马莲娜成为了一个荡妇狐狸精 有人给马莲娜的父亲 写了一封匿名信 说马莲娜和镇子上的每个男人都有关系 是一个十足的荡妇 马莲娜的父亲很生气 断绝了和马莲娜的来往 他没有收入 现在又不能到父亲家里去吃饭 一下子就陷入窘境了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依靠谁 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生存下去 他现在承受着丧肤的疼痛 也承受着饥饿的折磨 啪啪啪啪 门环被拍响 马莲娜擦了擦眼角的泪痕 他起身开门 打开房门之后 发现是自己的邻居 他有些惊讶 带着几分哀晚地说道 你好 伯纳诺先生 有什么事吗 与先生阵亡真是很遗憾 我参加了葬礼 几天没看你出门了 我想过来看看你 江浩说着 请进吧 马莲娜让开门 江浩提着一个包裹走进去 狮子路上 此刻有很多男人正在来回地游荡着 他们看到江浩竟然敲门进去 一个个对江浩生出妒忌之心 他是谁啊 他为什么会进到马莲娜的房子里 是个外来的画家 什么 画家 拉倒吧 艺术家都是一群色鬼 马莲娜不可能落到他手中的 一个外来人都感激于马莲娜 应该让治安官过来管一管他了 我觉得应该把他赶走 赶出镇子 男人们在外面一愤天鹰地讨论着江浩 但客厅内却很安静 江浩说着 现在或许你还沉浸在北桶之中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宽慰你 我给你带过来了一些吃的 有面包 果酱 奶酪 香肠 我只希望在你悲伤的时候 不要饿坏了身子 听到江浩的话 马莲娜感觉这位伯纳诺先生 真的很贴心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 一下子制约了他两项痛苦 谢谢你 伯纳诺先生 马莲娜很真挚地道谢 马莲娜 悲伤总要过去的 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 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过来找我 我听说你没了收入 政府也停发了抚恤金了 考虑一下我之前的提议吧 你可以来给我做模特的 那样的话 你可以赚到足够养活你自己的薪水 江浩再次提起做模特的事情 如果马莲娜有了稳定的收入 就不会再饿肚子 也就不会因为饥饿而滑入深渊 嗯 伯纳诺先生 我会认真考虑的 马莲娜说道 这次马莲娜没有直接拒绝 她确实需要一份收入来填饱肚子 江浩站起身说道 好了 那我就告辞了 我就住在不远处 这你知道的 如果考虑好了 可以随时过来找我 当然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也可以来找我 我是说 任何事情 在这一刻 马莲娜突然感觉到 有一道阳光照进她的心里 在她最冰冷无助的时刻 外面的那群男人 已经游荡好多天了 他们心中的想法 马莲娜一清二楚的 他们想要得到的是她的身体 可却没有一个人 真正愿意出手帮助的 江浩离开马莲娜的房子 出来之后就看到外边 散乱站着不少男人 一个个对她 投过不善的目光 江浩心里觉得 他们很可笑 一群无胆 而又色欲熏心的家伙 马莲娜打开江浩的礼物 立刻忍不住 掰下了一半面包 放进嘴里 然后她拿着食物来到厨房 在面包上抹上果酱 在放入嘴中那一刻 她觉得 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时刻了 柏纳诺先生是一个好人 或许我真的应该考虑一下 做柏纳诺先生的模特 刚回到自己的别墅 达威和卢卡就过来了 还有两个手下 汽车停在院子里 四个人每人提着一个皮箱 菲特勒太太早就认识了 达威和卢卡 知道他们都是 柏纳诺先生的手下 也就没多问 提着皮箱上楼 一共四个皮箱放在地上 卢卡说道 老板 烟丝全部卖出去了 这里是一百五十万里了 江浩满意地点了一点头 比预计的多卖了七万里了 看来伊安斯的价格又有所增长 做得非常好 江浩把其中的两项钱推了回去 巴维鲁卡 你们辛苦了 这趟生意 你们每个人两万奖金 两人一听 脸上立刻露出笑容 萨卡杜 巴沙利 法比奥格罗索 卡萨尼 他们四个 每人一万奖金 这四个人 现在是小组长 我想 法比奥他们会非常高兴的 达威说着 剩下的二十人 每人五千 这些你们去发放 好的老板 那些家伙 对您会非常感激的 卢卡说着 将好继续说道 至于剩下的钱 作为下次的资金使用 大卫 你掌握进货渠道 和西西里销售渠道 卢卡 你负责走私 和突尼斯的一切业务 我们的事业会蒸蒸日上 会越来越有钱的 也会越来越强大的 做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隐蔽 注意安全 如果真的有人拦我们的路 那该杀的时候 可就不要手软 组织继续招人 让组织里的人 推荐熟悉的人进来 我们要发展壮大 今后的西西里 必将是我们的天下 江浩的话又让两人热血沸腾了 老板 我们会好好做的 两人又提着两箱子钱 离开了别墅 江浩在房间内 看着两大箱子发愁 这些钱该如何处理呢 这两箱钱加上之前剩下的二十万里拉 他手里一共将近有一百万里拉 江浩也是见过大钱的 自然不会因为这点钱而激动 可是也不能放着这些钱 让他们贬值 对于一名学过经济金融的人来说 那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们花出去 最少要在两年之内 等到一九四三年 美军占领西西里之后 意大利投降 经济崩溃 这些钱会变成废纸一样的 走下楼 江浩看到费德勒和费德勒太太都在 江浩想了一想说道 费德勒 交给你一个任务 先生 你有什么事情请吩咐 现在市面上的食物 是不是越来越贵了呀 是的先生 比上个月最少增加了两三成 很多人都感觉无法承受 有人工作一个月 都未必能够填满一家人肚子 真是很难了 最近食物涨价厉害 恐怕与江浩的走私分不开关系的 他们在黑市收购大量的粮食 必然会抬高物价 这些不是江浩要考虑的 还有不是圣人 伊德利民众的生活问题 让莫索里尼让他去发筹局吧 也就是说 钱在不断地贬值 费德勒 交给你一个任务 购买更多的食物储存起来 越多越好 我记得厨房下边 有一个地下储仓室对吧 是的先生 一个很大的储仓室 费德勒太太硬道 把储仓室填满 江浩说着 费德勒太太惊讶地说道 先生 那恐怕需要很多很多钱啊 有多少 我不知道 不过恐怕需要几万里拉才行 江浩从兜里掏出厚厚的几大钱 放到桌子上 让费德勒夫妇都有些目瞪口袋 江浩不管这对夫妇的反应 这些钱我想应该足够了吧 面粉 土豆 火腿 香肠 鱼子酱 黄油 奶酪 果酱 各种调味品 各类罐头 各种红酒 只要是便于储存的 大量购买 其实江浩也可以通过 大卫他们弄到食物 要多少有多少 不过他做事谨慎 如果大卫他们 给他送来大批的物资 有些不太好解释 还不如直接让管家去买 反正他又不差钱 马林娜穿着一身黑衣 走在小镇的街道上 他准备再去职业介绍所问一问 看是否能找到一份工作 伯纳诺先生送的食物已经吃完了 他也渐渐走出了最初丧夫的悲痛了 他必须要为自己的生存考虑了 马林娜再次出现在小镇上 引起无数男人们的关注 男人们都会有意无意地站在马林娜 想要走过的路边 当马林娜走过的时候 一个个脱帽问候 马林娜请节哀 马林娜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接受我的午餐邀请吧 马林娜你仍旧是那么的美丽 而小镇上的女人们 再次发动她们的嘴都攻势 什么寡妇 婊子 妓女 下流的女人 没有她们说不出的词汇 马林娜做错了什么吗 没有 她什么都没做过 只是因为她的美丽 而引起这群女人的妒忌 她仍旧没找到工作 在回去的路上 马林娜感到很悲哀 也很痛苦 为什么就找不到 一份糊口的工作呢 她的要求并不高 慢慢地她想到 自己是不是 要答应伯纳诺先生的提议 做她的模特呢 这或许会让自己 背负更大的骂名 她能够想象到 那些女人会如何地说她 估计只要她一走进 伯纳诺先生的家 情妇和下流女人的名头 就会彻底地灌在她头上 不知不觉地走到自己家的门口了 她站在门口 看着百米之外的那栋房子 那是费德勒家的别墅 现在 伯纳诺先生就租住在那里 自己要不要过女的 突然间一阵饥饿感袭来 马林娜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是的 她太饿了 她昨天晚上开始 就没有吃过东西了 早上也只是喝了一杯清水 眼看就要中午了 她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地熬过去 马林娜看看自己的房门 毅然转身 向着别墅走去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48集 马林娜看看自己的家门 然后毅然截然地 向着别墅走去了 邦邦邦 房门被轻轻地敲响了 飞得了太太打开了门 就看到一袭黑衣的马林娜 露出了惊讶表情 随后上前 牵住马林娜的手 关切地说道 马林娜 没想到是你 我去参加了 尼诺的葬礼 真是令人悲痛 你过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马林娜沉静地说道 我来 找伯纳诺先生 伯纳诺先生 他应该在画室画画 我这就去通知他 你来了 飞得了太太 把马林娜领进屋 特意地倒了一杯热咖啡 里面放了两颗方糖 喝了一口苦中带甜的热咖啡 马林娜感觉到一股热流流入心田 这种感觉好舒服呀 江浩听到马林娜来了 立刻放下笔 下楼 他看到了马林娜之后 江浩笑了一笑 欢迎你来做客马林娜 非常抱歉 我刚才在画画呢 满手都是油彩 马林娜抬起头 看到江浩穿着一件衬衣 挽起袖子 手上还沾着不少的油彩 马林娜说道 莫娜诺先生 我现在需要一份工作 我想我可以做你的模特 江浩大喜 终于迈出一大步了 这个女人真的很难接近 她敏感而脆弱 电影里她爱她的丈夫 丈夫的死对她打击很大 可小镇上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她 男人们都怀着各种坏心思接近她 她只能把自己包裹紧 可最后打败她的是饥饿 只要她来到自己身边 江浩就不会再让那种事情发生 最起码不会让她处于饥饿当中 为了食物出去卖自己 江浩看到桌子之上那杯 已经喝光的咖啡 她明白了一些什么 看了看已经十一点钟了 大声地对费德勒太太说道 费德勒太太 请准备中午饭吧 我现在就感觉有些饿了 好的先生 费德勒太太在厨房回应了 请准备得丰盛一些 我要请玛莲娜女士吃饭 江浩再次说道 我知道了 先生 玛莲娜有一些拘谨的说着 伯纳诺先生 其实不必请我吃饭 我可以回家吃 江浩笑了一笑 我们是邻居 你还会变成我的工作伙伴 我请你吃饭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玛莲娜 你不知道 艺术是需要灵感的 而灵感来自哪里 沟通 如果我们彼此熟悉 明白对方的内心世界 这将会在我的画中体现出来 那样才能画出 有灵魂的画作 江浩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玛莲娜对艺术不是很懂 更不懂什么绘画技巧 只能是江浩说什么就是什么 午餐很丰盛 甚至可以用奢侈来形容 这样的火食 就算是希拉库扎镇的镇长 也未必能够经常享受到 或许只有在圣诞节那天才有吧 玛莲娜吃得很优雅 不过速度却一点都不慢 她确实饿坏了 而现在有一桌美食在眼前 她感到了幸福 吃过午餐之后 玛莲娜对江浩说道 伯纳诺先生 你觉得我何时开始工作比较合适 从你进门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江浩笑着说着 玛莲娜微微地惊讶 午餐也算吗 当然 我说过了 画家和模特要增加了解 交流很重要的 走入彼此的内心是最高境界 所以从现在开始 以后每天中午和晚上 你都在我这里吃饭 我们要时刻交流 江浩说着 玛莲娜有些窃喜 但还是有些忐忑 这不合适吧 不 没什么不合适的 这是工作 而且平时都是我一个人吃饭 很孤单 有你陪着 我感觉这是一种幸福 江浩说着 那谢谢你 伯纳诺先生 不用感谢 我说了 这是工作 两人继续喝着咖啡 这么轻松的工作 让玛莲娜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伯纳诺先生 我能看看你的画室吗 当然 在楼上呢 在楼上呢 请跟我来 两人来到楼上 画室是二楼的一间向阳的客房改造的 一个很大的房间 房间内的光线很充足 窗户打开 窗户打开就能够看到远处的大海 风景不错 房间内摆满了满满的画画的工具 稍显杂乱 架子上挂着一幅还没有完成的画 就是窗外大海的景色 江浩看看玛莲娜的一身黑衣 神情当中还带着一股淡淡的哀伤 他还没有从丧夫的悲伤当中走出 不过看起来更加的惹人怜惜 他突然有一种要把这个画面画下来的冲动 搬过来了一把椅子放在窗台下 照了一下光线对玛莲娜说道 你坐到上面 我看看 玛莲娜有些不明所以 不过还是乖乖地坐在椅子上 你侧过去一点 玛莲娜听话地微微转身 阳光照在她的侧脸上 让人有一种看到罗马雕塑的感觉 很有立体感 她脸上那种淡淡的哀伤 微微低垂的眼帘 让江浩一下子有了灵感 玛莲娜 不要动 快速地换了一张画布 一边拿起颜料板调色 一边看着玛莲娜绝美的面容 心里想着该如何构图 画笔快速动了起来 不多时 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画布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浩的画完成的越来越多 等到夕阳照进房间时 江浩舒了一口气 出画终于完成了 剩下的就是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玛莲娜已经坐了三个多小时 一动也不敢动 这是她的工作 她很想完成好它 玛莲娜 过来看看 江浩说的 玛莲娜问道 我现在可以动了吗 当然 玛莲娜扭了扭僵硬的脖子 慢慢地站起来 感觉身体恢复控制拳之后 才慢慢走到江浩身边 看向那幅画 画布上 是一个一身黑衣的女人 美丽而优雅 尤其是那双眼睛 带着一股淡淡的忧伤 看到那双眼睛 会让人生起探究的心思 她为何忧伤 为何难过 很美 玛莲娜忍不住地说了一句 可是说完之后 她就感觉很不对了 自己怎么能说自己很美呢 是的 很美 江浩没有看玛莲娜 她盯着油画继续说着 这是我迄今为止 觉得最满意的一幅作品 我准备给她取名 玛莲娜 玛莲娜很是吃惊 用我的名字吗 是的 你的名字 我希望她以后 能够像蒙娜丽莎那样出名 所有人都记住这个名字 玛莲娜 江浩说着 玛莲娜的心微微一颤 她赶紧压下这种感觉 那以后你还画我 要起什么名字呢 江浩笑了一笑 都叫玛莲娜 就像莫奈的睡帘 有几十幅之多 以后 所有你的画像画 都叫玛莲娜 就在这时 房间被轻轻敲响 费得了太太走了进来 先生 晚饭准备好了 您和玛莲娜小姐 可以用餐了 晚餐稍嫌简单 可也比一般的家庭 要吃得好得多了 吃过了晚餐之后 江浩说道 我们出去走一走吧 顺便送你回家 不必了 距离很近 这是工作 我们还需要 彼此交流沟通吗 好吧 伯纳诺先生 如果您觉得 确实需要 玛莲娜说着 两人走出别墅 此时太阳已经落下 天边只留下一点浅灰色 远处的海湾 传过轻柔的波浪声 风 把玛莲娜的头发 吹得微微扬起 两个人就这么 安安静静地走着 两家距离不过百米 几分钟就到了 在大门口 玛莲娜转身 对江浩说着 谢谢你 伯纳诺先生 不用客气 祝你晚安 也祝你晚安 玛莲娜打开房门 走进去 转过身时 看到江浩还站在门口 对着她微笑 她回了一个微笑 慢慢地关上了房门 躺在床上 玛莲娜有些睡不着 她在思念自己的丈夫 忽然 博纳诺的身影钻了出来 她赶紧摇了摇头 可不多时 她的那个身影 再次跑出来 侵占了她的脑海 玛莲娜有些懒恼的 用毯子捂住脑袋 睡觉吧 一连几天 玛莲娜都到江浩的别墅工作 午餐和晚餐 也都会在这里吃 两个人 有时画画 有时聊天 经过几次的微调 江浩的第一副 玛莲娜终于完成了 很完美的一幅画 最起码江浩是这么觉得的 她把画装进画框 就挂在画室一侧的墙壁上 而这几天 玛莲娜出入江浩别墅的事情 镇上的人们自然是知道了 男人们义愤填膺 女人们更是不断吐出恶毒的言语 我就知道她是个荡妇 耐不住寂寞 那你们看看 这才过去一个多月 她就又开始找男人了 唉 她肯定和那个画家上船了 他们从早腻到晚上 一直到天黑才会送她回去 谁知道晚上画家 是不是会钻进玛莲娜的房间呢 他们可只有一百米远呢 看着吧 那个画家也只是娃娃而已 艺术家都是那样 他们离不开女人和酒 可从来不会对一个女人赚情 真是个贱货 还不如去做妓女呢 听到玛莲娜经常出入画家的别墅 治安官心里很是愤怒 塞西利奥觉得 既然玛莲娜的丈夫死了 这是留给她的最好机会 绝不能让别的男人强去 要不是前些时候撞蛇了腿 没准她早就把玛莲娜弄到手了 拄着拐杖走出治安所 迈着有些瘸的步伐 来到自己车上 向着海边拾去 汽车很快地来到江浩的别墅 她拄着拐杖下车 用力地砸响着别墅的房门 费得了太太打开了门 就看到了一脸不善的治安官 有些惊讶地问道 治安官先生 您好 您有什么事情吗 叫那个画家出来见我 治安官的语气 阴沉地说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一百四十九集 叫那个画家出来见我 治安官语气阴森地说道 画室内 马莲娜坐在椅子上 眼睛看向江浩 江浩时不时抬头看看马莲娜 在画布上涂抹 他才创作第二幅作品 一幅马莲娜的正面画像 就在这个时候 废得了太太敲响了房门 脸上带着一丝紧张说道 伯纳诺先生 镇上的治安官找您 他就在门外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江浩立刻就想到 那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人 当初自己在他的车上动了手脚 算他幸运 没撞子的 只是撞折了一条腿 时间可过得真快啊 他现在已经能出来跑动了吗 江浩下楼来到门口处 治安官拄着拐杖站在那 看到江浩一脸阴沉 画家先生 我曾经警告过你 里马莲娜远一点 你没有听从我的劝告 现在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两天之内离开希拉库查 要不然 我会让你品尝拘留所饭菜的滋味的 江浩看着这个瘸腿治安官 平静地说道 以什么罪名让我离开呢 黑帮分子 黑手党参与 你觉得够了吗 我保证你会在拘留所里过得很幸福的 治安官的脸上带着一抹蔑视和细虐的笑容 虽然打击黑手党最严厉的时候过绝了 可是只要和黑手党挂上边的 治安官都有权先抓人 至于审判 那就是以后的事情了 用这个方法 治安官可没少收拾人 不过这家伙还真没有冤枉江浩 他碰到正主了 江浩点了一点头 很好的理由 两天的时间 滚出希拉库查 要不然下场 你将无法承受 治安官最后警告了一句 转身拄着拐杖 一瘸一拐地走了 江浩回到别墅 看到有些紧张的费德勒和费德勒太太 笑了一笑说道 没有什么事情的 费德勒太太 你继续准备晚餐吧 费德勒 帮我做一件事情 先生听您吩咐 费德勒赶紧说道 去码头 老阿雷西姆球馆 去叫一个人过来 就说 我让他们过来的 叫谁啊 随便 只要你说出我的名字 会有人跟你过来的 好的先生 费德勒拿起了自己的衣服 快步走出了别墅 江浩回到了二楼 此刻他已经放下了心情 准备继续自己的创作 可他打开了房门之后 就看到玛莲娜已经站了起来 眼睛里含着泪水在看着她 博纳诺 博纳诺先生 我想 是我给你带来了麻烦 玛莲娜语气低沉地说着 看着女人哀伤的样子 江浩走上前说道 不 玛莲娜 这不是你的错 可 确实是因为我 我都听到了 说到这里 玛莲娜眼眶里的泪水 忍不住滑落下来 江浩不自觉地想要接住他们 就好像这样能阻止女人流泪了一样 她的大手抚摸在玛莲娜的脸上 擦掉她的泪水 玛莲娜微微地有些发愣 有些受惊地看向江浩 玛莲娜 不要把责任拦到自己身上 这不是你的错 是因为他们心中的际遇 占犹豫和贪欲 他们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的 而不是因为你做错什么事情了 你放心吧 我没事的 一切都会过去的 江浩说道 可是治安官的警告 如果你不听从 他真的会把你抓进监狱的 他有那个权利 玛莲娜担心地说道 伯纳诺对她很好 她不希望伯纳诺因为她 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那样她会非常难过的 玛莲娜 这是男人的事情 让我来处理好吗 我们继续画画 我想在日落前 把这幅画完成 江浩说着 玛莲娜重新坐回椅子上 可是她的眼眶里 仍旧含着泪水 睫毛上沾着泪汁 看到这一幕 江浩感觉心里微颤 她拿起了画笔 在画作上的 玛莲娜的眼睛里 点上了泪花 费德勒一路快走的 来到码头的那间酒吧里 她站在门口 听着里边嘈杂的声音 她心中有些害怕 可是伯纳诺先生的吩咐 她必须要完成 深呼吸了一口气 推开了酒馆的房门 酒馆里边人很多 刚刚还很嘈杂 可是费德勒一进来 立刻就没声音了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看向她 眼睛当中满是警惕的 费德勒感觉 自己像是被一群狼 给盯上了一样 这些人随时可能 会干掉自己 费德勒咽了一口唾沫 现在只能是 硬着头皮试试了 她语气有些颤抖地说着 我是 伯纳诺先生的管家 伯纳诺先生 让我来叫人的 房间内立刻变得异常安静 人们的呼吸都好像是屏住了 一个长相粗犷的家伙站起来 用粗犷的声音问道 你说的是伯纳诺先生 是 是的 伯纳诺先生 费德勒赶紧说道 有什么事情 您请说 这个粗犷的家伙 用粗犷的声音 说出了您 这个敬语 让费德勒 感到非常惊讶和诧异 伯纳诺先生说 叫一个人去他那儿 有事情 好的 我知道了 费德勒 感觉今天的事情很诡异 可他不觉得 知道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他转身就想要往外走 这时一个粗犷的家伙说着 管家先生 我开车带你过去 这样更快一点 走出酒吧的门口时 那个粗犷的男子 转身说道 你们都待在这里 哪里也不要去 我去看看 伯纳诺先生 有什么吩咐 是 所有人齐声应试 码头 老阿雷西欧酒馆 虽然破旧 但却是他们 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 这些家伙有事 会去做自己的事情 没事的时候 就会聚在老阿雷西欧的破酒馆 顺便说一句 老阿雷西欧也加入了他们 现在酒水采购这一块 就是阿雷西欧在负责着 汽车很快的来到江浩的别墅 粗犷男子下车之后 还特地的整理了一下衣服 然后就跟着费德勒 一块来到楼上了 费德勒敲了敲房门 推开房门进去之后 看到江浩还在画画 他小声地说道 先生 人我叫来了 啊 叫他在客厅等我吧 江浩头也不回地说道 继续作画 好的先生 江浩又画了十几分钟 才放下了画笔 看了看整幅画 感觉特别满意 玛琳娜 休息一下吧 你可以让费德勒太太 给你煮一杯咖啡 玛琳娜站了起来 出门时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将好拍了拍的手臂 玛琳娜 不必担心 去休息一下吧 玛琳娜下楼 江浩来到二楼隔壁的客房 一个高大的家伙 站在房间内 见到江浩之后 立刻恭敬地说道 老板 是巴沙里 第二批被招进来的家伙 这家伙体格健壮 长相凶狠 今年已经四十岁了 以前是一个汽车修理工 别看样子粗犯 可做事却很仔细 也是江浩重点关注对象 现在的职务是小队长 算是仅次于 达威和卢卡的第二梯队 江浩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对巴沙里说道 巴沙里 以前杀过人吗 是的老板 我曾经在军队服役八年 参加过一九三五年 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在战场上 打死过几十个黑家伙 现在有一个任务交给你 杀一个人 好的老板 巴沙里毫不犹豫地答应着 他甚至还有一丝兴奋 因为这可是老板亲自下达命令的任务啊 你不担心会让你杀谁吗 江浩微笑地问道 只要不是我的家人 老板叫我杀谁都没问题 包括莫作利尼吗 是的 如果有机会 我很乐意亲自抱了那家伙的兔脑袋 巴沙里说道 就在刚刚镇上的治安官来了 对我发出了警告 让我两天内滚出西拉库渣 可我不想走 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做呢 我明白了老板 今天晚上 塞西里奥会死在自己的床上的 巴沙里面色冷峻地说着 不 制造一起意外 车祸什么的 随意你发挥 不过最好不要让人知道 人是你杀的 这样子能省去很多麻烦的 江浩说着 巴沙里点了一点头 我明白了老板 我会做得很干净的 巴沙里离开 江浩下楼 和马莲娜吃晚饭 晚餐时 气氛有些沉闷 江浩也没说什么 晚餐之后 照例送马莲娜回家 在门口分别时 马莲娜还想再说什么 马莲娜 安稳睡一觉 明天一觉醒来 你会发现天晴气朗 我们明天去野外写生如何 我希望你穿一条裙子 那种可以随风飞舞的裙子 江浩说着 嗯 好的 夜幕深沉的可怕 治安官赛喜廖先生 从酒馆出来了 他的心情很愉快 晚上和那群家伙打牌 赢了不少的钱 白天的时候 警告了一下那个外来的画家 想来明天他就会乖乖地滚蛋了 到明天 他准备买上一束花 一盒糖果 去看看马莲娜 用不了多久 那个风骚的女人 就会在自己胯下称欢了 他打开车门上车 现在虽然腿走路有些瘸 但是不影响开车的 不过他还是骂了一句 该死的骨科医生 他刚想发动汽车 但突然间感觉 脖子被什么东西狠狠勒住了 治安官一瞬间 感觉到一阵强烈的窒息 他双手下意识抓向脖子 他摸到一条绳索 他用力挣扎 可感觉越勒越紧 越来越无力 啊 啊 啊 治安官挣扎了几下 最后彻底没动静了 他的身子被人从驾驶座位拽去后面 一个人从后面爬上来 发动汽车向着远处逝去 而在这辆车的后面 另外的一辆车也亮起车灯 紧紧地跟随着他 治安官的汽车开到路边的一处悬崖边 下面是深达了十几米的乱石堆 汽车的速度一点都不减 突然从车里跳出了一个人 在地上滚了几滚之后爬了起来 而汽车却是一头扎向悬崖 哐当哐的一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五十几 一日太阳出声 看来又是美好的一天 早上起来 玛莲娜换了一身碎花长裙 还特意化了淡妆 看着镜子当中的自己 很美 今天一定要劝说伯纳诺先生离开 玛莲娜对着镜子说道 吃过早饭 江浩把废德勒太太准备的食物篮 放在车里 换画的工具放好 来到玛莲娜家门口 摁了两下喇叭 玛莲娜出来了 裙脚随着步伐摆动 她狠听话 确实换了一身长裙 快点上车吧 我们今天要去比较远一点地方 中午不回来 费德勒太太准备了午餐了 我们中午的时候 就在外边吃吧 江浩说着 玛莲娜上车 汽车发动前往行驶 不多时来到镇子里 突然间 见到前方聚集着很多人 他们的车子减慢速度 开到人群跟前之后 玛莲娜听到人们在议论纷纷的 哦 那个可怜的知安官先生 他开车掉到了悬崖下边 他的车子全摔碎了 人死了吗 当然死了 验尸官已经看过了 死的不能再死了 都摔碎了 还能不死吗 验尸官拼了好久 才分合好的 听说他昨天晚上 在酒吧赢了不少钱 也喝了不少酒 看来是喝多了 喝酒真是不应该开车呀 诶 知安官的老婆 哭得死去活来的 真是可怜 他的那个情妇呢 没看到 江浩的车没有停留 慢慢地开过人群之后 加速向着希拉库渣镇外边 失去 前些时候他发现 距离小镇三十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特别漂亮地方 有花草 有树林 远处就能看到大海 应该是画野外风景 非常不错的地方 车上很安静 马莱娜的眼睛 一直看着前方 可眼神却似乎有些有理 似乎在想着什么 终于到了地方了 江浩把东西搬下车 这里有一片 非常非常平坦的草坪 非常适合摆发架 马莱娜 你站在那 我看一看效果 江浩说着 马莱娜一眼 站在江浩指定的地方 江浩用画笔 比划着看了一看 再往左一点 身子往右 稍微地斜一斜 嗯 这个构图就很美了 马莱娜一身紫色碎花长裙 身后是一片洁白玉兰花丛 海风轻轻地吹着 撩起她的发梢和衣角 阳光照射在侧脸 构成最立体的美景 江浩拿出调色板 调配颜色 呼得马莲娜轻轻开口说道 伯纳诺先生 治安官死了 江浩调动颜料的手 微微地一顿 随后笑着说道 是的 我刚刚也听到了 真是个不幸的家伙 他竟然把车开到悬崖下面 他肯定舍核多了 昨晚 马莲娜 我们是来写生的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 应该享受着 轻松闲适的一刻 至于那些不相干的人嘛 我们现在没有必要纠结他 你说对吗 江浩笑着说道 马莲娜似乎明白了什么 闭口不再说话 治安官的事情 在小镇人们的口中被热议了两天 随着葬礼结束 迅速淡去 就好像是后世的那些爆炸新新闻一样 只有三天热度 随后永远被人抛之脑后 江浩的组织发展得很快 无数失业的人 人们渴望活下去 至于做什么 他们不在乎 哪怕是杀人放火 江浩现在已经拥有着六十多个直系手下 这些都是向江浩效忠的 还不算突尼斯那边阿迪的那批突尼斯人 这段时间 卢卡又跑了一趟突尼斯 非常顺利 没有遇到意大利海军 突尼斯那边有德国军人直接看着 一切非常的完美 这次卢卡带回来了将近两百万的利润 江浩在分发奖励和留下货款之后 又收入了一百万里拉 看着堆积在房子里的钞票 江浩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好吧 暂时先放在这里 达威和卢卡坐在江浩的手下 巴萨利 萨卡杜 法比奥 哥罗索卡尼萨 坐在旁边 江浩看着自己这几个骨干的手下 这些都是能干的家伙 足以支撑起现在的业务 他们说了一会儿各自的业务之后 卢卡提到 老板 我觉得下一次 我们可以不把烟丝卖给别人 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加工成卷烟 或者雪茄卖出去 那样的话 利润可以再翻上几番 达威说的 是啊 我们千辛万苦运回的烟草 那些烟草商人却大赚特赚 现在一包烟都涨到了几个里拉了 一包烟草足以可做成2000盒香烟 这里边的利润差距非常大的 江浩想了一下 这个生意的确可以做 之前他们缺人缺钱 为了快速运转 采用了最简陋的经营方式 现在有了人手和资金了 有些生意完全能够自己干起来的 弄一家卷烟厂并不难 而且还能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理由 改变自己的身份 最起码商人也是一个能够拿得出手的身份 比所谓的破艺术家要强多了 以后的行事也方便 江浩说道 我决定提拔巴沙利为大组长 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突如其来的提议 让所有人一愣 不过他们怎么可能有意见呢 都是江浩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这里的一切 还不都是老板说了算吗 我们没意见 众人说道 巴沙利非常激动 自己做对了 老板让自己杀掉治安官 自己做得很漂亮 老板开始欣赏自己了 巴沙利 组建卷烟公司的事情 由你负责 我来做这个老板 你直接向我负责 巴沙利立刻的站起来 好的老板 我一定会做好的 突然间 外面响起了尖锐的防空警报声 然后整个希拉库渣 立刻变得杂乱起来 无数人呼喊着向防空洞跑去 孩子的哭嚎声 大人们的叫嚷声 整个阵子乱成一段 江浩几人也赶紧出来 往头顶上看去 就看见一片老式那种战斗机 从远处飞过来 铺天盖地 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轰炸 盟军的轰炸 路卡焦急地说道 老板 我们也到防空洞里去躲一躲吧 江浩想了一想 摇了一摇头 防空洞未必安全 我们就在这里 这里是镇子最外围 他们未必会轰炸这里的 他记得 电影里 轰炸机并没有轰炸 马莲娜的家 那他的别墅 也应该不在轰炸范围之内 其他人看老板不走 他们自然也不能走 又围在一起 紧张地盯着天空当中的轰炸机 生怕在自己头顶 丢下一串铁疙瘩下来 咻咻咻 轰轰轰 轰炸飞机 飞到了镇中心的位置 有一架飞机 从上面丢下几颗炸弹 炸弹轰然爆响 烟尘冒起 江浩突然想到 如果被这样的一颗炸弹砸中 他不知道自己 有没有逃跑的机会 飞机向着更远 更大的城市飞去 他们不在乎 希拉库渣这样的小镇 丢几颗炸弹 只是作为警告 等集群过去 人们轻聚地 从防空洞中出来 跑到被炸毁的建筑物那儿 有人从废墟里 扒出了一具尸体 是波辛诺教授 马莲娜的父亲 得知自己父亲被炸死之后 马莲娜伤心欲绝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他连续已经失去两位亲人了 丈夫和父亲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是能够依靠的 看着父亲的尸体 他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 江浩对马莲娜说道 放心吧 我会让人去处理教授的后事的 马莲娜哭着扑到江浩的怀里 声音乌液而哀伤 江浩有很多人手 有人找来脸装师 给波辛诺教授清理化妆 换了一身西服 买了一口好棺材 生前教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死后也应该是一个体面人 送葬的那天 马莲娜再次穿上黑衣 走在马车后面 江浩就陪在他旁边 身后是几十个黑衣壮汉 在后面还有一群孩子 他们都是教授的学生 街道上有人推开窗子 看着送葬队伍 几个妇女围坐在一块 对着下边指指点点的 你看啊 就是那个当妇 她的丈夫死了 现在父亲也死了 她就是个扫把星 她旁边那个男人 就是那个画家吧 哎呀 马莲娜肯定和她睡了 要不然她为何如此上心地 帮她准备附近的葬礼啊 我听说 这一切都是那个画家弄的 啊 那肯定花了不少钱吧 还不知道 马莲娜要怎么服侍她 才会让男人为她花这么多钱 搜 一块石头狠狠砸在玻璃上 啪的一声 玻璃碎了一地 那几个嘴毒的妇女 发出了几声尖叫 是哪个混蛋 砸我们家玻璃啊 女人对着下边大声咒骂道 突然间 下面的一群壮汉 一人手里拿着一块石头 一块扔向窗户杂举 女人尖叫着趴下身子 噼里啪啦的 她的小楼所有对着 接到这一则玻璃 全部被砸碎了 有的石头直接砸进屋里 把屋里家具也砸坏了 这一举动惊到了所有人 很多人吓得纷纷关闭窗户 再也不敢往下再看了 更是没有人再敢乱七八糟地 说一些话了 葬礼结束 镇上的男人 原本还想要上前和玻璃娜 进行贴面礼 想占占便宜 秃头的律师刚想上前 但却被人一把推开 她有些生气地想发怒 可是看到一群人 气势汹汹地瞪着她 她立刻就尾了 玻璃娜挽着江浩的手臂 一群黑衣壮汉 把两人围在中间 缓缓地离开了墓地 回到自己家 玻璃娜坐在沙发上 垂着眼泪 她只是一个小女人 她不知道今后自己 应该如何活下去 这时 江浩坐在玻璃娜的旁边 抓住她的一只手 另一只手抚摸在她脸上 轻轻地轻柔地说了 玻璃娜 以后 让我来照顾你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一 一百五十几 马莲娜 坐在江浩的旁边 江浩伸出手 抓住马莲娜的一只手 另外的一只手 轻轻地抚在她脸上 轻柔地说道 马莲娜 以后让我来照顾你 抚慰一个心灵 需要给她温暖 江浩慢慢地靠近 轻轻吻在 马莲娜的唇上 很轻柔 就像蝴蝶翅膀 在花瓣上扫过似的 好好睡一觉吧 明天就会好很多的 江浩带着马莲娜 来到她的房间 马莲娜 躺在床上 江浩 抚摸着她的旧发 就像是在哄着一个孩子 马莲娜确实累了 缓缓闭上眼睛 不是江浩没想法 人家老爸刚办完葬礼 在这个时候那个啥 确实有点不大合适吧 葬礼上发生的事情 自然很快传遍整个希腊苦渣 人们开始纷纷议论 这次马莲娜不再是主角 而是变成江浩了 马尔迪娜家被砸了 还有几个女人也都受了轻伤 是那群黑衣人干的 是啊 那个多嘴的妇人 肯定是惹怒了那群码头混混 你们说呀 那些混混参加了昨天的葬礼 难道是那个画家收买了他们 那个画家看起来应该很有钱啊 哦对了 我现在想起来了 那群人里面 有几个我好像在黑市见过 只是当时没有太注意 现在想想 他们好像在黑市也有生意 看来那位画家先生的身份 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画家 第二天早上起来 马尔迪娜喝了一杯 菲德勒太太准备的热牛奶 吃了一些早餐 整个人看起来好了很多 马尔迪娜 今天我们出门 江浩说着 去什么地方 马尔迪娜好奇地问道 去卡塔尼亚 给你买几件新衣服 江浩随口说道 卡塔尼亚是西西里岛南端 最大的城市 可以和首府 巴勒摩比间的 自然比 希拉库渣小镇 要繁华得多 这段时间 马尔迪娜一直处于在悲伤之中 一个打击接着一个 江浩准备 带她去散散心 希拉库渣距离 卡塔尼亚并不远 只有几十公里 汽车开到市区 立刻给人一种繁华的感觉 当然 是相对比 希拉库渣来说的 现在达威的业务 已经发展到卡塔尼亚 江浩的手下 已经插手这儿的黑市生意 而且发展得很不错 说起来 现在的西西里岛 原本的老牌黑手党家族 基本上遭到了清洗 正是处于权力真空期 江浩选择这个时候 组建新势力 根本就没有来自通道的阻力 因此 它的组织就蔓延得很快 现在的地下黑市生意 基本上都处于零散状态 忽然出现江浩这样的一个 有组织的团体 自然很容易打进去 江浩的想法就是 掌控整个西西里岛的黑市生意 暂时 他还没有想和政府对着干的想法 他们在明 江浩在暗 各自相安无事最好 所以他让组织低调发展 要不然组织的发展速度 会比现在快十倍不值 汽车驶入卡塔尼亚 在一条最繁华的街道亭下 两侧有很多店铺 比希拉库渣繁华多了 周围有很多老式的 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让这里看上去 带着浓浓的艺术性 来到了一个陌生地方 玛莲娜感觉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不少 江浩和玛莲娜下车 第一次 玛莲娜主动地挽起江浩的手臂 江浩对他笑了一笑 我们一家一家地看 有的是时间 玛莲娜一米七三的身高 穿上高跟鞋和一身裙子 显得高挑亮丽 他的出现 立刻吸引了广场上 无数男人的目光 可看到他身边已经有了男人 很多人立刻对江浩 生起了无限的忌妒 为什么美丽的花朵 都被别人采去了呢 走进了一家服装店 老板立刻迎过来 生意人的眼光非常好 他们知道 谁是真正的主顾 谁是大主顾 先生您好 美丽的小姐 您是我见过最美的 就好像天使一样 如果您牵上我们的衣服 我敢保证 整个大街上的男人 都会为你驻足的 老板用夸张的语气 恭维着玛莲娜 谢谢 玛莲娜轻轻地说着 我带您挑选 我们这里的衣服 都是由伊德利顶级设计师设计的 一定会有您喜欢的那一件的 老板说着 潜台词就是 我们这儿的衣服很好 但是很贵 江浩坐在旁边 服务员送上一杯咖啡 笑着看着玛莲娜挑选衣服 玛莲娜时不时拿起了一件 比会一下 老板就会在旁边不停夸赞她 穿上这件衣服会有多么的好看 最后 玛莲娜终于挑选了一件自己喜欢的 在试衣将换好之后出来 江浩只感觉眼前一亮 这是一件黑丝绒长裙 领口和袖口都有针织花纹装饰 典雅而不华丽 面料轻柔贴合在身上 让女人的身材尽显无疑 江浩觉得 只有玛莲娜这样的身材 才能穿出这样的效果 老板看到之后 在一旁极尽艺美之词 把一切他所知道的美好的词汇 都用上了 完美完美 堪称艺术品 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您专门设计的 恐怕就算是设计师 都没能想到会穿出这样的效果 小姐 你的身材太完美了 简直就是设计师最梦寐以求的模特 玛莲娜没有理会店老板 她走到江浩的眼前问道 你觉得我穿这件怎么样 非常美 江浩站起来轻轻揽住女人的腰 凑到她耳边说道 玛莲娜 以后走路的时候 要抬起头挺起胸膛 记住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 玛莲娜的一对名谋 看向江浩的眼睛 有一股情愫 在两人间传递 这一刻 老板很识趣的闭嘴 不说话 没有破坏着美妙的感觉 最终还是玛莲娜害羞了 脸上升起了一抹红霞 转身走回去试衣间 江浩轻轻一笑 对老板说道 把这件留下吧 老板大喜 好的好的 我会给您运烫好 打上包装的 两人走出服装店 老板热情相送 玛莲娜挽住江浩的手臂说道 太贵了 是的 这件衣服很贵 一千六百里了 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 两三个月的工资 玛莲娜 不要考虑这一些 她穿在你身上很漂亮 这就足够了 江浩笑着说着 衣服是女人的天地 不是你征服我 就是我征服你 两人继续在逛着街 江浩又给玛莲娜 买了几件衣服 还有两双鞋子 两个包 单单是这些 就花去了将近一万里了 在一家男装店里 江浩也买了两套西服 有些地方需要改动 打开两天之后才能拿到 在路过一家女性的内衣店时 玛莲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自己进去挑选 你在对面的咖啡馆等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独舞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52集 此章省略 一万八千字 在路过一家女装内衣店时 玛莲娜有些不好意思地 让江浩去咖啡馆等自己 我自己进去挑选 你在对面的咖啡馆等我 看着店门口挂着的 男士纸布的小牌子 江浩点了一点头 拿过玛莲娜的包 塞了一塌钞票 我在对面喝一杯咖啡 不着急的 你慢慢跳 来到对面的露天咖啡馆 江浩要了一杯咖啡 拿起报纸慢慢地看起来 报纸上的时间 是1941年10月12日 现在的欧洲战场 德国人仍旧是攻势凶猛 意大利跟在后面 拖后腿打酱油 时不时地再来个神操作 在这个时候 谁都不知道 后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 是周新国彻底统治世界 还是英法死灰复燃 哦对了 好像再过两个月 日本就要偷袭珍珠港了 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美国人 让小日本吃个大亏 这个想法刚起 江浩立刻就掐灭了 美国现在还没有参战 在旁边开心地卖着热狗和可乐 如果不是小日本贪心 弄出个偷袭珍珠港 美国还在后面闷头发财呢 等被爆了菊花之后 老美才幡然醒悟 我靠 这不能忍呢 然后开始正式参战 爆发出全部的战争潜能 开始联合英国 痛揍德国人 不得不承认 老美在二战时期 发挥的作用是极大的 要是他们坚持不参战 还真不知道以后的世界 会走到哪一步呢 不过这些对江浩来说 都是浮云 他只想做一个看客 他的任务是让马莲娜幸福 这就足够了 现在的走私业发展得挺好 巴沙利在组建卷烟工厂 已经订购了一批机器 想来这一周之内 应该就能运到了 用不了两周的时间 他的工厂就能开工 到时候 他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脑子里想着事情 时间过得很快 忽然间感觉周围一静 江浩抬起头 就发现马莲娜 已经站在自己跟前了 周围男人们的目光 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造成了进场的效果 挑选好了 江浩问道 嗯 是的 马莲娜的脸有些娇羞的味道 江浩站起来说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找一个餐馆吃午餐吧 下午再继续逛 马莲娜挽住江浩的手臂 现在已经显得非常自然了 两个人离开露天咖啡馆 这里立刻就热闹起来 哦 那个女人可真美啊 以前没见过她呀 应该不是卡特尼亚成的 要不然 我不会没有印象的 那个男人可真幸运啊 能找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没准儿 只是个情妇呢 马莲娜的美 在什么地方都是引人注目的 可随之而来的 就是满满的妒忌心 这就是人性 吃过午餐 两个人继续逛街 在一家大衣店 江浩给马莲娜挑选了两件大衣 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了 虽然西西里岛的气候 比较温和 冬季最低气温 也保持在十度以上 白天十七八度 可也需要过冬的衣服 马莲娜也给江浩挑选了 一件笔挺的毛泥大衣 一丁礼帽 让江浩看上去非常的帅气 站在镜子前 老板不住的夸赞着 你们两位真是绝配 是我见过最美的一对情侣 你们是电影演员吗 吃过晚餐之后 两人回到酒店 江浩订了一间豪华套房 让马莲娜睡正午 自己睡在侧卧 洗过澡之后 江浩关上大灯 只留下一盏台灯 拿出一本书 准备看一会儿 但突然 连接主卧的房门打开了 穿着着一身丝制睡裙的 马莲娜站在了门口 在隐约的灯光之下 让她整个人好似是 迷离起来似的 马莲娜 江浩轻轻叫了一声 马莲娜走到江浩跟前 看着江浩 呼吸有些不稳 轻轻地开口说话 这是我今天买的内衣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看 你不想试试她的手感吗 江浩的手 摸到女人的腰部 衣服非常的柔滑 让她的手不自觉地 慢慢地往下滑 手臂轻轻地一用力 两个人的身体 贴合在一块儿了 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 能感觉到 对方的呼吸的温度 很柔滑 墨上去手感非常好 应该穿着很舒适 不过 我更喜欢包裹在她下边的肌肤 男人说的 男人的手慢慢地伸了进去 女人的呼吸一下就急促起来 男人的手很轻柔 可就像是有魔力一样的 不管触碰到什么地方 都会让马莲娜感觉一阵酥麻 有种微微触电的感觉 让她的身子 轻轻地颤抖起来 轻轻地一扯丝带 丝至睡衣 轻轻滑落了 露出女人完美的具体 这绝对是上帝的杰作 当摸到挺翘部位时 江浩忍不住地加重一点力度 女人轻轻地哼了一声 江浩再也忍不住 对起那片红唇 就吻了下去 女人好似被点燃了情欲之火 激烈地回应着 两个人突然站立不稳 一下子滚到床上 两人开始了 爱的乐章 第一次缠绵着 还想再听吗 真的还想听下班的文章吗 为了防止喜马拉雅和谐 此处省略一万八千字 因为战况太过激烈 一直持续到凌晨 两人都起碗了 当两人醒过来时 身子还缠绵在一块呢 直接让服务生把早餐送上来 两人在客房餐厅吃过早饭 将好问马莲娜 今天还准备逛街买衣服吗 不 我想去听一场歌剧 阿莲娜说着 以前小时候 父亲曾经带我来过几次 卡塔尼亚成厅歌剧 就在卡塔尼亚大歌剧院 再以后就很少来了 歌剧呀 江浩想象着 一个胖胖的女人或者男人 站在台上不停地 啊 哦 啊 的叫着 他感觉自己真的欣赏不来 好吧 爱好也是需要培养的 自己好歹也是一个艺术家 怎么能够不懂得欣赏高雅的艺术呢 好吧 今天就听歌剧 在服务生收盘子的时候 强好问起歌剧的事情 服务生告诉他们 每天下午都会有歌剧表演 节目不定 酒店呢 能够帮助订票的 服务很周到 掏出几张钱 递给服务生 帮我订两张最前排的票吧 剩下的是你的小费 服务生大喜 接过钱之后 立刻去订票 两人也没有出去 就在酒店房间里继续缠绵 一直到了下午 玛莲娜穿了一件漂亮的长裙礼服 挽着一身笔挺西服的江浩 开车来到大剧院 一下车 这对帅哥美女 立刻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两人像是走红毯一样 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走入了歌剧院 一场歌剧听得江浩昏昏欲睡 她是真的欣赏不来 可玛莲娜却听得津津有味的 晚上回到酒店 两人又是一番缠绵翡测 江浩发现这才是自己最喜欢的 玛莲娜的歌喉 比那些所谓的演唱家 更让她着迷 靠近着头发 还有些失路的玛莲娜 江浩在她耳边轻声地说着 玛莲娜 你才是真诚的歌唱家 那你呢 我 我是最好的指挥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第153集 两人在卡特尼亚城 留恋了一周时间 圣尼科洛教堂 乌尔西诺城堡 多摩广场 比斯卡里公都留下两人足迹了 晚上 便是两人缠绵时刻 玛莲娜身上 落满了江浩的爱的印记 这些日子 江浩看着玛莲娜 一天天变得开朗起来 眉宇间 也没有了之前的忧虑 整个人变得轻松快活起来 好像回到了少女时代 江浩的那辆紫色轿车 回到了希拉库渣 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江浩仍旧牵着玛莲娜下车 直接走进江浩的别墅 在看到费德勒和费德勒太太之后 江浩笑着说道 费德勒 帮我把车上东西搬到楼上吧 随后又对费德勒太太说道 费德勒太太 请帮我整理好房间 从今天开始 玛莲娜 会和我住在一起 费德勒太太捂住嘴 脸上露出欣喜表情 那真是太好了 我这就去准备 玛莲娜 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我感觉你整个人都变得阳光了许多 谢谢你 费德勒太太 玛莲娜对着费德勒太太露出了一个微笑 你们的旅途一定很劳累了 快点上楼休息 玛莲娜 晚一点 我帮你把你的私人用品搬过来 费德勒太太说道 费德勒太太的话 弄到玛莲娜 都有一些不好意思了 知道江浩回来了 大卫和巴沙利一块过来见他 汇报着这段时间的近况 老板 最近又招了三十几个人手 等你有时间了 可以召开宣誓会 正式地收他们加入组织 西纪里的黑石生意 我们已经插手了 十四个市镇 卡特尼亚 阿瓦拉 诺托 拉古萨 莫迪卡 维多利亚 杰拉 阿格利振特 原本的黑石商人 本来就不成气候 也都被我们收遍了 江浩想了一想 这样算来 整个西纪里 已经有三分之一的黑石生意 全被他控制在手了 这才多长时间呢 四个月而已 如今他手上有着一百五十多个正式的黑手党成员 三四百外围人员 已经算是如今西纪里最大的帮派首领了 在尼图斯那边 他还有这一股力量 阿迪 基本上有上百人左右了 巴沙里开始汇报着卷烟厂的情况 老板 机器都已经拉来了 工厂是现成的 就是原先的一家倒逼的工厂 我们直接买下来了 技术工人正在调试机器 我已经派人去采购卷烟纸和香烟纸喝了 我估计着再有四五天就能进行生产了 抛出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 预计工厂还需要七十到八十名普通工人 您看我们如何招工啊 巴沙里问道 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 有想进工厂工作的吗 江浩问着 当然有 而且非常多 许多人向我打听 我说需要向您请示 暂时的推透过去了 既然自己人有想要进工厂工作的 那就率先招自己人吧 不过咱们这里 只要适合的工人 年轻力壮的有限 这点你来把握吧 如果人手不够的话 再从外面招聘 明白老板 巴沙里说着 江浩想了一想又说道 我觉得 应该搞一个招聘会 巴沙里一愣 老板 我们自己人就差不多够了 根本就用不着招聘会的 你不懂 这是一种宣传 告诉所有人 我的香烟工厂要开张了 江浩笑着说着 巴沙里有些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就在西拉库扎镇的广场上 举行了一场招聘会 大牌子上写着西西里卷烟厂招收七十名工人 无数人围在这里领取表格 填上自己的名字 很多不认识字的也找人帮忙填好 整个广场上聚拢了差不多上千人 当然大多数都是来看热闹的 卷烟厂暂时还不招聘女工 即便是这样 准备参与招聘 也不下三四百 没办法 这年头的事业率太高了 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对一个家庭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从表格上来看 决定权 是在江浩受伤的 挑选的肯定是和黑手党成员 有关系的人 也有几个幸运的家伙 因为条件实在不错 也被破格招聘进来了 最后总计招聘人数八十八人 多几个人没关系 江浩有钱 一个月不过几百块的工资 他养得起 而且他相信 以后卷烟厂的业务 将会越来越大 会需要更多人手的 当然 没有被录取的 占大多数 很多人感到非常惋惜 不过巴沙利最后的几句话 却给了这些人希望 诸位 西西里卷烟厂 将于三天之后正式开工 到时候 会有一个盛大的开工仪式 我相信 我们西西里卷烟厂的生意 会越来越好 到时候会招聘更多工人的 如果有意加入我们工厂的 请关注我们西西里卷烟厂 有人顿时就喊起来 那就快点发展起来呀 我们也想进卷烟工厂 立刻的 更多的人跟着喊了起来 给人希望 永远比给人失望更让人喜欢 老板说的真没错 巴沙利觉得自己又学到了一招 西西里卷烟厂开业那天 西拉库达镇来了很多很多人 在工厂的外边空地上 站满了人了 工厂门口搭着一个台子 四周插上彩旗 非常的喜庆和显眼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在开业时候 如此浓重的做 这完全是枪耗把现代的中国模式 带过来了 上午十点钟 巴沙利走上台 宣布着工厂开业仪式开始 现在上小镇的人们 基本上都已经认识巴沙利了 知道着他是卷烟厂的管理者 现在有请我们老板讲话 剪彩 巴沙利说的 众人都好奇地看着 想要知道这个老板究竟是谁 突然有人发出惊呼声 因为他们看到那个画家走上台了 还有马莲娜 马莲娜穿着一身漂亮的长裙 挽着江浩的手臂 两个人一块走上台 江浩站在台前 马莲娜就站在他旁边 江浩站在台上 对着下边的人群 微微点头说道 感谢你们来管理 西西里卷烟厂开业典礼 我感到非常荣幸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雷纳托伯纳诺 是这家工厂的老板 站在我右手边的是工厂管理者 巴沙利经理 而在我左手边的是卷烟厂的财务主管 马莲娜 轰的一下子 人群顿时热闹起来 哦天呐 这马莲娜竟然成为卷烟厂的财务主管 我的天呐 我不敢相信 我觉得老板娘更贴切一点 你最好说话小心一点 小心那些家伙找你麻烦 马莲娜比之前更美丽了 是啊 她更漂亮了 好像多了一股 自信 对 就是自信 江浩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她今天办这个开业典礼 就是要让马莲娜站在希拉库扎镇所有人的面前 大声地告诉他们 马莲娜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那个弱小的女人 她现在是一个卷烟厂的主管 至于人们认为 她是凭借着男人才上台的 好吧 没错 就是靠着她上台的 可那又怎么样 我 就是有这个能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54集 今天 将好就是要告诉 整个希腊苦渣镇的 所有人 玛莲娜是她的女人 以前的那个 任人欺凌的 玛莲娜不在了 从今往后 这个女人 由她来守护 玛莲娜看着 下边的人群 一开始 还有些拘谨 可是当 伯拿诺说 宣布她是工厂 财务主管时 小镇人们的脸上 都是那种震惊的表情 突然之间 她感觉到 非常的解气 以前 自己活得 小心谨慎 可却被处处地针对 只因为他们的嫉妒 但现在 自己站在这里 让他们感到了震惊 却没人敢再 多言一句 非议的话语 玛莲娜的美目 看向那个男人 那个带给他温暖 带给他希望 带给他温饱 带给他快乐的男人 开工仪式结束 卷烟厂 轰隆隆地开动起来 现在这家工厂 从管理者到技术工人 再到普通工人 足有上百人了 已经算是 希拉库渣最大的工厂了 自然备受关注的 小镇的镇长过来考察 和江浩相谈审欢 我难道先生 明天晚上镇上 有一个酒会 邀请您一起参加 当然好了 我一定准时到的 江浩愉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 江浩不止带上玛莲娜 还带上了 达韦 巴沙利 萨卡杜 法比奥 卡尼萨吉人 他的目的很明确 显示一下 他们的存在感 当然 这些人的身份都是卷烟厂的管理者 当江浩牵着玛莲娜的手 走进宴会厅时 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今晚的玛莲娜太漂亮了 美得简直令人沉醉 看到她之后 有一种挪不开眼睛的感觉 以前 这些男人们就是这么肆无忌惮地看着她 但是今晚不同 所有人在看了玛莲娜一眼之后 不得不强行把视线给挪开 因为她身边现在 已经站着一个强大的男人 虽然这个男人的底细 他们还不清楚 可是就以现在的身份 已经令他们不敢对玛莲娜 再生出什么际遇之心了 伯纳诺先生 美丽的玛莲娜女士 每个人的语言 都是那么恭敬而有礼的 酒会气氛很融洽 酒会结束之后 一群手下开车 把江浩和玛莲娜送回别墅 刚一到楼上 玛莲娜立刻搂住江浩 主动送上红唇 怎么了玛莲娜 雷纳托 谢谢你 谢谢你 玛莲娜说了一串谢谢 再次吻上江浩 热情得不行 既然女人已经主动了 那就不要迟疑了 江浩一把抱紧玛莲娜 把她丢在床上 然后压了上去 女人惊呼道 雷纳托 我的碗礼服 再买新的吧 此辣的一日 房间内响起了一声 不疲撕裂的声音 玛莲娜身上那件 价值上千里 拉的碗礼服 就这么报销了 可这有什么关系吗 咱就是有钱 她要告诉玛莲娜 碗礼服本来就是 一次性的消耗品 今天的阳光真的很好 舒适的气候 令人心情愉悦 玛莲娜走在 希拉库扎镇的 石板路上 高跟鞋 发出清脆 而有韵律的声响 她的眼睛看向前方 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今天 她不是去职业介绍所 而是准备去 书店 她现在负责着 烟卷厂的这个财务 这并不是说着玩的 她确实要参与到财务管理 对这方面 她不是很了解 她觉得自己有必要 非常有必要 去学习一方面 这一方面的知识 玛莲娜过来了 街道上的人们 自然是无数看到的 今天的玛莲娜更漂亮 而且还带着一股自信 不像以往 走路都是低着头的 她现在是 看着前方的路 电影里 玛莲娜因为饥饿 剪掉头发 准备为了食物 而出卖自己身体时 也是昂着头走在 这条街道上 可是在那个时候 她是走路的时候 自暴自弃 是放任自我 而现在 却是因为自信 很多男人 见到玛莲娜走过 仍旧脱帽行李 送上一个微笑 可却再没有人 敢对她发出邀请 女人们看着玛莲娜 以前呢 总是会送上婊子 妓女 下流女人等等词汇 可今天却没有人 说这些话 一个都没有 哪怕一个词语都没有 女人们看向玛莲娜 或许有嫉妒 有仇视 但却可不敢再说 一句诋毁的话了 经过广场的咖啡馆时 那些身穿着西装 带着礼帽的男人们 站起来 有的喊了一声 玛莲娜女士 玛莲娜夫人 有的甚至叫做 伯纳诺夫人 玛莲娜对着这些人 微微点头 露出一个微笑 继续往前走着 前边的道路上 两侧长满了鲜花 几天之后 香烟生产出来了 想好试了一试 味道真的很不错 不过 他却下达了严令 禁止所有组织成员和工人 抽这个烟 香烟自然不能从正规渠道买 不是政府禁止 而是因为正规的渠道价格太便宜了 政府对各种物资价格 都有详细规定 正规商店销售 根本就没有多少利润 这些香烟主要还是走黑市渠道 现在江浩已经掌握了整个西西里岛三分之一的黑市渠道 把这些香烟销售出去并不难 而且他相信有了这些香烟 黑市渠道扩展的将会更快的 所以他命令达位加速 要在圣诞节前占领西西里岛一半的黑市 明年三月份之前占领整个西西里岛黑市 江浩为何如此急迫呢 因为明年也就是1942年 德国人就要进入西西里岛 他要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做好布局的 好的老板 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大卫拍着胸脯说道 一周过去香烟销售情况令人欣喜 能够达到四成销售 一个月之后 基本上就是烟卷厂生产出多少就卖出多少 达到产销平衡 两个月之后 达位传来消息 现在已经供不应求了 很多地方都处于无烟可受的状态 其实江浩已经估计到这种情况了 因为不只是渠道 更是因为他作弊了 西西里盘饗宴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只要西上的人就不会忘掉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里面掺东西了 没错 他加了大麻 虽然非常少 但那效果却非常的好 简直让人一息喜欢 二息忘不掉 三息上野 当然 这些很少有人知道 就算是工厂内的 也只是有极少的几个管理人员知道 而这些人也都是组织成员 不要觉得江浩邪恶 为了穿越 他学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知识 其中就包括着制兵的方法 这些他都还没用 只用了最简单的 麻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的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既然烟草销售的火爆 那就添加机器 增加工人 加大产量 增大烟草走私数量 就在江浩谋算的时候 手下的一个族长 萨卡杜 找过来 神情有些急切地汇报着 老板 卢卡大哥那边 可能出事情了 船本应该前天就回来的 可是晚了一天 我们用电报询问那边 他们说前两天 卢卡大哥就已经出发了 我怀疑 他们在海上出事了 不知道 是海滩 还是被意大利舰艇 给抓住了 相好皱着眉头 损失了一趟货物 没关系 但如果卢卡被抓住 他会失去一条 得力地绑毙的 这是他不愿意接受的 派船去海上搜寻 再和阿迪联络 查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有 花前照关系 探听是不是被海军扣下了 不管生死 都要查出 卢卡的确切消息 相好吩咐着 到了晚上 有了确切消息了 卢卡确实是出事了 并不是风浪掀翻了货船 而是被 意大利海军的巡逻舰队抓住了 连船带人都给扣押了 大卫 萨卡杜 巴沙利 法比奥 卡尼萨几人 都来了 大卫问道 老板 现在怎么办呢 将好沉吟了一下子 野路走多了 总会遇见鬼 我们经常在海上走私 被海军扣押很正常 我又想过这一天 大卫 你想办法看 能不能找到海军的关系 花多少钱都没关系 设法 把卢卡他们救出来 我试试老板 大卫说着 不过他们和海军 的确没有多少联系 想要找到关系 把卢卡弄出来 应该非常困难 所以 将好要安排好 后续的事情 萨卡杜 你是卢卡的副组长 熟悉传上 那几个火蹄的情况 但凡是有家庭的 每家送去 五千付须金 告诉他们 只要有我在 每个月 都会给他们 发一笔钱 绝对不会 让他们饿肚子 萨卡杜赶紧说着 我明白老板 我会做好 安抚工作的 听到江浩继续会给那些被抓住的人的家里发钱 而不是直接抛弃 这几人心中都是一热 跟着这样的老板 才有前途和干劲 江浩继续说道 我们的生意不能停 大卫 尽快组织一批货 运到突尼斯 法比奥 你来负责下一次运输 弄回我们急需的烟丝 好的老板 大卫和法比奥一块硬着 安排好事务 手下们去忙了 虽然出了一些事情 损失了几个手下 可是江浩的安排却并没有让组织气势下降 反而因为江浩体恤下属 赢得了更多人的爱戴和尊敬 只是可惜了 卢卡这个好帮手 可是几天之后 事情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卢卡回来了 江浩见到卢卡站到自己面前之后 也是感到很惊讶 卢卡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卢卡笑了一笑 老板 我不是跑出来的 海军把我放了 怎么回事 江浩诧异的问道 老板 那天 我们正在海上行船 突然旁边开过了一艘巡逻舰艇 然后对着我们喊话 我们按照您之前的布置 直接地打出了意大利旗 对方扔就让我们停下检查 要不然就直接炮轰 我们只好停下了 满舱的烟丝根本没法藏壁 我们八个人就被抓了 然后在舰艇上关了一天 被带到了一个海军军事基地 又在一间黑屋子里关了一天 这才有人提神我们 我们自然是誓死不说 后来来了一位中校军官 让所有人出去 私下和我说 他并不想把我们怎么样 不过 他们要参与我们的生意 江浩听过之后 也是很惊讶的 海军 要参与走私 是的 他们就是要参与走私 对方要六成利润 不过他们保证 我们在突尼斯海峡的船只 从此之后将会畅通无阻 他们甚至可以开巡逻舰 给我们护航 江浩听的也是一愣一愣的 军舰给走私的船护航 这还是真是闻所未闻的 还有吗 我当时觉得他们要太多了 德国人要了四成利润 海军要六成利润 那我们不就白干了吗 我就和对方砍价 可是那个海军上校 咬死了 要六成 他说 他们分摊这笔利润的人很多 包括上层 如果少了 就不值得冒险了 我说 这么大的事情 我无法决定 要告诉我 我的老板请示一下 他们就把我放了 不过 瓦莱罗他们八人 仍旧被扣押在海军基地 那名海军中校说了 如果我们不同意 那这项生意就此作罢 不过 我们的船和人 也就别想离开了 瓦莱罗他们 会被送进监狱里的 江浩想了一想 对着卢卡说道 去把瓦莱他们几个叫来 卢卡出去叫人 江浩溅入沉思 时间不长的 大卫几个骨干就过来了 江浩又让卢卡 仔细说了一遍 众人听完之后 无不皱眉的 江浩看看几人说道 我同意海军的要求 老板 如果答应海军 那咱们就真诚 白给海军和德国人干活了 可如果不答应 瓦莱罗他们几个 就别想回来了 真是混蛋呢 达韦气呼呼地说道 江浩笑了一笑 卢卡 账目不是那么算的 我们走私货物到突尼斯 德国人分六成利润 意大利海军 要分四成利润 我们白赶 不是这么算的 对啊 我们白跑一趟 还要打赏人工 别着急 继续听我说 回来的时候 德国人是不参与 烟草利润分成 只有意大利海军 他们仍旧要分去六成 我们分烟草利润的四成 而这四成烟草利润 足够我们补齐所有支出 还能够赚一笔 对不对 众人想了一想 点了一点头 可这样 我们还是相当于白干呢 法比奥问着 不 对我们来说 最大的好处就是得到烟草 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卷烟厂 烟丝运到岸上 生产出香烟这一部分的利润 可是完完全全属于我们的 对啊 从烟丝变成香烟 烟丝的价值可以增值四五倍 这才是利润大头呢 江浩继续说道 这也是一个好机会 能攀上意大利海军这条线 从此之后 在海上 我们将没有任何阻碍 可以明目张胆地走私 还有军舰护航 以后我们不必再偷偷摸摸地晚上出发了 不必半个月跑一趟 今后 整个突尼斯海峡 将是我们的后花园 江浩意气风发地说道 脸上露出了笑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一百五十六集 喜喜里岛是自己的天下 海上运输有海军护航 突尼斯有德国人保驾 从现在开始 将好的整个走私线路 算是完全打通了 这才是走私的最高境界 将好当即下达命令 大尉 继续加快统一 西西里黑市的步伐 那些意大利守军 该送钱就送钱 路卡 买几艘大船 那种商用船 以后不必再钻什么 小渔船了 弄得浑身臭烘烘的 一身鱼腥味 今后 我们要坐着游轮运火 白天 晚上 我要把图尼斯航线 变得比战争前还要热闹 巴沙利 扩大卷岩工厂 速度一定要快 我只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工厂的规模 要扩大到现在的两倍 能不能做到 江浩指着巴沙利说道 是的老板 我保证能做到 江浩又看向 萨卡杜 法比奥 卡塔那几人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三人 也晋升为大组长 三人一听 立刻激动起来 终于成为大组长了 成为大组长之后 不只是地位提高 而且权力也大了许多 许多事情 能够自己做决定 更主要的是 从今以后分的钱 也比以前要多了 今后走私的规模 会越来越大 需要的食物和物资 也会越来越多 萨卡杜 今后 你专职组织货源 法比奥 你的任务 是去开拓市场 我们的香烟 不只要在西西里销售 也要卖到内陆去 要把他们卖到巴黎 卖到 纳布勒斯 卖到罗马 卖到佛罗伦萨 甚至 卖到米兰去 卡杜 你的责任很重大 我们的组织越来越强大 人员也越来越多 我们需要一支专门的力量 来保护我们的一切 你当过兵 应该知道怎么管理他们 我要你建立一起 一支组织来 这个组织是卫队 能不能做到 江浩看着卡杜你说着 卡杜你目光坚定地回答 是的老板 我一定能做到 江浩站起身 扫视了一圈众人 大声地说道 诸位 危机 也预示着机遇 这次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次机遇 现在一切就绪 只等着我们大干一场 莫泽里尼 学习了无数的黑手党家族 这个时代看似无比黑暗 可是聪明的人 会从黑暗中看到光明 找到出路 诸位 努力去做吧 今后我们的组织 必将发展起来 到那个时候 我伯纳诺家族 会是黑手党第一家族 而你们 也将组建自己的家族 真正的黑手党家族 众人被江浩的话 说得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也对老板画出的美好蓝图 生出无限向往 俗话说 作为领导 忽悠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就比如马老板 就是一个特别有思想 又特别能忽悠的人 所以他的事业才会那么的成功 卢卡再次去了意大利海上军机地 同时还带了这次的烟草货款的六成 海军看到了成衣 或者说看到了真金白银 当即就放人 还给他们的船 加满了油 第二天 卢卡就带着那艘五十吨的小渔船和八个伙计回来了 烟草泄了下来 立刻地运到卷颜工厂 五天之后 一艘五百吨的商船载满着货物 从西西里岛出发前往通尼斯 商船行驶到海峡时 一艘巡逻舰跟了上来 鸣笛之后就在旁边并肩而行 见到这一幕 船上刚刚还有些忐忑的伙计们 立刻地欢呼起来 还有什么是比这样走私更爽的吗 真想怒吼一声买马皮 还有谁 获雾到了摩纳斯蒂尔 德国人又开始跟上 货物快速地散发出去 向着图尼斯的其他几个城市去输送着 并且迅速回笼大量的珠宝和黄金 其中两层换成了烟草 正好把五百吨的商船填满 德国人分到更多的利润 笑得嘴唇边的皱纹都皱出来了 亲自送过来了两箱雪茄 卡尔鲍曼上尉说道 这些雪茄是我定制的 上次我和伯纳诺一块享受过 他也很喜欢 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 让德国人送礼物 这真是喂得饱了 哎呦 你告诉他 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为了我们的合作 我还给附近的几个城市 备手了一些礼物 那如果你们的人被抓住 记得通报你们的组织名字 我想他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看看 已经主动发挥开展工作了 这就是利益驱使的结果 为自己的利益扫清障碍 任何党在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都会被一脚踢开 党路折死 回去的时候 卢卡把属于意大利海军的这一份交给他们 意大利的那名中小军官 在看到一箱金银珠宝之后 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呼吸都有些急促了 咽了一口唾沫之后说着 看来走私真的是很暴力 离其中小 这是这次的六成分译 您觉得还满意吗 卢卡问道 李奇挑挑眉头露出了一个微笑 是的 很好 我想我们的那些大人物也会非常高兴的 那我们继续合作 卢卡说着 当然 李奇拍了拍箱子说的 有这些东西 我敢保证 你们的船 哪怕敢运输违禁品 都不会有人查的 这话说的也太明目张胆了 不过卢卡喜欢 辛辛苦苦地跑下来一趟 江浩只落下了一船烟草 可这一船烟草也能够给卷烟厂 带过来五百万以上的利润 刨除手下的钱 江浩可以落下两百万 这已经是很大的一笔利润了 更重要的是 他还掌握了一只强大的黑帮力量 这才是他看重的 转眼之间 时光匆匆 马上的就到了圣诞节了 江浩把六个大组长和二十一个小组长 全部招到卷烟厂会议室 这些人一个个正经危坐 江浩坐在主席 江浩到背靠着墙 他那面墙上贴着一张标语 上面写着我们的事业 达威主持会议站起来之后说道 首先宣读组织七届 一 收口入屏 二 组织高于个人 三 不得违抗上级命令 四 不得背叛自首 五 对家人保密 六 不得擅自搞绑票活动 七 兄弟之间严禁斗 下面请老板讲话 江浩微笑地站了起来 看了一眼深厚的标语说道 你们应该都看到我深厚的标语了 这就是我们组织的名称 我们的事业 我们现在所做的 都是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 包括我 也包括在座的诸位 整个组织 所有成员 以及家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作者 昨日大宇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器毒武 后期制作 按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57集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 来自教父语录 江浩的组织 如今已经统治了 整个西西里的地下黑市 比预期的要快了不少 正式组织成员 已经达到580人 外围人员超过2000人 他现在就是 当之无愧的 西西里地下王者 走私渠道 除了遍布西西里 已经开始走向内陆 尤其是香烟销售 形成了系统的销售渠道 每个月能够给江浩 带过几百万里拉的利润 同时也养活了 五六千人 江浩别墅的地下室 堆满了装着现金的签箱子 这次会议是年前的会议 开会的目的 除了显示自己这个老板的存在 还有就是发放奖金 当然 这笔钱不是江浩出 而是从组织账目里出 这些头目 每个人都能得到不菲的奖金 自然一个个喜笑颜开的 要不是因为现在风头还紧 江浩还真想弄一个盛大的年会 不过他看过后世的那些新闻报道过 有什么黑社会团伙啊 小偷公司啊 诈骗集团呢 大张旗鼓的组织年会 结果所有人都进去了 然后被警察给一窝端了 这就有些可笑了 所以这种东西 还是悄悄地猥琐地发育好 开完组织年会之后 江浩也准备过自己的圣诞节了 不过他不准备在希拉库扎过 就要来玛琳娜说道 我们来一个旅游圣诞如何呀 你准备去什么地方 玛琳娜问道 随便什么地方啊 巴勒姆 纳布勒斯 罗马 或者佛罗伦萨 只要你喜欢 江浩说着 江浩说得一个比一个远 玛琳娜想了一想之后说道 嗯 现在还是战争时期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走太远 要不我们去巴勒墨娃娃吧 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去巴勒墨了 OK 那就去巴勒墨 江浩叫来 费德勒夫妇 给这对尽职尽责的夫妇 每人发了一千里拉奖金 两人高兴地补助感谢着 费德勒 我准备带着玛琳娜 去巴勒墨过圣诞节 这样子 你们也能过一个轻松的圣诞 费德勒 你看好家 如果有任何的事情 都可以去老阿雷西偶酒馆叫人 家里可是放着不少钱呢 万一被小偷给光顾了 那就不完美了 我明白了先生 费德勒现在 可是知道伯拿诺先生的名字威力的 而且越来越知道 不过他什么也不会说 费德勒太太 等我们回来再享受你们的美食 交代完管家夫妇 将好又找过了卡尼萨 我们准备去趟巴勒墨过圣诞节 你准备四个人跟随着我 老大出门 必须要带小弟 好在巴勒墨 还是西西里的地盘 要是去内地 估计江好要带上十几二十几号人才行 第二天上午 小组长皮亚带着三个手下过来了 他这次负责保护江好的安全 江好和马莲娜把两个小行李箱 放到紫色的车子上 皮亚他们坐在后面的保镖车上 后背箱装得满满的 这次有人开车 江好和马莲娜坐在后面 一路惬意地欣赏着沿途风景 聊着感兴趣的话题 到了下午时分 终于赶到了巴勒墨 在巴勒墨最好的酒店 订了最好的房间 酒店是一座城堡改建的 他们住在最顶层 房间的面积非常大 功能齐全 两间卧室 宽大的餐厅 硕大的温泉泳池 游戏室 还有宽大的休息阳台 推开窗就能看见海湾 和很远的风景 海风吹得白色沙窗飞舞 江好躺在阳台沙发椅上 舒舒服服地哼起了几声 真舒服呀 玛琳娜 玛琳娜 你对这几天的行程 有什么安排吗 玛琳娜正在准备行李 把他们的衣服都挂在衣柜里 看到江好懒散的样子 便就笑着说道 第一天购物 第二天看歌剧 第三天看戏剧表演 第四天是平安夜 我们到大教堂去祈祷 看着江好有些苦瓜的脸色 玛琳娜知道 她不喜欢听歌剧 也不喜欢看戏剧表演 笑着走了过来 坐在江好的旁边 低头在男人嘴上 吻了一下之后说道 剩下的时间 由你安排 怎么样 好吧好吧好吧 江好有些孩子气得 连说几个好吧 好吧 接下来确实是按照 玛琳娜的行程 购物 歌剧 戏剧表演 平安夜 第五天终于轮到江好做主了 江好大手一挥 今天我们的任务 就是购物 疯狂购物 阿琳娜一愣 难道你准备再来一个轮回吗 然后是歌剧 戏剧表演 再回到购物 不不不不 接下来 只购物 弄歌剧 弄戏剧表演 江好这次出来 可是带来了很多钱 这还只是他地下室 钱乡的一部分而已 他不能坐等他们贬值 所以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疯狂花钱 在巴勒姆转了一圈之后 让江好非常的失望 他发现自己的钱 竟然花不出去 不是他的里拉不能用 而是这里根本就没有 多少值得大投资的东西 如果在后世 他可以带着钱 到金点疯狂刷卡 把卡里边的数字 变成真金白银 可是在1941年的意大利 竟然实行了黄金管制 真是凑蛋的摸索里尼 他想改投资艺术品 可那些名家名作 大部分都在国家的博物馆收藏 一小部分在私人收藏家手中 市面上极少有流通的 就算是有 也很有可能是艳品 至于收藏这一时期的画家画作 登记十年之后爆发升值 确实有 可现在并不好找 而且收集这些人的画作 江浩也不可能傻到 去出高价购买 那绝对是侮辱智商 要买也必须要简陋买 可这样一来 他的钱扔就花不出去了呀 看着江浩闷闷不乐的样子 麦琳娜劝解道 要不我们到古董店去看看 那里或许有你喜欢的 古董 欧洲除了油画和雕塑 还有什么值得投资的古董吗 反正江浩是想不下来了 吃过了午餐 两人继续逛了起来 他们的后面 远远地追着一辆黑色轿车 是皮亚他们 两人走进了一家不算大的古董店 里面各种东西都有 江浩撇了一撇嘴 这种地方估计很难发现什么宝贝 突然间他的眼球被几样东西吸引住了 在靠墙的一个货架上最顶端的位置摆放着一排瓷器 没错 就是瓷器 一个葫芦瓶 两个玉瓶 还有两个黄色的大碗 上面都画着花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五十八集 江浩一眼就看出 这些是中国古董 他走了过去 抬手从货架上 拿下了一个耳瓶 翻过来看了一看 发现瓶底 有一个印章落款 大清乾隆一致 江浩心里一动 如果这是真的 那可真是好东西 想想现在的时间 是一九四一年 很可能是真的 就算是仿造的 那也肯定是民国东西 他又分别 把其他几样瓶誌 看了一个 都是清朝落款 三个乾隆的 一个雍正的 一个康熙的 得 耶撒齐活了 老板是一个四十多岁 戴着眼镜的家伙 先是瞅了一瞅 马莲娜几眼 然后才走到江浩的身边 笑着说道 怎么 这位先生喜欢这些 东方瓷器吗 对这些有研究 江浩摊了一摊手 没有 我是一个画家 我只是觉得 这些瓶子的色彩很好看 所以拿下来看一看 听到江浩的回答 老板有些失望 能讲一讲 这些瓶子的来历和历史吗 江浩装作好奇地问道 老板说着 您有意购买吗 江浩偷都翻白眼 真是个吝啬的家伙 连多说几句话都不舍得 如果他们还不算贵的话 我愿意买回去作为花瓶 江浩说着 他们可是古董 老板有些气闷地回答着 可是我并不知道 他们的历史 不是吗 古董的价值 体现在他的历史 文化 工艺 时代 和人文综合在一块的价值 如果你能拿出一副提箱的话 我肯定知道 应不应该买 江浩细虐道 这下轮到老板翻白眼了 心说着 那样的话 我也知道应该珍藏 这些瓶子 是巴勒默的一个落魄贵族 放在我这里寄寿的 我听他说 他的伯父曾经去过一个叫做大清国的地方 当时他的伯父好像是 意大利军队东方派遣军的军团长 后来和这个大清国开战了 他们自然胜利了 然后他们洗劫了那个东方国家的皇宫 他伯父弄回来了很多这样东西 再后来 他伯父晚年就定居在巴勒默 在郊区镇上有一个小庄园 我去过那里 风景还不错 说到这儿 老板摊了一摊手 他的伯父没有子嗣 把所有家产都传给了他 那家伙以前是个花花公子 很受女人欢迎 榴莲花怂了几十年 再后来他伯父留给他的钱 被他花完了 也老了 再次回到那个小庄园养老 他没有任何的收入 现在很落魄 拿出这些东西 想要试试换些钱 我就去他的地下室里 挑选了几点 可这些东西放在这里 半年时间了 无人问津 原本我还以为 人们会对古老而神秘的 东方感兴趣呢 但可惜 并没有 江浩心里有数了 这些瓶子的色彩不错 你准备卖多少钱 如果便宜的话 我可以买一两个回去 放花用 这些树立的瓶子 每个五千里了 这两个碗 每个三千里了 老板说完之后 就稀奇地看着江浩 你疯了吗 江浩夸张地叫了起来 就好像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 吓了老板一跳 愣愣地看向江浩 就这些破罐破花瓶 要卖几千里了 傻子才会买呢 江浩气愤地说着 可这是神秘东方来的古董啊 你知道他们的历史吗 江浩问他 不知道 所以啊 连你这个研究古董的 古董店老板都不知道 别人又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而且我相信 几乎所有的意得利人 都不会知道 那个什么神秘的 东方大清国的 老板点了一点头 他也认可了江浩的说法 确实 之前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我对那个国家的了解 仅限于 蒙利奥爵士的描述 古董店老板说着 这几个瓶子便宜卖吗 你知道 一个好看点的玻璃花瓶 不过几十里了而已 老板使劲地摇了摇头 这些瓶子只是寄卖 当初订的价格就是那么多 我没有权力更改 我收取百分之六的佣金 除非你和 马利奥爵士面谈 那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 这位马利奥爵士呢 呃 这个 老板迟疑了起来 好吧 相好知道这家伙是准备要好处了 掏出了一百里了 这是引荐费 当然了 谈成了 你的那份佣金还是你的 如果那位马利奥爵士不给 我给 如何呀 老板愉快地接过一百里了 没问题 马利奥爵士的庄园在乡下 你有车吗 要不要 我载着你和这位美丽的女士 说完之后 眼睛看向马莲娜 似乎在显摆着自己有车 我没有车 三辆车一块驶向城外 走了大概十几公里 来到了一座小镇 在小镇最边缘的一处庄园亭下 江后看了一看 这处庄园占地面积不小 看那些建筑物上的装饰 想来当年也很奢华的 可躲不过岁月的侵蚀 很多地方都露出斑驳的痕迹了 到地方了 这里就是马莲娜爵士的家 古董店老板说的 众人下车 江后让皮亚几人在车上等待 他则带着马莲娜 跟着古董店的老板 一块走进庄园 拍了拍房门 不多时 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 打开了门 看着门外的三人问道 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你好 我是古董店老板 来找马莲娜爵士 几个月前我来过的 老板说着 老妇人看看他 不记得了 你们等一下 我去通知老爷 约摸过了几分钟 老妇人开门 请三人进去 想好走进这座房子 里面的装修 很有欧洲古典味道 那些家具看上去 都有些年头了 不过保养的还算不错 用的木料更是上乘 旋转楼梯上走下一个 穿着睡衣脱鞋的老头 留着两撇翘翘的胡子 看着三人 对古董店老板说着 果斯塔沃 你是来给我送钱的吗 那些东方古董 卖出去了吗 老板摊了一摊手 并不是 不过我给你带过来了 一个主顾 他有意购买你那些花瓶 不过觉得价格贵了 想和你当面谈一谈 老头把头转向江浩和马莲娜 在江浩的脸上停留一秒钟 然后视线就定格在 马莲娜的脸上 随即露出惊艳的表情 不过很快地就掩饰过去 走下楼 来到马莲娜身前 你好 美丽的女士 我是马莲奥爵士 今天见到你真是荣幸 老家伙伸手 想要牵马莲娜的手 给他来一个温手礼 江浩却迅速伸出手 和老头握住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雷纳托伯纳诺 古董店老板说 这个面前的马莲奥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有名的花花公子 还真是品性不改 上来就对着自己的女人下手 不过在江浩的眼里 他只是一个水管工而已 手被江浩握住 老头一愣 随即笑了一笑 和江浩握了一握 你的女伴可真漂亮 我月女无数 她的容貌绝对可以排进前三 老头说着 江浩笑了一笑 我觉得他是第一 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第一 老头也笑了 是的 在情人眼里 他是你的敌 来吧 我们坐下喝杯红茶 一块聊一聊我那些 来自神秘东方的精美瓷器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59集 众人在客厅坐下 那个老妇人端过了一个茶壶 给美人倒了一杯红茶 江浩看到茶壶之后 非常想吐槽一下子 又是一套中国瓷器 看那精美的做工 和上边的花纹 没准也是一套 皇家御用品也说不定呢 老头看向江浩问道 你懂那些瓷器吗 不懂 秦燃摇了一摇头 那你为何想要购买它们呢 只是觉得它们的色彩和花纹都很漂亮 我是一个画家 秦燃又搬出之前的说辞 嗯 艺术是相通的 就像这位女士 她的美丽 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 都会为之倾倒的 江浩都无力吐槽了 看来这个老家伙的花花公子属性 已经融入骨髓了 何时何地都不忘取悦女人 我的伯父 西斯科克 玛利奥南爵 曾经作为一名海军将领 政府过那个东方国家 那个国家非常强大 马克波罗曾经记载过 是一个用黄金铺地的国家 他们的一个王朝 曾经打倒过欧洲 就是蒙古人 强大的俄罗斯 奥斯曼帝国 都在他们的铁梯下瑟瑟发抖 马利奥爵士口才非常的好 把一些他所知道的历史 娓娓道来 古董店的老板和马莲娜 都听得津津有味的 可江浩却感觉很是尴尬 因为这个老头子 讲的那些历史 全是似是而非的样子 很多都是错误的 还有他自己的一些 编造的传说 马利奥爵士 我不得不打断您 我想说的是 我是来买花瓶的 不是来买故事的 江浩说着 卖古董连着卖故事的把戏 早就被中国人玩烂了 江浩不想和他浪费太多时间 马利奥爵士摇了摇头 你真是个无趣的人 你应该多了解一些历史 这样能够开阔一个人的事业 好吧 现在咱们来说一说这些古董 我觉得我的定价非常不高 他们绝对值这个价钱了 江浩贪了贪手 如果您坚持的话 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了 说着站起身 拉着马莲娜就想走 哎呀 等一等等一等 年轻人 你的性格太急躁了 请坐下 我还没说完呢 不过既然你来了 我也要给出一点诚意 你说对不对呀 老头心急地说着 江浩心里在发笑 你都落魄到这种地步了 还在我面前卖弄 哪有贵族只用一个仆人的 他身上的那件睡衣 虽然是华贵的驼绒大衣 可袖口已经磨得起了猫边了 这老头现在是非常的穷困潦倒 江浩又拿捏他的本钱 我想听听价格 江浩说着 好吧 每件给你便宜五百里了 这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老头咬着牙说着 那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去买几个漂亮的玻璃花瓶 让他们作为装饰物 毕竟那东西一个只需要几十里了 年轻人 这是不同的概念 这是来自东方的古董 对我来说 没什么不同的 只有价值值不值的而已 那你准备出多少钱 江浩假意的沉吟了一下子 每件五百里了 老头蹭的一下跳了起来 不可能 他们都是古董 我绝对不会卖那么便宜的 提到了钱 老头子一下就没了刚才的优雅 随后 爵士玛利奥和教父 伯纳诺先生 就在客厅里展开了 你来我往的贾格拉巨站 看到玛利奥在一旁都是一愣一愣的 江浩给自己买衣服的时候 买皮包的时候 可是从来不会这么斤斤计较 为何今天却会如此呢 难道是因为爱我 所以宠着我吗 玛利奥突然感觉很甜蜜 看着男人和老头斗嘴砍价 也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的 最后 贾格终于谈拢 江浩每件出 一千八百里了 五件一起买了 一共是九千里了 江浩让玛利奥当场赶紧付账 那五件瓷器就在古董老板的 他的车上 几个人出来 把几件瓷器搬到江浩的保镖车上 古董店的老板都到五百里拉佣金 对江浩说道 一起回去吗 波纳多先生 不了 我准备回去和玛利奥爵士再细聊一聊 我突然觉得 他说的那个东方国家的历史 很有意思 江浩笑着说着 古董店的老板一愣 随即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对方买这几件古董 叫自己带着来建主家 恐怕不止想买这几件而已 自己被利用了 他突然觉得 这一笔生意 好像自己亏大发了 至于亏在什么地方 他又有一些想不明白 看着对方那四个强壮的保镖 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 江浩再次带着玛莲娜返回庄园 这次见到玛利奥之后 江浩开门见善地直接说着 玛利奥先生 我听古董店的老板说 你还有很多这样的东方古董 我能欣赏一下吗 没准还有我能喜欢的 你还想买 当然可以 不过他们都堆在地下室 没有专门的储藏室 应该有些杂乱 老头说着 能够多卖钱 他自然很高兴 这种东西 他可是既卖了好久 才来了这么一个客人的 拿着一串大铁钥匙 三人穿过庄园走廊 来到了一扇铁门前 老头用钥匙打开了铁门 打开里边的电灯之后 带着江浩和玛莲娜 顺着旋转楼梯往下走 下去大概两层楼的高度 前面再一次出现了一扇铁门 老头又在那堆铁钥匙里边扒了 找出了一个之后打开了铁门 一股淡淡的霉味传来 地下室里有电灯 江浩往里边一看 发现这间地下室的面积很大 高度也很高 并不压抑 里边堆积了很多杂物 有古旧的家具 有瓷器 有一些箱子 有着一些蒙着一些布 也不知道下边会是什么 这些所有的东西的上边 都落着一层灰尘 估计着这年头啊 是好多年没人打扫过了 江浩走了进去看了一个 随手在一个罐子里 拿出了一幅卷轴 明显就是中国画 这个罐子里有十几个 他随手解开了绳子 拉开了一看 发现这是一个人的画像 有些丑 还有些眼熟 这 这不是黄太极的画像吗 他记得好像以前在哪看到过 青石二帝的画像 见过这张图 是二个皇帝里边 就属黄太极最胖 后面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瘦 所以他脑子里有些印象 正宗的皇帝画像 应该是挂在宗庙里 没想到竟然沦落到这吃灰了 玛利奥解释 像这种东方古董 你一共有多少件呢 江浩随口地问着 家族有记载 这些东方古董 一共是一千九百件 当然 现在要刨除你手里的那几件了 玛利奥说着 江浩顿了一下 玛利奥先生 你是否有意 一次性把他们全部卖出去呢 玛利奥绝世一惊 怎么 你想全部卖下来吗 江浩耸了一耸肩 把手里的卷轴卷好 再之后 又丢回刚刚的罐子里 拍了拍手说着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有没有收藏的价值 我想投资试试看 看以后能不能升值 当然 如果价格贵了 那就算了 如果不贵的话 可以的 你要知道 这么多东西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玛利奥搓搓搓手 脸上带着兴奋说道 这如果你能够全部买下来 我当然能给你一个优惠价格 我早就想离开这里了 等有了钱 我要回到罗马 继续享受我的生活 而不是窝在穷苦的乡下 江浩一听 心中一动 玛利奥解释 那是不是要连着这一块庄园 一块买掉 如果有人愿意买 当然买掉了 我在这里早就住够了 要不是没钱 谁愿意来这里 玛利奥爵士说着 宰卖野田不心疼啊 玛利奥爵士 那我们就连同这套庄园一块 加在一起讨论吧 江浩笑着说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门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舞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一百六十集 玛利奥爵士 带着江浩和玛莲娜 再次回到客厅 老头对老妇人喊道 沙拉斯 给我们煮一壶咖啡 香浓一点 从红茶 升级到咖啡了 玛利奥爵士 转向江浩问道 伯纳诺先生 你真的打算 购买所有的东方古董吗 当然 秦然点了一点头 我还不知道 你是做什么的 老头问着 江浩塔 商人 卷烟厂的老板 老头一副恍然的样子 哦 我的这些古董 可不便宜啊 你还想买下这处庄园 那可需要不少钱 总要让我知道价格嘛 我们才好商量不是吗 相好探了探手说着 玛利奥爵士 一句 我觉得 他们应该价值四百万里了 一共五百万里了 你觉得怎么样啊 玛利奥爵士说完之后 看向江浩 江浩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他耸了耸肩说道 我觉得 你还是守着你的庄园 和那些东方的古董 继续在这乡下过日子 没准等上个几十年 他们的价值 会暴增到五千万也说不定 那你开个价嘛 玛利奥爵士也知道 自己开的价格高 不过 谁不想多买钱呢 谈生意 就是要高开 这样 才好有溢价的空间嘛 最多一百万里了 我说的是全部 包括房子和那些古董 这里所有的一切 当然 不包括你 欣然淡淡地说道 玛利奥一下就急了 绝对不行 那些古董 都是来自那个东方国家的皇宫的 很有价值的 江浩的脸上 露出了讥笑的表情 那为何这么多年 卖不出去一家呢 那些东西 在欧洲根本就没有市场 那是我伯父的心血 留给我最大的财富 最大的财富 最大的财富 就任由他们在地窖里发霉吗 玛利奥爵士 我真不知道那一千九百件东方古董 还有多少是完好无损 恐怕很多都已经被老鼠给吃掉了吧 还有 在那些东西里 最值钱的恐怕就是瓷器 其他的根本就不值钱 如果 如你所说那种 按照瓷器价格出售的话 那就想得太美好了吧 我只是投资 期望他们今后能够升值 而不是继续无人问津 没人欣赏 如果没人欣赏的话 那他们就一文不值 两个人你来我网讨价还价 最后 老头把价格压到三百万 将后的价格抬到一百五十万 双方不再让步 我看就这样吧 我们之间的认知 差距太多了 我不会花巨资 去购买一堆 现在来说一文不值的东西 玛利奥爵士 我的最终开价 是一百五十万 如果你不同意 那这笔交易就此做吧 江浩站起来告辞 牵着马莲娜的手走到门口 转过身时说道 我还会在巴勒墨 住上三天 如果一百五十万 这个价格 你同意的话 可以到酒店找我 我相信 你错过我之后 再等上几十年 也未必卖得出去 江浩说完 就走出了庄园 看着开走的两辆轿车 玛利奥爵士一脸的纠结 他虽然讨厌乡下的生活 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 可他仍旧向往大城市的 纸碎金迷和那些 娇媚的女人们 留在这里 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树桩 正在腐朽 然后慢慢地死掉 他宁可死在烈酒里 死在漂亮的女人的床上 也不愿意死在这偏僻的乡下 这发霉的老房子里 那个家伙说得对 这些古董他找人问过 确实没人喜欢 要不然他早就卖了 尤其是现在战争阶段 更没有人愿意投资这些 根本就看不到希望的东西 经过了一夜的纠结和挣扎 第二天早上 玛利奥爵士就开着自己那辆老轿车 来到了巴勒墨城 找到了江浩 吴纳诺先生 我同意了你说的价格 我决定出售 玛利奥爵士开门见山地说道 玛利奥爵士 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恭喜你 又可以享受罗马的夜生活了 江浩笑着说道 昨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就想 如果玛利奥三天之内没来 他会派手下光顾那座庄园 乡下土地面积很广阔 埋在哪儿都不影响美观 至于那些古董 他会全数搬走的 不过既然这个老家伙自己来了 那就好好地完成这笔交易 让他变得合法化 双方都找来了律师 玛利奥爵士拿出了地契 在律师的见证下 双方签订了一份正式契约 江浩得到那处庄园 和庄园内的所有物品 而玛利奥得到了 一百五十万里拉的现金 玛利奥爵士也很精明 当即就到银行办理储蓄业务 然后对江浩说道 如果以后去罗马 记得通知我 我会好好地招待你的 我对那里的情况是非常熟悉 尤其是名媛们 对了 如果你还想要一些 这种东方古董的话 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 我记得有些人的家里 也有这样的古董 当然 如果我帮忙的话 我会收取一定佣金的 从你那边扣除 怎么样啊 玛利奥爵士说道 枪后的眼睛一亮 对啊 这家伙虽然是一个花花公子 可交际能力非常强 自己的那些钱没地方花 完全可以让他帮自己购买这些东方古董 完全没问题 不过数量少了可就不行啊 而且需要运输到西西里来 我们应该商议一个交易方式啊 玛利奥爵士离开了 江浩带着玛莲娜再次来到那处庄园 现在这里属于江浩 江浩拉着玛利奥的手 站在庄园的门口说道 玛利奥 现在 我把它送给你 从今以后这属于你了 说完之后 他拿出了一份契约交给了玛利奥 玛利奥 玛利奥接过契约 惊喜地捂住嘴 这是一份转赠契约 受益人是玛莲娜 签字人是雷纳托伯纳诺 江浩拿出了一支笔递给玛莲娜 在契约的空白处点了一点 美丽的玛莲娜女士 请在这里签字 玛莲娜看着江浩一把地抱住 谢谢你 亲爱的 江浩笑着拍了拍玛莲娜的后背 好了好了 赶紧签字了 然后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要做呢 你可是真正的女主人了 这里需要从里到外的打扫修整 你可有的要忙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值得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61集 让皮亚 从巴洛墨城找来大批的人手 交给马列纳指挥 清洁修整庄园 将好自己则是摆弄起这些古董来 把整个地窖里东西全都搬出 放在阴凉地方晾晒一下 地窖打扫干净之后 四周安装好了木架子 然后放置这些古董 将好带着几个细心的妇女 一点一点的清理着古董 人生处处有惊喜 这些里边的宝贝真是太多了 比如 清十二帝的画像 就有四个人的 黄太极 嘉庆 道光 咸丰 各种中国画 大约有一百八十多幅 很多都是江好听说过名字的 瓷器一百多件 佛像有好几个 玉器也有十几件 锦绣制品更是上百件 最多的还是书 江好竟然发现了不少 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 这些书 马里奥觉得不值钱 可堆在这里 江好觉得 它是最值钱的了 随便拿回去一本 都是国宝级的文物 这些书 他并不打算放在地窖里 他直接让人清理好了之后 放在书房 他们就应该放在那里 或许有时间的时候 可以拿出一本翻一翻 皇帝般的享受 一百五十万里了 一船走私烟草而已 换来了一屋子的宝贝 欧洲人不知道他们的价值 当年 女史真图 一名英国军官 以二十五英镑的价格 卖给了大英博物馆 只是一顿晚餐的钱 清理完成之后 将所有东西全部放回地窖 看着成牌的架子 江好的心里感觉特别的满足 摸着这些东西 心中就感觉很是喜欢 她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些古董 不只是为了把李拉变成食物 更重要的原因是 将好发现 自己每次的奖励 几乎都是电影世界出现过的东西 美人鱼 奖励的一块手表 红高粱 奖励的谦卑不醉 石神 奖励的石地粉舟的厨余 新宿事件 奖励的是日语精通 荒岛余生 奖励了一百多万美金 等自己完成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这个世界任务时 要是奖励一屋子的古董 那可就是太美好了 想到这儿 江好就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他们 为了他们 你忙了整整一天时间 江好的背后 传过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不用回头就知道 是玛莲娜在说话 是的 我的确很喜欢他们 江好点点头说着 可现在要吃晚餐了 暂时和他们告别吧 玛莲娜来到江好的身边 轻声地说着 好的 从现在开始 陪伴我的玛莲娜 玛莲娜夫人 玛莲娜夫人的庄园 整理得如何了 江好问道 所有的房间 全部打扫清理 现在有种 焕然一新的感觉 至于墙壁和围栏 已经吩咐人弄了 大概需要几天的时间 庄园前后的花园 荒废得太久了 是个大工程 现在是冬季 只能先清理干净 等春天才能种上花草 到那个时候 整个庄园 一定会非常漂亮的 玛莲娜显得有些兴奋 这里现在可是 完全属于她的了 完完全全是由她管理了 按照她自己的喜好 整理着自己的房子 是很多女人的愿望 对了 还有那处山坡 原来是种植葡萄的 后来也废弃了 你觉得种什么好啊 曼莲娜问道 花 全部种花 江好不假思索地说着 咱不差钱 没必要种植粮食和葡萄 把这里种满鲜花 早上起来打开窗户之后 眼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花海 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比什么都值得 玛莲娜想象着那一刻的场景 欣然地点头 吃过晚饭之后 两人牵着手 在自己的庄园里溜达 玛莲娜不停地说的 这里准备如何改造 那里该如何弄成什么样子 江好安静地听着 不时点头 或者给出一点小意见 譬如后院的一处杂物房 在下边有一个很大的地窖 这个地窖主要是放食物的 江好决定把它们填满 亲爱的 你有仓鼠的属性 我这是未雨绸缪 你对未来感到不安吗 玛莲娜问道 是的 我预感到 未来的意大利 可能会过得很坚的 可是报纸上说 现在联军气势如虹 占领了很多地方 墨索里尼保证本土绝对安全 政客的话全都是屁话 绝对不能相信的 江好耸立耸肩 两人回到房间之后 床上用品都是新的 今天晚上的玛莲娜 似乎很兴奋 她主动地坐在江好的身上 不停地摇摆着 她的身材是如此完美 她的声音是如此悠扬婉转 让江好欲罢不能 第二天 玛莲娜又忙碌了起来 江好给她的任务就是花钱 修整庄园 玛莲娜也是乐此不疲的 而她自己则是卧在书房当中 拿着那些永乐大典翻看起来 这些书可以说是 老祖宗们留下的瑰宝 如果不是在电影世界 别说看了 就算是摸 她都摸不到 时间一晃 半个多月过去了 庄园焕然一新 也安装了电话 地窖里也储藏了大量的食物 江好叫皮亚回了一趟 希拉库渣小镇 找了四个组织成员家属 妇女过来 帮助玛莲娜打理庄园 同时还派了一个小队十二人 守护庄园的安全 玛莲娜看着自己的庄园 越来越喜欢 她挽着江好的手臂说道 不如我们每隔一个月 过来住几天 如何 不 我决定在这里 开辟一个新的基地 江好说着 这里的确很不错 靠近西系里首府巴勒墨 交通更加便捷 但又处地域乡下 距离城市有十几公里 就算是以后发生了战争 盟军轰炸城市 也波及不到这里 这里应该比希拉库扎小镇 要安全得多 他当即通知自己的那群手下过来 达维 路卡 巴勒 巴勒利 萨克杜 法比奥 卡尼萨 六大组长 一个不缺 这里是玛琳娜的庄园 以后我可能会长期居住在这里 达维 在小镇上弄一个帮派分布 更方便行事 巴勒利 在附近的小镇上 重新建立一个卷烟厂 这里交通便捷 更方便我们打开内陆市场 法比奥 交给你一个任务 从现在开始 想办法把组织的钱 尽量地换成黄金珠宝 美元或者英镑 记住 绝对不要德国马克 法比奥负责意大利内陆 香烟的市场 做这些会比较方便 不过 他还是很不理解地问道 老板 兑换美元和英镑 难道你更看好蒙军吗 他们可是意大利的敌人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按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江浩看着众人说道 你们要知道 任何时候都要学会 审时度事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 我不看好意大利 不看好墨索利尼 甚至不看好那位 被神化的德国元首 如果他们失败了 意大利和德国的下场 会如何呢 我想你们能想象出来吧 等到那个时候 李拉和马克 就会变成废纸 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 也全都会变成白废的 如果不是管制黄金 我更愿意 把他们全部换成黄金 从图尼斯弄到的黄金珠宝 全部都交给了德国人 和意大利海军 难道你们这还看不出来吗 他们也不喜欢纸币 随后的一段时间 江浩带着法比奥 卡尼萨等人 跑遍了巴勒默的银行 尽量地把李拉 兑换成美元英镑 不过巴勒默还是小了一点 他们又跑到内陆 在纳布勒斯 这才把所有现金 全部兑换完毕 组织的钱 大概有八百万里拉 最后兑换了五十万美元 相耗的私人的一千万里拉 兑换成了六十多万美元 这就是现在的汇率 没办法 看似很多 但其实兑换过来 就真的没剩多少了 至于德国的马克 绝对不要 后世有一个故事 德国战败之后 一位美国记者 到德国执行采访任务 到银行兑换马克 拿出了五美元 这银行的职员 很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好意思先生 银行的钱 不足以兑换这张货币 那可以兑换多少呢 只能兑换三美元的 一家银行的钱 只能够兑换三美元 可想而知 那个时候的 德国马克的价值 而现在德国马克 被称之为金马克 和美国的兑换比例 是2.5马克 比1美元 时间从不停歇 转眼到了 1942年的夏末 小眼仍旧弥漫 世界大战如火如荼 德国人和英国人 在北非展开拉锯战 隆梅尔和蒙格玛利 在这里成就了自己的威名 相好知道 再过一两个月 就会发生著名的阿拉曼战役 这场战役 又被称之为北非战场的转折之战 10月23日开始 历时12天 德国大败被驱逐出埃及 退守突尼斯 恐怕到那个时候 自己的走私生意也就不好做了 他再次召集了自己的一帮手下开会 要求最近的一段时间 加紧烟丝储备 最起码在德国露出败相之前 把货备足了 此时江浩的组织正式成员 已经有一千人了 外籍人员更是达到三千多人 在这段时间里 江浩也通过了德国和意大利军队 弄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除了必要的配备 其他的全部储存起来 步枪 机枪 手雷应有尽有 还有一部分重武器 就比如排击炮 高纯度炸药等等 历史的步伐 惊人的一致 或者说 这根本就是原来的那段历史 阿拉曼战役爆发 德军败北 德国援手看到了危机 立刻命令军队前往西西里 就在这个时候 西西里涌进了大量的德军 就在这一天 江浩在书房看书时 巴沙利过来回报地说道 老板 德国人说想要见你 德国人 知道为什么要见我吗 强好放下书问道 应该是为了香烟的事情 德国人准备举办一场酒会 邀请了整个西西里岛的大商人 我想他们很可能是想对商人们下刀 让咱们乖乖地给他们输送补给 巴沙利说道 德军现在的环境愈发的恶劣 补给渐渐地有些跟不上 德军的办法就是尽量地就地补给 军队离不开香烟 他又是本地最大的卷烟厂的老板 自然地就打起他的主意了 香烟想了一想之后 淡淡地说道 知道了 明天傍晚你来接我 酒会在巴拉莫最好的酒店举行 香烟走进去之后 发现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了 除了德军和意大利军官 就是穿着着西装的商人了 军官们的脸上一个个带着笑意 可那些商人们就没那么高兴了 一名德军上将走到了台上 他拿起酒杯说着 诸位 为了战胜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和美国人 为了保护西西里 我们来到了这里 由于行军仓促 军队的补给没有跟上 根据战时法则 军队有权力抽掉任何物资 当然 军队是会付钱的 台下的商人们立刻议论纷纷起来 军队是付钱 可他们只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购买 这样的价格 在市面上连原材料都买不到啊 价格和黑市的价格相差十倍不止 商人们是卖多少亏多少 这样的生意谁愿意做呀 德军的少将看到 这些人太不识台举 脸上有些不悦 难道真要硬来吗 商人在军人的眼里 那就是一大群养妃的羔羊 需要时该在就在 他们绝对不会手软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响起了 江浩站出来说道 将军阁下 我是西西里卷烟厂的伯南诺 我愿意供应军队的所有香烟 德军少将脸上露出喜色了 他走到江浩的身边 伸手和他握了一握 哈哈 你这样的商人 才是真正名市里的商人 有人开了头 有实时务的也同意为军队提供物资 可有人却仍旧拒绝了 他们不会做亏本的生意的 不过江浩却知道 这些家伙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有的时候不能太过爱财 亏本总比丢命强的多 回到庄园 江浩对巴沙利说道 主动把香烟送到各支军队那里 既然要做就做得完美一点 巴沙利苦着脸说道 老板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一天大概要赔十万里拉的 赔钱没关系 总有挥本的一天的 记得把每支军队的地址 和提供香烟的数量记录清楚 回头给我一份详细的记录 江浩笑着说着 那东西有什么用吗 巴沙利好奇地问道 哼 有大用了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 卢卡回来了 带回来的消息是 突尼斯那边 形势愈发紧张 盟军攻势非常的猛烈 意大利海军 封锁了突尼斯的海峡 海军联系人告诫卢卡 走私船只 必须停下 那就停吧 之前加紧存货 烟丝足够卷烟厂 用上几个月的了 时间又一晃 来到圣诞节了 今年的圣诞节 江浩和马莲娜 哪都没去 就在庄园里过的 很温馨 也很浪漫 但突然 远处又响起尖锐的 防空警报声 江浩和马莲娜 站在窗口 看着漆黑的夜空 江浩的手 伸进女人的衣服里 手中揉捏着饱满 嘴里边说着 轰炸又开始了 圣诞节都不休息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63集 防空警报不断地响起 不多时 天空中传过激军的嗡鸣声 没过几分钟 就见远处的巴勒墨城 闪起了一阵阵的亮光 随后传过一声声的 闷雷般的响声 蒙军又在轰炸巴勒墨 相好把马莲娜的腰 轻轻地压了下去 腰不一挺 女人不自觉地嗡了一声 随后 房间内 响起阵阵的嘞喃 呜呜呜 轰轰轰 啪啪啪 嗡嗡 房间内各种声音交替着 奏响生与死的乐章 一个小时之后 蒙军的轰炸结束了 江浩也丢出了自己的炮弹 搂着马莲娜 一身舒爽地睡觉了 1943年1月 美英在卡萨布兰卡 召开会议 制定新的作战计划 北非战局结束之后 盟军将在西西里岛登陆 目的是占领该岛 以保证同盟国 地中海航线畅通 吸引苏德战场 德军西调 并迫使意大利投降 战役由盟军驻 北非部队负责实施 总司令为艾森豪威尔上将 副总司令兼陆军司令 为盟军第15集团军群司令 压力山大上将 海军司令为坎宁安海军上将 空军司令 空军司令为特德空军上将 虽然现在德军还在北非挣扎 可已经露出败迹了 盟军开始后面的谋划 这段时间 江浩让组织 行动的时候更加低调了 除了卷烟厂的生意和维持黑市 其他的活动全都停止 在这一天 卢卡找到江浩 在江浩的书房 卢卡小心翼翼地说道 老板 美国老找到我了 江浩的神情一动 继续说 其实就是 美国情报部门的人 找到了阿迪 然后通过阿迪 找到了我 他们派人上西西里岛来 见我了 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 给他们提供情报 卢卡说着 是美国人 让你来问我的吗 不是 他们只知道 我们有一个组织 我是组织重要成员 他们可能并不知道 您的存在 或许只是 有些模糊的情报 卢卡说着 江浩闭上眼睛 沉思了好一会儿说道 卢卡 告诉他们 派一个级别高点的人 过来见我 老板 您要亲自见他们吗 卢卡 卢卡 微微有些吃惊 这是我们的一次机会 很好的机会 我们必须要把握住 江浩说着 一天后的晚上 在一条河边 江浩穿着大衣 站在河边 他看着月光下 静静流淌的河水 不多时 一辆汽车 从远处驶过 在距离江浩白米地方 停下了 卢卡和几个组织成员下车 簇拥着一个白人过来 这个约摸四十来岁的男人 见到江浩之后 你好 我叫詹森 很高兴见到你 雷纳托伯纳诺先生 詹森 就像中国的王强李明一样的普通 也不知道 对方这个名字是不是真名字 但江浩没有纠结这些 你好 詹森先生 卢卡和我说了你们的想法 没问题 我愿意帮助你们 江浩开门见山地说着 詹森微微地有些惊讶 他原本以为 还要动用口才 才能够说服这位隐藏极身的 西西黎大佬呢 但没想到 对方就这么直接同意了 那真是太好了 詹森高兴地说道 当然 但我们也是有条件的 江浩转口说着 哦 有什么条件 您尽可以提出来 和战争相比 其他的一切都好商量 等你们读取西西里岛之后 我要整个西西里的行政权 还有 我们会发展我们的生意 等到了美国 我希望能够得到美国政府的允许 江浩说着 詹森迟疑了一下子 这个我现在还不能回答您 因为我没有那个权利 我需要向上层请示一下 而当然 我相信现在的一切都要为了战争让步的 我觉得高层应该会答应您的 那非常好 预祝我们和所愉快 对了 为了显示我的诚意 我这里有一份东西送给你 算是见面里了 江浩说着 把之前巴沙利收集的那份德军驻地分布情况和香烟送货的数量单交给了对方 卢卡送对方离开了 詹森偷偷离开了西西里岛 在回去的渔船上打开那份单据 等看过之后 心中就是一阵狂喜 不说别的 就这份情报的价值 就是不可估量的 可以说是彻底掌握了德军在西西里岛驻扎的详细情况的 通过送香烟的数量 就能够分析出 那儿有多少人 这份情报简直太有价值了 看来那位伯纳诺先生是真的愿意和他们合作 之前调查当中说 他出生在黑手党家族 和莫索里尼有着深仇大恨 这应该是真的 回到驻地之后 詹森把这份情报送给了高层 同时说出江浩的要求 那位将军阁下立刻就同意了 再过了几天之后 詹森再次返回了西西里岛 见到江浩之后说着 艾森豪威尔上将 亲自同意了您的要求 将军说 如果有机会 还要亲自见见您 当然是战争胜利之后 好 到那个时候 我很愿意拜访一下将军阁下 相好说着 参谋长联席会议 肯定了您的价值 如果您在美国做生意 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一定的帮助 海军方面希望能够得到西西里 每个港口 每条水道的照片和资料 陆军方面 希望在公岛的时候 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如果有熟悉路况的人引路的话 那是最好的 当然 我知道这些要求 比较困难 高层只是希望您尽力就好了 詹森说着 强豪淡淡的一笑 摊开了一份西西里地图 直起地图说着 西西里有六座城市 三十二个镇 一百一十九个村 整个西西里岛的黑市交易 都在我手中 每个地方都有我的人 詹森听的就是易经 随后心中生出狂喜 掌握整个西西里岛的黑市生意 那就是说 这位掌握着 整个西西里岛最详细的情况 还有比这样的合作者更加重要的吗 看来之前还是低估了这位的能量了 那 那真是太好了 詹森高兴地说道 江浩没有看詹森 继续说着 而且 很多的意大利军队 我们都有交易合作的伙伴 还有合作者 通过他们 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军队内部情况 甚至 策反 詹森的眼睛瞪大了 呼吸微微急促起来 江浩的炮火仍旧没停 继续说着 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六十七集 布纳诺先生 这 这简直让我太惊喜了 我一定要把这消息 尽快通知上层 战森激动地说着 江浩点了一点头说着 我想 我们的合作 一定会非常愉快的 是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时间一晃 进入到1943年的五月份 美英联军在北非战场 彻底取得胜利 德国战败 为了保护后方 大量德军撤到了西西里 此时的西西里 成为了世界战场的中心点 这座只有2.6万平方公里的岛上 聚集了约26万意大利军 和大约4万的德军 而就在对面的突尼斯 盟军集结的总兵力 达到47.8万人 作战的飞机约4000余架 战斗艇和辅助船只 约3200艘 这次登陆战的代号 都已经取好了 叫哈士奇行动 够二的名字 不过这次登陆战 却是二战历史上 最大规模登陆行动之一 与诺曼底登陆 冲绳岛登陆 并列二战三大登陆战 不过诺曼底盟军 死了12.4万人 德军死了11.4万人 冲绳登陆战盟军 死了7.5万人 日军死了11万人 那西西里登陆作战呢 盟军只死了2万 义军损失了23万 是不是很夸张的数字呢 西西里上空 战争阴云密布 所有人都战战兢兢 盟军的飞机 隔三差五的 就回来轰炸岛上的德军阵地 老百姓几乎全都躲在家中 瑟瑟发动 山森又来了 在书房里见到了枪号 胡纳诺阁下 登陆战的时间 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 就在7月上旬 这段时间 我们要收集更多情报 整理出一份 德义军的布防图 这次我过来的时候 带过300名情报人员 感谢卢卡先生提供的通道 让我们顺利抵达这里 接下来 我们会在西西里岛上 展开侦查活动 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最好能派熟悉当地情况的人 为我们做掩护和带路 以方便我们需要搜集到的资料 带路党是很重要的 没问题 我会安排比较精明的人 帮助你们的 达韦 卢卡 萨卡 你们三个 负责具体调配人手 将后吩咐着 三个手下立刻站起来应试 只用了半天时间 黑手党就调配出了足够多的人手 配合美国间谍 开始在岛上活动了 有了他们的配合 这些间谍简直如鱼大海 鸟归密林 收集情报简直不要太容易了 这可能是他们在执行过的任务当中 最舒服的一次了 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 盟军就搜集到了足够多的资料 远党按照着以往的惯例 间谍人员的生存率 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可在西西里却达到惊人的百分之百 盟军将领们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随即改变计划 让这些特工继续留在这里 持续不断的搜集情报 直至战争开始 什么是能量 这就是能量 作为特工头目的詹森 这段时间更是有着最切身的体会的 虽然詹森服务于国家 极有见识 可一个小小的黑手党就有如此大的能量 仍旧是让人感到震惊的 五月下旬 盟军派出水面舰艇编队和十二艘潜艇 担任战役掩护 彻底取得图尼斯海峡控制权 六月上旬 盟军占领潘泰莱里亚岛 获得供战斗机使用的前进机场 7月4日开始 英美盟军分别从北非和中东各港口启航 向着西西里方向集结 盟军准备开始登岛行动 蒙克玛丽的英第八集团军 在西西里岛东南方向登岛 巴顿的美军第七军 在西西里岛西南方向登陆 在登岛行动前 美军向英军通报了岛上的情报 并指出可以让当地黑手党带路 蒙克玛丽早就听说过那群黑手党分子 对他们蒙克玛丽非常的不屑 我不需要一群黑帮分子的帮忙 我的军队会以碾压的态势 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墨西南 墨西南是西西里岛第三大城市 仅次于巴勒木和卡塔尼亚 这里紧邻意大利本土 只隔着一条极窄的海峡 只要控制了摩西南 就相当于切断了西西里岛 与意大利本土的联系 彻底的控制整个西西里岛 最后 英美联军真的做到了 很多意大利军人根本就没办法跑 这也是为什么 以两万死伤 造成了对方二十三万的损失的原因 没办法 最后全都被困在岛上了 你根本就跑不了 义军很愉快地投降了 七月九日晚上 防空警报响彻整个西西里岛 先是一轮持续几个小时的猛烈轰炸 在凌晨三点左右 盟军开始强登岛上 在登岛之前 黑手党们就带着美国特工开始行动了 此时的意大利军队人员意志消沉 很多被他们说的直接逃跑 所以在美国人登岛时 并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美国人很快夺取了西南海岸的控制权 可蒙格玛利指挥的英军就没那么顺利了 沿着西西里岛东岸向北推进的英军 遭遇到驻扎在当地的纳粹德军的激烈反抗 上网参中 巴顿戴着他的三星钢盔 脖子上挂着望远镜 嘴角挂着一抹嘲讽的笑意 蒙格玛利不信任我们的情报 这下子吃了大亏 这次还真是要感谢我们的黑手党朋友 能让我们如此简单而顺利的拿下手战 对了 带路人员已经过来了吗 巴顿将军问着 是的 将军阁下 他们已经派来了上千人 和我们的情报人员在一块 他们原本都是当地的黑帮分子 非常的熟悉当地环境 甚至很多与当地的意大利守军 都是非常熟悉的 手下汇报着 巴顿笑了一笑说道 利用好我们的优势 快速下着西北方线进攻 我要以最快的速度 占领该岛北部地区 是 将军阁下 对了 战争结束之后 我想要见见那位黑手党的首领 如果有时间的话 巴顿突然说道 好的将军 我记下来了 此时江浩就在巴勒墨郊外的庄园 在庄园里 事情已经安排好手下去做了 他手下的五个大组长 二十个小组长 上千成员和外围成员 现在都在为这些事情忙碌着 可谓是倾巢而出了 现在才是最大的事业 当然 强好不会去以身犯险 他更要保护马莲娜的安全 在庄园里 他留下萨卡图和两个组的小组长 以及一百名最中心的护卫队人员 这些家伙全都合强食胆的 守在庄园的周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65集 马莲娜有些担忧地问道 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恐怕又要死很多人 放心吧 我们这里很安全 意大利军不会打我们 美军更不会打我们 战争很快就会过去 只有决出胜负 我们才能迎来真正的安稳和和平 江浩安慰着 江浩把这里保护得很好 至于外边死多少人 和他没有关系 战争还在持续 整个西西里岛 到处都是硝烟 江浩的庄园 却很是安静 这日忽然一辆车开进庄园 是詹森过来了 江浩诧异地问道 詹森先生 你不应该在最前线的吗 怎么有时间过来这呢 伯纳诺先生 巴顿将军想要见你 詹森说着 巴顿 乔治巴顿 是的 美国第七集团军指挥官 乔治巴顿将军 他现在就在三十公里外的 克莱奥那小镇 我们的军队已经推进到那里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巴勒末 詹森说着 江浩想了一想之后说着 OK 没问题 萨杜卡开车 带着江浩来到三十公里外的 克莱奥那小镇 此时这里 早已经变成了一座诺大的军营 在詹森带领之下 江浩在小镇政府的办公楼 见到了巴顿将军 巴顿将军一身笔挺的美军军服 尖章和帽子都是挂着三星 用打量的目光看着江浩 江浩虽然对这位美国将军不是很了解 可也知道他的大名 这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将军 出身军人世家 脾气火爆 非常有战斗艺术 不过此刻 这位将军已经五十八岁了 两兵 已经露出了斑白 江浩还知道 两年之后他就死了 死于一场车祸 真没想到 西西里的教父 雷纳托伯纳诺 竟然如此年轻 你今年有三十岁吗 巴顿将军问道 是的 今年刚好三十岁 江浩不卑不亢地说着 虽然对方是世界文明的铁血将军 可江浩是外来者 对方不会给他制造什么心理上的压力的 你的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你们提供的情报 让我们能够更加顺利地夺取西西里 这一点 我想盟军应该感谢你 巴顿说道 我不喜欢墨索里尼 江浩说着 巴顿看着江浩笑了 是的 我也不喜欢他 巴顿走到一张地图前 一看就是西西里全景地图 其中 标有很多德军 意大利军的位置 对 这份地图 这江浩的组织出了不少的力呢 巴顿用指挥棍指了一指巴勒墨说道 接下来 我们要攻打巴勒墨 西西里的首府 这里约有五万的意大利守军 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更轻松地夺取他吗 巴顿说完之后看向江浩 将军希望多轻松 江浩问道 巴顿一愣 多轻松 自然是越简单越好了 伤亡损失越少越好 江浩想了一想之后说着 我可以试一试 或许能够让将军轻松拿下的 多轻松啊 这次轮到巴顿问了 让巴勒墨的民众用水果和鲜花欢迎你们进城如何呀 江浩笑着说道 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江浩 以为他在调侃巴顿将军 巴顿也有些生气 冷笑了一声说着 当然好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我会推击你做巴勒墨的市长 甚至西西里的总督 江浩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江浩告辞离开 整个美军指挥部的人 没有一个人相信江浩说的话是真的 当天晚上 江浩带着自己的几名手下 直接来到了巴勒墨 悄悄地来到意大利军营 见到了巴勒墨守军最高的指挥官 弗拉维奥将军 此前 因为江浩是第一个支持巴勒墨守军物资供给的商人 在之后又不断地去供应 江浩也参加过几次军方的高层酒会 认识了巴勒墨的几位大佬 布纳诺 你找我现在有什么事情吗 我可没有时间招待你啊 弗拉维奥将军 微微皱着眉头说着 弗拉维奥将军 您觉得您能抵抗美军的脚步吗 江浩直言地问道 弗拉维奥将军的脸色一变 目光变冷了 看着江浩慢慢地说道 你投靠了美国人 来给他们当说客的吗 江浩摊了摊手 我是意大利人 可是我讨厌墨索利尼 现在的形势摆在眼前 美军就在五十公里之外 他们有几十万的军队 装备齐全 还有空中和海上支援 你呢 你只有五万守军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而且我还知道 很多人已经开小差逃走了 军队士气极低 您觉得 您能够抵抗住美军的攻势吗 我想 那只是无谓的牺牲 白白让一些人失去了亲人而已 弗拉维奥将军沉默了 江浩说的都是事实 他现在手里 除了五万亿只消沉的渣渣兵 什么都没有了 确实有些人已经不愿意再打了 他桌子上 交上的汇报单 已经厚厚的一大罗了 都是逃跑士兵的名单 如果在以前 这些人要被抓回来判刑的 可现在太多了 也没法管了 将军阁下 我们之前聊过 我知道您喜欢艺术 喜欢建筑 巴勒默是一座千年古都 是西西里的明珠 如果美军攻城 必将展开地毯式的轰炸 到那个时候 巴勒默的这些建筑将荡然无存 弗拉维奥将军的脸上露出纠结的表情 他是学建筑出身的 后来才投身军队 但他仍旧热爱着建筑 来到巴勒默之后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考察每一座古代建筑 并且乐此不疲的 也因为有共同的艺术爱好 江浩才和这位将军有了共同的话题 变得熟悉起来 江浩继续鼓动着三寸不烂之手 巴勒默的人民呢 他们做错了什么 难道您就甘愿看着他们在炮火当中哭泣 在烈火当中挣扎吗 那样就算是在百年之后 巴勒默也会记住你 是你葬送了他们一代人 而如果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愿意在巴勒默的博物馆 竖起一座你的雕像 在下面刻着 弗拉维奥将军是为了保护巴勒默民众的 和千年建筑的 才甘愿背负着责任放弃抵抗的 靠 死人都能被江浩给说活了 弗拉维奥将军心中挣扎了好久 终于说道 那 我能保留什么待遇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江浩的脸上露出笑容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66集 疯狂掠夺军队物资 只要有了放弃的想法 思想的洪流 就会如开闸一样 向着大海的方向 狂奔而去 一泻汪洋 再也拦不住了 江浩笑着说道 将军各下 如果您想离开 我有办法送你回罗马 我可以保证 美军绝对不会杀人 投降的士兵 会得到很好的待遇 包括伙食 医疗 和充足的休息 如果您不准备 离开您的士兵 那您和几位将军 可以住在巴勒莫 奥里维亚酒店 当然 如果你们喜欢 乡下的自然风光 我可以给你们一处庄园 美酒 美食 雪茄 我到时候会让 再送去几个漂亮的 女服务员 你们闲暇时间 能在里边 开个派对什么的 弗拉维奥将军 想了一想 之后说着 我还是愿意 和我们的士兵 待在一块 如果做一个逃跑的将军 他怕回到罗马之后 立刻会遭到逮捕 甚至处决 那样的话 还不如待在这里 弗拉维奥将军 继续说着 至于地点嘛 我觉得乡下不错 我喜欢乡下 清新的空气 还有一件事情 我的财产 需要得到保障 完全没问题 如果方便的话 今天晚上 我就可以派人 把您财产 转移到乡下庄园里去 当然 其他将军和军官的财产 也同样如此 交给我 我来给你们保存 江浩一脸真诚地说道 事已至此 弗拉维奥将军 没有再迟疑了 他站起来说道 伯拿诺 你先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要去开一个会 好的将军 我等您的好消息 江浩笑着说道 军团的几名将军 都住在这里 指挥官 弗拉维奥将军 召集会议 很快的人们都来了 弗拉维奥将军 陈述现在的事实 问大家 有没有抵抗美军的信心 众人都是沉默不语的 好吧 下一个题 主动投降 有谁反对 弗拉维奥将军 看了看下面的几人 众人仍旧是沉默 沉默 其实也是一种态度 弗拉维奥将军 叹了一口气 看来军心早就散了 虽然作为最高指挥 他很不愿意看到 自己手中的军队 是这副样子的 可事实就是如此 雷纳托 财产保住了 财产保住了 还能享受庄园 度假和美丽的女服务员 已经完全很OK了 好啊 就这么愉快决定吧 就在当天晚上 上百辆意大利军用的货车 驶出巴勒默城 驶向江浩住的镇子 有十几辆货车 驶入了马莲娜夫人的庄园 萨卡杜亲自指挥 一群黑手党成员 把车上的箱子卸下来 直接送入院子里的地窖当中 这些箱子上都打着封条 这里边都是一军军官们的财产 每个将军都有几大箱子 里边全都是财物 有金银珠宝 艺术品或者钞票 任何的时候 这些人都不会穷的 最夸张的就是弗拉维尔将军 他自己的箱子 就占了整整一卡车 校级军官 每人也都有这么一个箱子 至于位级军官 那就没这个待遇了 不单独存放 但可以在江浩这里存钱 江浩也是疯狂 直接在军营里弄起了储蓄业务 只要敢存钱的 他都敢收 登记上的钱数 这些人能够换到一张 盖有他的汉字 江浩印章的平条 等到以后 他们可以凭借这的平条 到这来 与登记员核对 五五之后 领回自己的钱 至于剩下的货车 全都开进小镇上的 西西里卷烟厂 早在很久很久之前 江浩就在这个小镇上 建立了第二家卷烟厂 不过因为战争 烟丝没法走私过来 之前的存货用光之后 已经停产半年多了 军用货车驶入卷烟厂 黑手党成员打开仓户大门 货车立刻开进去卸货 这些货车 每一辆都装满了货物 都是各种军用物资 食物罐头柴油 铁签免被钢丝军靴 甚至是枪械弹药 只要是能运的 全都拉过来了 反正只要一投降 这些东西全都得归了美军 不弄白不弄 江浩和几位将军说好了 这些物资换了钱 两人一人一半 也就是说江浩占一半 那几个将军占一半 至于他们怎么去分配 这里边的利润 江浩才不管他们 这可是最后的机会 那就疯狂一把吧 上百辆的货车 不停地奔波在巴勒末 和卷烟厂之间的路上 整整拉了一夜没停 卷烟厂的仓库满了 卷烟厂的仓房也满了 就连硕大的院子里 都堆满了东西 最后还弄上来上千匹的军马 和几十条军犬 江浩都有些无力吐槽了 不得不和将军们要了几十个马夫 直接让他们换上便服 就当他们从来没出现过军队 就留在这里养马 这些东西可是整整一个集团军的物资 价值应该不下几个亿的力了 江浩心里就想 当美军接收战俘时 发现这些俘虏身上 一个个都光溜溜的 没有枪 没有钢盔 没有手雷 没有子弹 没有水壶 浑身上下只有一套衣服 军营里没有粮食 没有被子 没有战马 没有战备物资 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举着双手 瞪着两只大眼睛的意大利士兵 也不知道他们会做何感想 义军巴勒默指挥部内 几位将军和巴勒默的市长都在 江浩笑着说道 好了 各位将军 明天上午十一点 我会带着美军准时入城 到时候 还请诸位带的军官和士兵们 在城外空地集合 昂佐市长 请您准备接迎示意 不要少了咸花和水果 我们要表现出 息息里人的热情 众人纷纷点头 看看窗外 已经泛白的天空 江浩上车赶往美军军营 很快的就见到了巴顿将军 江浩说道 巴顿将军 已经办妥了 今天中午十一点 弗拉维奥将军 会率领他的手下 四万八千五百名士兵 在巴勒莫城外接手投降 接时 请您遵守承诺 不要伤害他 还要给他们足够的战俘待遇 随后你们可以入城 您会见到我说的鲜花和水果的 巴顿 一脸震惊地看着江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67集 弗拉维奥将军 会率领手底下的人们 在巴勒莫城外接受投降 届时 请您遵守承诺 不要伤害他们 为他们足够的战俘待遇 还有 您进城之后 会见到我说的鲜花和水果的 巴顿一脸震惊地看向江浩 你 真的办成了 是的 弗拉维奥将军 亲自带领着所有士兵投降 真的 对 只是一晚上的时间 其实可以更快一点的 只不过需要准备鲜花 所以定在中午11点 江浩笑着说着 这算是装逼吗 应该不算吧 巴顿仍旧是一脸震惊的 真是不敢相信的 不过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好 我现在就整顿军队 巴顿大步地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 又停下来 转过头对着江浩说道 如果这件事情真成功了 我会兑现我之前的承诺的 说完就走出了房间 江浩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巴顿将军虽然以胆大著称 可他也不会傻傻地完全信任江浩 还是提前派人去观察情况 得到的消息是 意大利军队正在巴勒末城外集结 但那些军人手中没有武器 消息被证实了 巴顿心里边高兴 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没想到我没想到 没废的一枪一弹 就拿下了巴勒末 门克玛丽看不起这些黑手党 现在还在南岸挣扎呢 而我已经轻轻松松地拿下了 稀稀里的手辅了 原定的计划 是由门克玛丽夺取墨西纳 彻底关闭大门 现在看来 我能赶在他们前面 完成这个壮举了 在巴勒末城外 巴顿将军与弗拉维奥将军握了握手 虽然他们是对手 可尊重对手就是尊重自己 你们会享受应有的待遇的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的 巴顿说着 这个时候这些意大利军人 才松了一口气 看着全身光秃秃的意大利士兵 巴顿心中好奇 你们的装备和枪呢 弗拉维奥将军倾咳了一声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我们已经把枪和物资 全部销毁了 巴顿似乎明白了什么 耸了耸肩 他才不会在乎那些小事呢 他要的是胜利 轻松拿下巴勒末 这已经足够了 其他的 根本他就不在乎 美军进城 受到了巴勒末民众们的热烈欢迎 鲜花水果欢呼声 他们不像是进攻者 更像是凯旋归来的勇士 很多人都把家里的莫索里尼画像拿出来烧掉 纳粹旗扯碎 人们聚在广场 高呼着莫索里尼滚下台 意大利国王好像听到了人民的呼声 三天之后 莫索里尼被革职了 纳粹党被宣布解散 莫索里尼的时代 过去了 江浩和玛莲娜坐在车里 看着欢呼的嘻嘻里民众 突然想到了电影当中的一幕 美军解放希拉库扎阵时 民众们也是如此欢呼 可是那群妇女 却突然想到了可怜的玛莲娜 玛莲娜已经做了妓女 他们还不想放过她 一群妇女冲了进去 把玛莲娜拽了出来 撕烂她的衣服 抽打她的脸 就在广场上 玛莲娜遭遇到了最羞辱的一幕 玛莲娜痛声呼叫 对着那些平日礼 对她百般羡慕 此刻却冷眼旁观的男人们怒吼 第二天 玛莲娜就裹上黑头巾 上了离开了希拉库扎阵的火车 离开了那个屈辱的地方 江浩转过头 看向旁边的玛莲娜 自己已经改变了她的命运 此时的玛莲娜 正面带微笑地看起车外 她突然转过头对江浩说道 以后应该不会再有战争了吧 江浩淡淡地一笑 点头说着 是的 今后不会再有战争了 我们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了 玛莲娜抱住江浩的手臂 她感觉这一刻心中很安稳 随后又转过头看向外边 欢呼的人群 在巴顿解放巴勒默的第二天 就宣布了任命为 雷纳托伯纳诺先生 为巴勒默临时市长 暂时通管巴勒默 及所有被美军占领地区 对于这个消息 西西里的民众没人反对 普通民众不知道 雷纳托伯纳诺 这些对他们来说也无所谓 而有见识的人 却知道他是谁 更是不敢反对 就这样 江浩顺理成章地成为了 巴勒默的市长 在就职之后 他下达的第一个命令 就是任命原巴勒默的市长 昂佐为副市长 负责巴勒默城市的管理 和战后的恢复工作 至于其他部门 他启用大量的原来的管理人员 同时也安插了自己的人手 其他的镇村也提拔了很多原来和黑手党有合作的 甚至本来就是加入黑手党成员的人员 作为了管理者 就这样 只用了几天的时间 就稳定了巴勒默的局势 作为一个官员 你可以没有管理能力 但一定要有用人的能力 当江浩牵着马莲娜的手 走进巴勒默宴会厅的时候 接受了巴勒默官员们的热烈掌声 一时间 西西里岛 无数人知道了雷纳托伯纳诺这个名字 江浩正式走向了前台 巴顿带着自己的军队 向着墨西娜杀去 墨索里尼下台了 被监禁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 是意大利挣扎的两个月 盟军在意大利和德军展开对战 最后攻克罗马 随后 意大利宣布加入了同盟国阵营 对德国倒戈一击 二战结束之后 三大周星国的意大利 反而成为了战胜国 这波神操作 你能相信吗 可也因此 意大利在战后 没有像德国那样遭受太大打击 继续安稳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不管这些 江浩正在市长办公室里看着报纸呢 卢卡索进来之后说着 老板 西西里岛 监狱当中 有很多是政治犯 是当初反对着墨索里尼的人 被下令抓起来的 其中还有很多的黑手党成员 黑手党成员 这个必须要放出来呀 卢卡 监狱里的火石还可以 可随着战争的爆发 火石越来越差 最近很多人 每天只能够领取到两块 又小又硬的黑面包 再这样的下去的话 恐怕就得饿死人了 当初在外边 恩佐是黑手党 伯拿诺家族在西西里的管事人 在监狱里 他仍旧是老大 倒是饿不到他 可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 还要继续多久 就在这些天 忽然间 狱警把他们叫了出去 申别了身份之后 把他们全部带出去了 恩佐看了看这八个人 都是自己的以前的手下 难道是要执行枪决吗 以减少犯人的数量 给国家节省下粮食吗 囚车里的气氛非常压抑 没有人说话 恩佐也只能认命般地闭上眼睛 时间不长 他们被带到了一处工厂 突然间 有一群黑衣人 手里都拿着枪 就在恩佐以为要死在这儿的时候 从里边突然走出了一个人 这个人 他看着非常眼熟 可他不敢认 那个男人对恩佐笑了一笑 恩佐叔叔 还记得我吗 雷纳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 168集 那个男人 对恩佐笑了一笑 恩佐叔叔 还记得我吗 雷纳托 雷纳托 您是雷纳托少爷 您不是应该在佛罗伦萨的吗 恩佐轻压地说道 语气当中满是不敢置信的 是的 之前我确实在佛罗伦萨 江浩瞅着恩佐他和身后那几人 都是一脸菜色 浑身脏兮兮的 还穿着球服 便就说道 恩佐 你和他们先去洗一个澡 然后吃点东西 我们一会儿再聊 洗完澡脱去球服 从里到外整个换了一身衣服 然后他们被带到餐厅 看着满满的一桌子的美食 这几个人激动了 烤肉 白面包 牛奶 香肠火腿 蛋糕 有多久没吃过这些食物了 这些家伙 狼吞虎咽地吃着 扫荡着桌子之上的食物 吃饱之后 恩佐被带到了江浩的工作室 看着病脚已经斑白的恩佐 江浩的心中也是唏嘘 恩佐是伯纳诺家族的老人 曾经做过雷纳托父亲的贴身护卫 非常忠心 后来满满成长为小组长大组长 再到西西里地区 伯纳诺家族的事务负责人 在江浩的记忆里 恩佐的样子 还是停留在十年前的 我父亲哥哥 还有家族的事情 你清楚吗 江浩问道 恩佐低下头 脸上露出哀伤的表情 是的 老板和你的两个哥哥 一个叔叔 三个汤兄弟 全被纳托勒斯市长下令抓起来了 没过几天 就被秘密处决了 与此同时 各处各地 也对伯纳诺家族的人动手了 包括我在内 整个伯纳诺三百多名成员 可谓损失殆尽 江浩点了一点头 他心中没有什么悲伤情绪 毕竟 那又不是他真正家人 雷纳托少爷 您现在 恩佐问道 在他的记忆当中 这位雷纳托 就是一个不理外物的艺术家 满脑子都是油画 可看现在这架势 这个少爷好像不大一样了 江浩淡淡地说道 莫索里尼 开始屠杀黑手党 我当时只是知道出事情了 没有了家族的资助 后来我也过得潦倒 穷则思变 我回到了西西里 沿着父辈们的脚步 逐步发展 江浩讲述自己发展的经过 恩佐听得心中满是惊讶的 不愧是伯纳诺家族的人 就算是一个艺术家 在爆发之后 他也能很快地创作出 一番事业来 雷纳托少爷 您现在的事业 比您的父亲 施掌伯纳诺家族的时候 还要鼎盛 有你在 伯纳诺家族 很快就会再次兴盛起来了 恩佐有些激动地说着 恩佐叔叔 你愿不愿意回归家族 江浩问道 恩佐立刻站了起来 雷纳托少爷 我一直没有脱离 现在您执掌伯纳诺家族 从今往后 我愿意听命效忠您 江浩的脸上露出笑意 随即淡淡地冷了下去 恩佐 我记得当年你是父亲手下 最强的几个护卫之一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战斗 当然能 恩佐还没老 恩佐语气坚定地说道 那好 俊纳托斯 杀掉当年下令 抓捕我父亲和哥哥的那个市长 还有那些官员 以及 想办法杀掉摸索里尼 江浩冷声地说道 恩佐一听 眼中射出狼一般的凶狠目光 是的老板 这也一直都是我的愿望 在监狱里的时候 我每天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杀掉这些人 你的那些手下扔就贵你 我会再给你派一些人手 钱 武器 身份 都会给你安排好 休养几天 然后你们出发去内陆 是 老板 写债写偿 这是黑手党的行事风格 摸索里尼现在被软禁 到了九月份 希特勒派人把他救出去 摸索里尼也心不减 在意大利北部 萨洛组建了一个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傀儡政府 一直坚持到1945年 在德国失败之后 准备逃亡瑞士时 被意大利游击队抓住吊死 如果可能 如果可能的话 秦然更愿意尽早地送他一程 时间一晃 转到八月中旬 巴顿赶在蒙哥玛丽之前 拿下了莫西纳 当天晚上 西西里岛上的意大利守军 宣布放弃抵抗 西西里岛被盟军彻底占领 在这次战役当中 黑手党确实起到极大作用 就连盟军司令部和罗斯福 也肯定了黑手党的功绩 随后江浩被任命为 西西里临时总督 执掌着西西里全部的行政事务 在成为总督之后 江浩大肆任命自己人 整个西西里的市镇村的一把手 几乎全都是他的人 1943年3月9日 在西西里岛 伊德利代表与盟军签订了听战协议 江浩也参与了这次签字协议 见证了这历史的一刻 从此 西西里彻底进入和平的状态了 与此同时 江浩也接到了意大利国王的任命 江浩正式被任命为西西里总督 江浩变得愈加忙碌起来了 西拉库扎镇 一个穿着破旧军装的高瘦男子 下了公共长途汽车 把一个小背包背在背上 他的右臂位置空空荡荡 一脸茫然地看着四周的残员断壁 迈着亮枪的步伐 穿过市镇向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镇子上的居民在看到这个男子之后 人们纷纷露出轻压的目光 当男子走过去的时候 顿时有人议论起来 哦 我的上帝 他竟然没死 我记得很清楚 他叫尼诺史扣地 是玛莲娜的丈夫 一个女人说道 怕的 旁边的一个男的狠狠地给那个女人一巴掌 闭嘴 玛莲娜夫人的事情是你能说的吗 你想明天全部被警察给抓走吗 那个女人李克乖乖地闭上了嘴 镇子上 其他的人们 也都看到了尼诺史扣地 可是都一个个尽量地躲着她 他们可不想惹上什么事情 尼诺回到家之后 看到家门紧锁 他喊了两声 玛莲娜 玛莲娜 可周围根本就没人应声 他翻过低矮的围墙 试了试院门把守 发现门也锁了 他想了想 拔开旁边的一块地砖 看到下边躺着一把钥匙 脸上露出笑容 他还在这里啊 拿起了钥匙 打开了房门走进去 可看到房间内情况之后 尼诺脸上的笑容渐渐没了 摸摸桌子上的灰尘 一看就是很久没有人住了 马莲娜呢 他放下背包 找到自己的邻居 当邻居看到尼诺之后 一脸的惊讶 可惜吗 我想问一下 马莲娜他在哪 我家里好像很久 没人居住了 尼诺问他 邻居男子艰难地 咽了一口唾沫 尼诺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好吧 谢谢尼克西玛 我再去周围问一问 邻居男子 挤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 免费的点赞 订阅 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第169集 问遍了周围的邻居 所有人都不知道 马莲娜究竟去了哪 尼诺很无奈 只能找到镇政府 他对着一名工作人员说道 我来寻找我的妻子 她叫马莲娜 她就住在这个镇上 可我问过了所有的邻居 他们都不知道 马莲娜去了哪里了 那名工作人员 看了看尼诺 呃 是柯利先生 我可以带你和镇长 反映一下 您看如何 镇长 那太好了 尼诺高兴地说着 工作人员 敲开镇长的办公室门 皮亚坐在办公桌的后面 看到两人之后问道 有什么事情啊 尼诺坐下之后 开始讲述自己的事情了 我在印度被俘虏了 被关在战俘营 战争结束之后 我回到了希拉库查 可是我找不到我的妻子了 她叫马莲娜 皮亚的眼角跳了一跳 沉思了几秒钟之后 呃 尼诺啊 我知道马莲娜的情况 嗯 只不过 恐怕 不是什么好消息 尼诺一惊 难道 马莲娜遭遇了不测吗 不不不不不 马莲娜夫人活得很好 相当好 我觉得我还是 从开始开始说吧 当年那场战役之后 军方一直以为你死了 宣布了你死亡的消息 并在镇上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仪式 当时我也在 马莲娜夫人很伤心 你也知道 她的美丽 是整个希腊库渣最美丽的 她变成了寡妇 受到镇子上很多男人的觊遇 政府停止发放抚恤金 她没有任何的收入 父亲也不在了 处于饥饿当中 却没有人帮助她 尼诺捂住了嘴 眼眶里满是泪水的 我可怜的妻子 皮亚继续说着 是的 当时的马莲娜夫人 的确很可怜 镇上的妖言四起 让她每日的生活 都在痛苦和饥饿当中 再后来 伯纳诺先生出现了 伯纳诺先生 是的 伯纳诺先生 他是一位艺术家 他帮助了马莲娜 然后两个人慢慢相爱了 后来战争临近西西里 伯纳诺先生 就带着马莲娜去了巴勒墨 在那里 伯纳诺先生 给马莲娜夫人 买了一处张园 伯纳诺先生 就是现在的西西里总督 雷纳托波纳诺吗 是的 皮亚很肯定地说着 尼诺离开了镇政府 低指头穿过时针 不知道怎么走回家的 自己要去找他吗 他不知道 他并不是畏惧 雷纳托波纳诺 可马莲娜现在过得很幸福 自己在他心中已经死了 自己应该去打扰他们 他很难过 马莲娜夫人 夫人 就连希拉库渣镇的镇长 都要称呼他 马莲娜夫人 自己就算是能够夺回他 可自己能够给他幸福吗 他不知道 第二天 尼诺被恶醒了 他觉得自己应该先为生存考虑 可摸了摸空荡荡的右臂 他不知道自己能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就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 敲门声响起了 尼诺打开了门 是昨天那位他见过的政府工作人员 对方笑着说道 史克利先生 您曾经参加过战争 也算是一位英雄 对英雄 我们都会有所安排的 现在这里有一份工作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呢 是什么工作呀 你也知道 我现在的情况 很多工作是做不了的 仓库管理员 一天做一天修 只需要看守仓库当中的货物不丢失就可以了 工作人员说着 尼诺的脸上露出笑容了 这个工作简直太适合他了 不知道是哪家工厂啊 工作人员笑着说道 西西里卷烟厂 当天下午 尼诺就到了西西里卷烟厂上班 现在美军占领突尼斯海峡 江后的船自然在此开动起来 卷烟厂已经恢复生产 现在已经不是走私 而是光明正大的运输 不用给任何人交税和分成 所有的利润全都是属于他的 几天之后 皮亚镇长来到西西里卷烟厂市场 特地地查看了卷烟厂的仓库 在看到尼诺之后 亲切地慰问了一番 就在皮亚准备离开时 尼诺叫住了他 镇长先生 我能不能单独和你说几句话呢 所有人都看下了尼诺 可尼诺却只看着皮亚 皮亚缓缓点点头说道 当然可以 驱散了其他人 院中只留下尼诺和皮亚 尼诺看着皮亚问道 我想问一下镇长先生 这一切都是那位博纳诺总督大人安排的吗 包括这份工作 毕竟这家工厂也是那位总督大人的 皮亚心里已经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才说到 是的 尼诺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那位总督大人 如今统治整个西西里 他拯救了很多人 他的威望和权势在西西里 无人能及 难怪我回来这几天 没有人敢和我说出实情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 其实在玛琳娜心中 我早已经死了 没有背叛 所以我心中没有一点悲愤 我还要感谢那位波纳诺先生 使他保护了玛琳娜 没有让他在战争当中遭受苦难 其实他可以很轻易地杀掉我的 这对他来说真的很容易 对不对 尼诺看着皮亚问道 皮亚没有说话 其实尼诺并不需要对方回答什么 继续说的 但是他没那么做 而是让您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让我自己来选择 说到这里 尼诺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希望玛琳娜幸福 跟着波纳诺先生 我觉得要跟着我 那简直强太多了 波纳诺先生能更好地保护他 我不想再打扰他了 尼诺说完 转身回了仓库 皮亚 皮亚站在原地看着尼诺的背影 好一会儿之后才离开 一个月之后 尼诺找了一个年轻的寡妇 这场战争制造了无数的寡妇 那个年轻的寡妇 还有一个三岁的小女儿 带着女儿搬进了尼诺的小楼 两人过着普通的日子 听到皮亚的汇报 将好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其实在他做出这个决定时 他心中也是很犹豫的 他不知道尼诺会如何选择 是来找他大吵大闹 还是要弄得人尽皆知 他曾经也想过 用极端的手段解决所有麻烦 可最后他还是选择这种方式 直面问题 他也不知道 在得知自己丈夫活着回来之后 玛莲娜会是什么反应 可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没错 现在尼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是将好所有能想到的当中 最好的结果的 最好选择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至于要不要告诉玛莲娜 相好选择了隐瞒 有时候 无知 也是一种幸福 玛莲娜现在每天过得很简单 很安心 很幸福 干嘛要亲手去打破这份安宁呢 那是一种罪过 雷纳托 下午你有时间吗 花生地熟了 我想去收获我们的花生 顺便采一些花回来 吃午饭的时候 玛莲娜说着 哦 有时间 江浩回答着 他决定把国王 维托利奥 埃马努埃来三世的那份提案书 暂时放一放 和玛莲娜一块去收花生 江浩正在整理着一份提案 准备把西西里设立为自治区 以后西西里将有更大的自治权 包括法律和税收方面 江浩有一个长远计划 西西里岛自然环境太好了 是地中海的一颗明珠 他准备将这里打造成旅游圣地 移居之地 他想要通过法律 划定某一个区域开设赌场 摩纳哥可以 澳门可以 拉斯维加斯可以 他觉得美丽的西西里 比这些地方条件都要好 如果这里被允许开设赌场 那可以吸收来自全世界的财富 黑手党赚钱的方式太低级了 作为一个穿越者 江浩根本就不屑为之 赚钱的方法又太多了 只要他想要的 这个世界肯定是有赚不完的钱的 而且还是合法的 完全没有必要把黑手党弄得臭名昭著的 时间一晃几个月过去了 又是一年圣诞节 江浩和玛莲娜站在窗口 玛莲娜依偎在江浩身上 看着天上的星河 我喜欢现在的生活 我喜欢安稳的日子 如果哪天战争消失 我想上帝也会很高兴的 玛莲娜轻轻地说道 会的 很快就会过去了 等战争结束了 我带你去环游世界 怎么样 江浩说着 好啊 只怕你没时间 你现在可是总督 工作是能给手下干的吗 如果领导者 事事要亲力亲为的话 那他就不是一个好领导 你这是在为自己偷懒 找借口吗 我想是的 玛莲娜咯咯咯咯地也笑了起来 然后靠近江浩 吻在他嘴上 两个人 开始缠绵起来 叮 客户感受到了美好 还有玛莲娜的幸福 对这次任务 非常满意 本次任务完成 任务完成 随时可以回归 如果收集员没选择 十二个小时内 强势回归 抱着睡着的玛莲娜 心中有着太多的不舍 可这就是系统 他不得不离开 轻轻地吻在玛莲娜 那还带着微笑幸福的脸蛋上 江浩选择了回归 刷的一下子 江浩出现在现实世界自己房间当中 沉默了好一会儿 江浩才说到 打开系统面板 一道光幕出现在眼前 就在系统光板上 已经出现了奖励提示了 恭喜收集员完成本次任务 客户对这次体验非常满意 系统发放奖励 请收集员领取 江浩毫不犹豫地点下 领取奖励按钮 恭喜收集员获得奖励 世界钥匙 刷的 江浩的手里突然多了一把金灿灿 造型古朴的大钥匙 拿在手中感觉沉甸甸的 没准还真是金子打造的 世界钥匙 啥名东西啊 就在这个时候 江浩发现系统面板上 出现了一篇的文字说明 世界钥匙 开启电影世界的金钥匙 每把钥匙允许打开一个收集员 之前完成过任务的世界 成为收集员的固定世界 说明一 每次打开时间 间隔一个地球年的时间 每次进入时间 为三个月 说明二 固定世界不能带入 和带出任何物品 收集员将以 圆穿越方式进入 说明三 进入固定世界之后 外面时间固定不动 收集员在固定世界 所消耗的时间 会消耗收集员生命 请慎重对待 手中握着金钥匙 江浩激动了 现在的意思很明了了 那就是 它可以穿越回到自己 以前完成过的任务世界 就好像自己经历的第一个吃鸡 啊不 是美人鱼世界 自己能够穿越回去 还是以那个小白脸的身份 那自己也能去见九儿 也可以继续去电影《时辰世界》里 去新宿世界 去荒岛余生 也可以现在就回去 接着搂着玛琳娜继续睡觉 问题是 现在只有一把钥匙 自己只能打开一个世界 而且打开之后 钥匙就消失了 自己要选择哪一个呢 压下了激动的心情 江浩就开始艰难地选择起来 美人鱼 荒岛余生 这两个最先去掉了 石神 心肃事件 咬咬牙 江浩把这两个也去掉了 就剩下红高粱 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了 九儿和玛琳娜 自己要选择谁呢 江浩的心里十分纠结 在两个世界间衡量 或者说在两个女人间衡量 最后江浩拿着钥匙说道 我选择 红高粱世界 他相信 以后自己还会得到世界钥匙奖励 到时候 他会打开玛琳娜世界 与他重新相聚 刷 手中金钥匙爆出金色光芒之后 随即消失 就看到系统面板上 多出了一个新的任务栏选项 名为世界栏 里面有一个圆形图标 上面是九儿穿着红花袄的照片 图标是亮的 说明现在他就可以进入 江浩有些迫不及待地点进去 可是他想点的时候把手停下来了 穿越过去是1935年的民国时期 之前他对那段历史 也只是了解了很少的一部分内容 现在世界内容变了 他需要更多的了解一些 比如那个时代正在进行的 日本清华战争历史 多看书 多了解一些那个时代历史 多学习知识 我再去看九儿 江浩放下了立刻穿越过去的念头 第二天 江浩就一头扎进图书馆 开始大量的采购书籍 有关于日军侵华方面的文献资料 有那一时期的世界历史资料 也有各种知识 就比如机械 医药 金融 文学 人文 等等 简直太多了 光买资料买书 江浩就花了二十多万 堆满了他的侧卧的整间房子 如日军侵华资料 十四年侵华战争 这方面的资料简直太多了 日本人犯下的罪行累累 庆祝难输 江浩也不自己挑选了 直接找销售人员 凡是涉及到日军侵华资料的 就来一份 同时还搜集了很多影视资料 接下来 江浩再次进入 学习模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71集 越看这些资料 相好对日本人的恨意越浓 这不是家恨 这是国仇 每个中国人 都应该铭记这段历史 时间一晃 一个多月过去了 春节临近 江浩收拾了一下 买了一些礼物 开着车回老家了 中国人的春节 有人说 没了新意 走进去喝酒打牌 成为了固定模式 可每到这个时候 人们还都是不远千里地 奔赴回家 只为了与家人团聚 回到家之后 江浩和父亲 一起去看家里盖的小别墅 整体建筑已经建进来了 两层半的主体 前边还有一个 一百多平方的院子 等着明年开春之后装修 想来弄好之后 一定非常棒的 父亲背着手站在那 看着别墅说道 好是好 就是太花钱了 还有啊 你们兄弟俩人 就这么一套房子 这以后咋住啊 江浩笑了 爸 这套别墅等建好之后啊 你就跟我妈来住 我跟我弟啊 那是以后的事情 早着呢 早啥早啊 这过了年 你就二七了 你弟弟二十了 不早了 江爸说着 这没准 我们以后 还会在外边买房定居呢 您这心操的 江浩说着 老头不说话了 最后点了一点头说道 唉 男儿志在四方 能闯荡出去 那是本事 你们哥俩自己奔 我和你妈不拦着 一直到正月十五 江浩都在家里陪着父母 过了十六 弟弟妹妹去上学 江浩顺道地 把他们送回县城里 这才开车回了滨海 其实 他现在没有必要 非得住在滨海 他在这里也没有工作 只租了一套房子 可能就是 对这座城市了解了 住习惯了 大学 加毕业工作 在这里待了五六年 这儿的气候很好 宜居 他也就没打算换了 让江浩诧异的是 这段时间 系统也没有发布新的任务 难道他们也过年去了吗 其实这个系统发布任务 本来就没有什么准确时间 有时候半个多月来一回 有时候一两个月才来一次 一副月经不调的样子 根本就没什么规律 这段时间 他学习了很多知识 可这些资料太过于庞杂 就比如 日军侵华战争 每一个时期 每一个地方 每一场战役 都能写成几本书 他也只记住了历史大事 和时间段落 至于细节 就算是那些研究 国内战争史的专家 也未必能够记住 每一场战役的细节情况 他想九儿了 有些等不及了 打开系统面板 用思维在九儿图标上 点了一下子 刷他 九儿的图标 爆出了一阵亮光 将好刷他一下 消失在了房间中 下一瞬间 江浩就觉得 自己躺在温暖的被窝里 怀里还有一个温暖的身体 他摸了一摸 手里的饱满 穿过一阵阵的熟悉感 是九儿 江浩的心里一阵激动 他回来了 而且是穿越到 他离开的那一刻 这也让江浩 弄明白了一件事情 他离开电影世界之后 这些世界的时间 会陷入停滞固定不动 江浩激动地抱住九儿 小声地呢喃着 九儿 我回来了 九儿迷迷糊糊间 感觉有人在叫他 他感觉到身后的男人了 闭着眼睛说着 当家的 你要起夜吗 我去给你拿夜壶 九儿说着慢慢爬起身 拿出阳火 点燃桌子之上的蜡烛 房间那顿时亮了起来 他找到夜壶 站在坑下边 却只见那个男的 只是笑呵呵地看着他 但却并没有起身撒尿的意思 咋的了 九儿问道 我不尿 江浩笑呵呵地说着 那你半夜起来干啥 九儿放下夜壶 就是想你了 九儿白了他一眼 睡觉前才要了人家 现在又说这些 睡觉 九儿爬上炕 又依偎在江浩的怀里 江浩抱着他的身子 身子不胖 却肉乎乎地 摸上去非常的舒服 好好睡觉 睡觉 江浩没做什么 就这么地抱着九儿睡着了 睡得很香甜 天亮了 江浩突然醒过 大喊了一声九儿 九儿从外边快步跑过来 手里还端着一盘馒头 看着坐在炕上 有些发愣的江浩 便就问道 哎 当家的 咋了 江浩看到九儿了 笑了 不是做梦 九儿放下馒头 坐在炕檐 摸了摸男人脑袋 又摸了摸自己 没发烧啊 看来是睡魔症了 江浩一把地抱住九儿 九儿 我真想你了 九儿被江浩的动作弄得一愣 脸颊上出现一抹娇羞 都老夫老妻了 咋还说这个呀 快起来 洗洗脸吃饭了 江浩这才松开九儿 早餐是馒头西粥 两个炒青菜 很简单的 但江浩却吃得很开心 九儿 等吃完饭 我带你去街上转一转 给你买两身漂亮衣服 你今天不去酒坊上了 九儿问道 那边有罗汉大哥看着 没事 再说了 出酒也还等一些日子呢 江浩说着 九儿的脸上露出笑意 他自然也想和男人一块去逛逛街 可他们刚来这里 这段时间东忙西忙的 九儿也就跟着王嫂去附近的菜市场 对他住的这座小城 他不是很了解的 特意的多带上了一些钱 江浩带着九儿出了家门 他们住这地方算是城边 主要呢 是为了距离酒坊比较近一点 这儿的房子也相对比较便宜一点 同样的价格 能够买到一个不错的四合院 来到了县城的一处繁华的街道里 青石铺路 这儿的水系发达 两边都有水沟 清水哗啦啦的流过 店铺上悬挂着各种牌匾 墙壁上贴着衣服 民国美女广告画报 街道上人来人往 有逛街的 赶脚的 拉车的 过路的 做小买卖的 组成了一幅活的民国画卷 九儿一步一咒地跟着江浩 江浩瞅瞅他那小心翼翼的样子 伸手想去牵他 九儿赶紧躲开 哎呀 当家的 街上这么多人看着呢 拉手会被人笑话死的 回去随你拉 江浩只能无奈地笑了一笑 两人走进一家成衣铺子 这里主要卖西式服装 男人的西服领带皮鞋 女人的西式女衫大衣帽子 等等都有 江浩拿了一件西式的女裙 递给九儿 这件怎么样啊 去试一试 九儿看了一看 在江浩的耳边小声说着 这些衣服让我怎么穿得出去啊 这也不透不露的怎么穿不出去啊 江浩诧异地说道 这是那些女学生 女文员 刘过阳的女人们才穿的衣服 我可穿不出去 九儿用力地摇了摇头 穿着习惯和审美是长期养成的 既然九儿不愿意 江浩自然也不会强求她去改变什么 如果非要逼着她去改变 她会很难受 很不自在的 改变之后 她也就不再是九儿了 两人继续逛着街 来到了一家中式女装店 这次九儿就显得很欢喜多了 不停地看着那些衣服 在一件群衫面前看了很久 想来应该是很喜欢 江浩问老板 这件多少钱 五十八个大洋 老板说着 九儿咋舌 立刻地松开了摸着衣服的小手 小声地说着 哎呦 可够贵的 老板笑了一笑 嗨 这是一套丝制群衫 上面还有一些鼠袖 自然价格要高一些嘛 喜欢就买下来吧 江浩对九儿说着 九儿摇了摇头 小声对江浩说着 太贵了 我可舍不得买 没事 咱还有钱呢 江浩说着 咱还得过日子呢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咱能一下子全花了呢 九儿十分不舍地说道 最后江浩还是给他买下这套裙衫了 九儿抱在怀里 感觉像是抱着一件宝贝 欢喜地对江浩说道 等过中秋节的时候穿 看着他幸福开心的样子 江浩的心里 感觉特别舒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按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72集 带着九儿继续逛街 已经快到中午了 相好拉着九儿 来到县城的一家小酒楼 酒楼临街 已经有了三四桌客人了 九儿小声地说道 咱们回家吧 在饭店吃多费钱呀 这一趟出来 就花了几十块大洋 想吃什么 回家给你做 相好拍了拍九儿的手 吃饭也花不了几个钱 下午呀 带你继续逛街 然后啊 咱们去西园子看戏去 相二过来问道 两位 点点什么东西啊 一个麻婆豆腐 一个粉蒸肉 再来个水煮鱼 江浩也不看 上面挂着的菜盘 就直接点菜 小二挠了一挠头 这位先生 这麻婆豆腐 粉蒸肉 咱们店里边是有的 可是 这水煮鱼 是啥子菜呀 江浩突然想起来 水煮鱼这道菜 好像现在还没有开发出来 这里边有一个小典故 一位川鼠名厨 在1983年的一次厨艺大赛上 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做了一道名菜水煮肉片 获得大奖 自从获奖之后 亲戚朋友们纷纷前来祝贺 每次款贷来客 他必要将亲自下厨 烹制水煮肉片 有这么一天 一位朋友前来探望 他这位朋友住在嘉陵江边 每次来 都要带上几条 刚刚打上来的嘉陵江草鱼 可他这位好友 从小既吃大肉 眼见到了中午了 这位大厨用草鱼 按照水煮肉片的方法 做了一盆水煮鱼 就这样 第一盆水煮鱼诞生了 没想到的是 鱼肉的鲜美麻辣的厚重 使得朋友赞不绝口 师父本人也为之以惊 从此以后 大厨开始潜心研究水煮鱼 在鱼肉的特性 麻辣的搭配 色形的创新等等 诸多方面力争做到精益求精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到了1985年 水煮鱼才基本上定型 再之后 这道风靡大江南北的菜 成为了川鼠 最为有名的几道名菜之一 那有水煮肉片吗 江浩问着 水煮肉片当然有 客官要不要来一份啊 小二问着 江浩想了一想 有些不甘心 他问道 把你们掌柜的叫过来 我有话要问问他 不多时 掌柜的过来了 三十多岁 身材不高 但是挺顿时的 皮肤稍微的有些发黑 腰里还围着一个围裙 讲好笑着说道 你是掌柜啊 还是大厨啊 没办法 餐馆小 顾不起厨师 只能自己来咯 诶 客官叫我 又啥子 四千 我有一道菜 刚才小二说 你们这没有 可我现在呢 又想吃了 我能不能用一下 你厨房的食材和锅灶啊 自己做这一道菜 当然 这饭菜的钱呢 我们还是照常给的 店老板看了看 江浩问道 这位客官也是厨子吗 江浩笑着摇了摇头 是也不是吧 我不吃厨子这一行饭 只不过有一些做菜手艺 我是做酒坊生意的 老板松了一口气 不是来砸厂子的 不过想了一想 自己这么小的一个餐馆 谁吃饱了撑的 来这砸厂子呢 您要做什么菜啊 谁煮鱼 煮菜呢 是草鱼 豆芽和辣椒 有吗 当然有 想好也不客气 站起来 挽着袖子说着 走 带我去后厨 这时 酒儿突然拉住他一脚 小声地说道 当家的 这是做啥呀 没事 等我一会儿 今天呢 让你尝一尝我做的菜 说着就跟着掌柜的去了后厨 在后厨扫试了一圈 发现该有的佐料都挺齐全的 江浩在水池里捞起了一条三斤多的大草鱼 一刀拍晕 然后运起刀法 刷刷刷几下子把鱼处理干净 掌柜的大厨一看江浩这架势 就知道这位是真有本事好手艺的 刚刚还有一点担心 立刻炖去了 这鱼肉切成薄片 放上少许的盐 打了一个鸡蛋 腌制留用 一个锅倒油 一个锅烧水 用油锅把豆芽腐菜一个翻炒 半分钟之后出锅 水锅开了 鱼肉下锅 鱼肉在锅里打了一个滚 就赶紧捞出来 放在大瓷盆里 撒上盐备用 肉就完成一半了 油锅再次加油 这次可就多了 足足到了有一斤左右 心疼的老板心中只抽着 姜蒜葱花椒 灯笼辣椒热油一炸 端起来之后 往鱼肉上边一烹 滋滋啦啦的 香味立刻就出来了 饭店的老板立刻凑上前来 嘴中不住地赞叹道 哎呀 这闻着味道还真是香啊 就是不知道口感如何 说着 就习惯性地拿起了筷子 想夹一块尝一尝 大厨都有尝菜的毛病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胖呢 可是手刚刚伸到一半 江浩就端起大瓷盆 笑着对老板说着 哎 这是我的 说完之后 端着就走了 老板看的那叫一个眼馋呐 不是他没吃过好东西 只是因为这是一道新菜 他想要尝一尝口感如何 就像新出的皮肤 总想试一试 用起来什么感觉嘛 看到江浩端过的瓷盆 里边还有油黄黄白嫩嫩的鱼肉 久而好奇地看着江浩 我会的本事多着呢 来 先尝尝我这道菜如何 江浩笑着说着 久而夹起了一筷子 大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嗯 真好吃 那当然了 别闲着了 赶紧吃吧 其他几个桌的客人 闻到这边的香味 也感觉很不错 对着店小二喊着 小二 那是什么菜啊 给我们也来一份 小二立刻地汇报老板家 老板也表示很无奈 那是客人人家自己做的 他不会做 有些菜 以为看看就能学会的 可要是没有师父指点 这其中的精髓也是学不到的 这就是所谓的 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江浩和久而大吃起来 就在这时 老板走了出来 亲自端过他们之前 点的麻婆豆腐和粉蒸肉 笑着说道 这位客官还没请教室 于战敖 原来是于老板 您做鱼的手艺还真是很不错啊 我看这也是川菜啊 不知道师成何人呢 老板套交情地说着 古时候除湿 也是有湿城的 不像现在 大多数都是出自新东方 江浩看老板 一直瞅着桌上的水煮鱼 便就笑了一笑说着 要不要坐下来 一块喝两杯啊 好啊好啊 老板立刻大喜 赶紧拿过了一壶酒 和江浩对应起来 这期间 自然就吃到了水煮鱼 对着水煮鱼的味道 是大家赞赏的 吃完饭结账时 老板执意不肯收钱 出了饭店之后 久而久笑嘻嘻地说道 当家的 有你这手艺 吃饭都不用花钱了 江浩笑着说着 何止不花钱呢 没准还能赚钱呢 走吧 咱们去听戏 对听戏 江浩是没有太大兴趣的 不过久而 却看得是津津有味 毕竟这个时代的 娱乐形势太弱了 经过后世的信息轰炸 对于这些慢节奏 没心意的东西 已经没了欣赏的心情了 回到家 王嫂已经做好了晚饭了 江浩说道 王嫂 在这一块吃吧 不了不了 掌柜的 我回酒坊上吃 王嫂赶紧拒绝道 王嫂白日里过来 帮着酒儿收拾家里 晚上就回到酒坊去住 那边有工人宿舍 人家可还有男人等着他 等王嫂一走 这四合院的门一关 这儿就成为了他们两个的两人世界了 吃过晚饭之后 酒儿烧了一桶水 叫江浩洗澡 江浩走进南房 看着只穿着一身碎花短褂的酒儿 食指大动的 直接抱起了酒儿 咱们俩 一块洗 哎呀 哎呀 我还得给你搓背呢 别闹 哎呀 一起搓嘛 这一搓 真的叫一个舒爽啊 炕上的江浩翘着二郎腿 听着匣子里边的民国电台广播 酒儿穿着碎花短褂 上身鼓鼓 下身穿着一条红裤衩 落着白生生大腿 跪坐在坑桌边 正在给江浩点水腌锅子 真有一种地主老财的感觉 享受啊 这才叫生活呀 以后这里就是自己的固定世界 虽然每年只能来三个月 可总比五一十一黄金粥强的多吧 其实现代很多人 一年都未必能有三个月的时间待在家里 为生活奔波 独自在外打拼的人 比比皆是的 第二天 早上起来吃了早饭 酒儿帮江浩穿上长挂 用条数上上下下仔细扫了一扫 剪石都整齐了 拿起江浩的帽子递给他 那我出门了啊 当家的 路上小心 江浩准备去酒坊看一看 之后他准备去一趟荣城 穿越之前 他就想到了自己经营的酒坊 查了查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想要做出好酒 要好水好粮食 好工艺 好勾兑 还要看天时地利 所以这些东西做起来挺难的 世上做酒的千千万 而真正成名的 又有几家呢 江浩虽然不能让自己的酒坊 生产顶级好酒 可他有办法让自己的酒 口感变得更好一些的 什么办法 添加剂呗 现代的白酒 除了一些高档酒 大多都是有添加剂 酒精勾兑那种 就更加不用说了 清香型的加个七八种 浓香型的 得添个十七八种 什么冰乙酸 乙酸乙酸乙酸 乙酸 糖精 反正香味 口感怎么好怎么来 在来之前呢 江浩就看了很多这方面资料 感谢高中的化学老师吧 当年他的化学学的还算是比较扎实的 虽然这些添加剂他不可能全部都做出来 可是一些简单的他还是能做的 足够让他的酒坊酿出的酒飘香十里了 香味好 口感足 绝对不会愁卖的 在酒坊转了一圈 罗汉大哥正在带着伙计们干活 江浩瞅了一瞅 也没什么事情 就出门找了一辆马车 坐着赶往荣城了 一直赶路赶到了中午 江浩才走进这座川鼠明城 千年古渡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门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3集 找拉杨车的打听 这城里哪有化学品店 但都是摇头 这年头化学品绝对是高大上东西 一般人都没有听说过 最后终于有一个车夫说着 先生 我记得有一家店是洋人开的 好像卖的就是你说那些什么东西 不过在城东 道比较远 车前给租你 相好说着 坐上了这一辆黄包车 黄包车跑得飞快 穿街过巷 一直跑了半座城 终于来到了一家 名叫做乔治化学用品店 一看这名字 九成都是一个洋人开的 走进商店 店里冷冷清清 根本就没有顾客 只有一个伙计 趴在柜台上打瞌睡 江浩走了过去 敲了一敲桌子 那个伙计这才惊醒 看着江浩之后赶紧说着 这位先生 您要些什么呀 江浩说出了一大堆化学品的名词 有的这伙计知道 有的感觉似是而非 还有的闻所未闻的 这伙计憋着一张脸说着 不好意思先生 我刚来三个月 有很多东西 我不是很清楚 要不我去问一问老板 行 和你们老板说 我这是长期生意 正好亲自和你们老板谈一谈 江浩说着 伙计跑上楼 不多时 带了一个 棕发碧眼的洋人下来 这家伙看上去 三十来岁 洋人的脑袋 但却穿着一身 中式长衫 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 看到江浩之后 用十分蹩脚的中文说道 你好 你想要些什么 江浩差点没笑出来 用英文说道 我们可以用英语交流的 老外一听对面这人会说英语 立刻的喜笑颜开的 用英语说着 我是美国人 我叫乔治 乔治 你的英语说得真很好 你去美国留过学吗 不 我自学的 天哪 那你可真是一个天才 我自学汉语 已经一年多了 可也只能够听懂一部分 日常用语 两人聊了几句 乔治问道 对了 你想要一些什么 请重新说一遍好吗 我的火鸡 对化学方面不是很懂 你知道的 中国几乎没有化学的 江浩又重新说了一遍 自己想要买的 乔治比那个火技可强多了 很快地给出答复 有的有 有的没有 江浩看着化学品名录 斟酌了一下子 最后挑选了一些 有这些东西 江浩就能做出几种 自己需要的白酒添加剂 伙计去准备东西去了 乔治拉着江浩坐下 继续聊天 可能是因为很长时间 没人和他说母语了 让这家伙 有了极大的交流欲望 所以最终滔滔不绝地 说着一些什么 你知道 我以前在美国 就是经营着一家化学品店的 可是后来经济危机 工业品需求继续下降 我的商店 每日都处于亏损当中 这让我很难过 经济危机 哦 美国大萧条时期 江浩想起来了 后来 我的贝克表哥给我去信说 他在中国 中国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这里有大把的机会 对了 我的表哥 是罗哈托教授的秘书 罗哈托教授是一位经济学家 你们那位委员长 常 他的经济顾问 听到这个名字 江浩的心里 不自觉跳了一跳 有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应该大有可为 所以我告别了我的妻子 苏珊娜 带着我所有家当过来了 整整地坐了二十天的轮船 你知道 海上漂泊的日子 并不好过 可是过来之后我才发现 这里确实没有被开垦过 可他也太过荒凉了 荒凉到极少有人用化学品 他们只对最普通的那几样有需求 就比如酸碱 其他的根本就是无人问津 我的很多东西都积压在那里 你看看这里 经常是一天天的都没有一个顾客进来 当初我想把店铺开在上海或者南都 可我表哥不同意 他说那里不安全 最好开在内陆城市 我这才跑来荣城的 可这里的生意真的不算好 弄得我很清闲 我倒是学会了喝茶听曲子 说到这儿 他靠近江浩说着 后来我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小姐 是唱戏的 我想让她做我的女朋友 你知道吗 后来她主动和我说要做我的一太太 说完之后 还对江浩挑了一条眉头 中国女人很温柔 也很会服侍人 我感觉我已经快离不开她了 那你的妻子苏珊娜呢 江浩问道 乔治耸了一耸肩膀 你知道的 一个人在外面总是很孤独的 我爱苏珊娜 可我也很寂寞 我觉得这不算背叛她 你也是男人 你觉得呢 江浩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 点了点头说着 我觉得吧 应该不算 乔治笑着一拍手 伙计 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了 男人的话题聊到女人身上 只要不是情敌 就变得很容易沟通 对了 余 伙计说 你想长期合作 那就是太好了 我可以给你打折 现在是九五折 以后用的越多 折扣越大 江浩笑了一笑 那太好了 乔治 伙计把东西准备好了 一共有十几种原料 很多用玻璃瓶装包装 还有一些都是烧杯 试剂瓶等等 这些都是做添加剂的工具 外面包裹上草席 弄得很精细 乔治 我还准备去别的地方转一转 给我妻子买一些礼物 那 这些东西先放在这里 等我逛完街回来之后再拿 江浩说着 哦 没问题 江浩告辞了乔治 坐车来到春溪路 春溪路 是1924年被命名的 号称百年金街 是荣城最繁华的一条街 街道两侧的绸缎铺 首饰铺 席货铺 商场逼逼街市 走在这条街上 其繁华感觉和后世的步行街 那是有得一笔的 当当当当当 一阵响声从远处传过 江浩就看到一辆 有轨电车开过来 因为他时不时发出当当当的声响 所以当地人都叫他当当车 走进了一家商场 宽敞成都不输后世的商场 江浩转了一圈 在首饰专区停下 发现这儿的东西都很贵 别说那些翡翠玉石的首饰 就算是一件金首饰都价值不菲 他现在也买不起 来到了化妆品区 现在的化妆品已经非常齐全了 雪花糕 爽身粉 洗发水 香水 口红 江浩在口红专柜厅停了下来 拿起了几支看了一个 发现都是国外的品牌 先生 想要给太太买只口红吗 这是美国单旗 最新式的旋转设计 涂抹在嘴上 绝对能成倍增加女人的艳力 您看看我的嘴唇 就是涂抹的这款口红 说着 女服务员还微微地撅起嘴 这个多少钱 五个大洋 女服务员轻巧地回答着 我的那个靠 就这么一支口红要五块大洋 你知道五块大洋能买多少粮食吗 你知道五块大洋够一家子 能过上很长时间的吗 五块大洋 这么点东西 讲好自己就能做出来 制作口红 其实并不简单 但是也并不算复杂 网上有很多自制作口红的视频 各种配方 不下上百种 直接在微信当中卖的 几块钱一支都有的 好 给我来一支 讲好掏出了五块银元 交给了服务员 回到了化学用品店 讲好问乔治在不在 伙计说 他带着姨太太去听曲了 可淡淡的 过得比自己这个穿越者 还要潇洒呀 讲好在店里转了一圈 又买了几样东西 这才叫过了一个车夫 带着他的东西去了客栈 第二天 江浩早上起来 就雇了一辆车 拉着所有东西返回县城 一回到家 江浩就把东西 把东箱房提出来 腾出来之后把东西堆进去 这个地方成为了实验室了 虽然这个实验室 看上去太过简陋 只有一些 烧瓶试剂 和两个炉子 可简陋并不代表简单 事业要从这里起航 就在这时 一个黑状的家伙 敲响了江浩的房门 打开了房门 看到来人 手里还提着两包点心 江浩笑着说道 方大厨 这你不经意你的饭店 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来人正是 那个饭店的老板 方大正 方老板笑了一笑说着 于老板 我是过来拜师学艺的 自从昨天吃过水煮鱼之后 方大正就念念不忘的 他觉得如果把那道菜学到手 那生意肯定活起来 所以就起了学艺的心思 昨天惦记了一天 今天终于找上门来了 学艺 可以啊 可咱们怎么算账啊 江浩问着 方大正也知道 学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便就说道 我准备了三十块钱的礼金 就像薛鱼老板的那道水煮鱼 您看可以吗 说着 把一个钱袋子放到桌子上 三十块钱 已经不少了 江浩当即把水煮鱼的配方 和做菜的细节写下来 交给了方大正 三十块钱换过了一张纸 也不知道自己是赚了赔了 就在方大正准备告辞的时候 江浩说道 哦对了 我还会其他的不少菜系 味道不下于水煮鱼的 比如什么酸菜鱼啊 等等等等之类的呀 方大正差点栽倒 等方大正走了之后 凭借着记忆 江浩开始捣鼓起酒精添加剂 虽然失败了两次 可最后他还是成功了 久儿也来看过 他根本就看不懂男人到底在做什么 可他知道男人肯定是在做大事的 他没什么文化 帮不上男人 就尽心伺候好他 每日好吃好喝就差没直接喂了 晚上给洗澡洗脚 啪啪啪的时候 怕男人累着 主动自己在上面摇动 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江浩要的几种添加剂 已经全部做出来了 看着那几个世纪的瓶子 将好呵呵地笑起来 他再一次感谢了一下 自己的高中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与此同时 酒坊那边也要开始出酒了 这一天 江浩和酒儿全到了酒坊 一群人忙碌过后 清澈的酒液终于流出来了 江浩接了一碗 喝了一大口 众人都看着他 怎么样 当家的 酒儿有些紧张地问道 因为这个酒坊 是这里所有人的希望和未来的 还可以吧 江浩给出了一个不好不坏的答案 其他的人纷纷拿起碗接酒 尝过之后 阿尔旦他爹说道 和市面上那种五块钱一滩的酒差不多呀 最后 罗汉大哥给出了一个中肯的结论 这一锅全部做出来 应该有四五百块的盈余吧 四五百块钱不算多 也就是一个功夫钱 我觉得还可以吧 但比十八里香差了 可也还行 阿尔状说着 十八里香那是高粱酒 咱们现在做的是五股酒 而且掌柜的 有高粱酒的秘方 这不能比的 大壮说着 罗汉看向江浩 带着期许问道 掌柜的 这种酒 你有秘方吗 每种秘方配不同的酒 秘方不是那么容易拥有的 江浩笑了一下说着 秘方 还真有 叫伙计们搬了十滩酒 回到自己那个简陋的试验室 然后把自己一个人关在里边 叨咕起来 一晃又是几天 江浩终于出关了 一群老伙计围在客厅 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 上面有一个酒坛子 江浩抓起酒坛 顿时 有一股清新的酒香飘了出来 众人不禁用鼻子吸了一吸 哎呀 有人忍不住地说道 好香的酒味啊 真好闻 打开了一溜大碗 往里边倒满了酒液 都尝尝吧 众人纷纷端过来 大壮喝了一口 立刻地叫了起来 哎哟 好酒啊 真好喝呀 说完之后 咕咚咕咚 几口把一碗酒干了 罗汉喝了两口之后说的 闻着有一股清香味 入口清新爽口 还有一抹子回甜 真是好酒啊 如果说这是五年十年陈娘 绝对会有人相信 讲好心里觉得有些好笑 香味是因为那几种纸的缘故 纸类难溶于水 却容易溶那种乙醇和乙米等 有机溶液 第一级纸是具有芬芳香味的液滴 香味就是出于它们的 至于那曾经令人心动的一抹灰甜 是唐精和甜蜜素的作用 现在觉得咱们这酒如何呀 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吧 江浩说着 罗汉立刻说着 之前的酒五块钱一滩 现在这个绝对能够卖到十五块钱一滩 二十都有可能 那好 所有酒生产出来之后装滩 放在酒窖里 我会加上米方的 然后再封存一个月 到时候就能出售了 等赚了钱呢 少不了给大家伙发奖金的 江浩笑着说着 众人欢呼 九儿也在旁边跟着一块儿笑 当天晚上 江浩就把如何使用添加剂的方法交给了九儿 这种繁琐的复兴工作 它是不屑于去做的 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吗 做口红 当时从商店回到化学品店的时候 江浩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口红的事情 这么简单的东西 却能够卖到那么贵的价格 那绝对是暴利啊 可比做酒容易多了 如果做起来 赚钱更加容易 它缺钱吗 缺 酒坊和四合院 把它从山东带过的钱 花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剩下了一些过日子的钱 要不然九儿买件衣服 也不会那么的舍不得了 要不然 他也不会一道菜 就卖了几十块钱了 去首饰店 想给九儿买一件首饰都买不起 他很郁闷 他可是穿越者 怎么可能让钱把自己难住了呢 在化学品店 江浩就买了几样 做口红需要的材料 这些日子 又弄了一些香精添加剂 就没估得上其他的 现在酒坊的事情安排好了 江浩又想起了这一件事情 他再次扎进自己 那简陋的实验室 口红怎么做 简直不要太简单了 来来来 现在我也教一教你们 用橄榄油 或者甜杏仁油 里边加上适量的口红粉 你问口红粉是什么 就是各种花瓣 研磨的粉末 就比如玫瑰花瓣 桃花瓣 樱花瓣 他现在没这些东西 那就用胭脂粉代替更好 然后用一个细细的毛刷研磨 让口红粉与油脂充分的融合 随后加入油脂和风辣 干什么用的 润泽 现在把烧杯放在了酒精炉上 小火慢炖 哦不对 是隔水加热 让纸类和风辣充分的融化 如果想要香味 现在就可以加入一些香精啊 或者花辣呀 如果有维生素E胶囊 挤上两滴更好 但可惜现在是1935年 要直到1938年 瑞士才会做出维生素E合成剂 不过这东西 有没有区别不大 最后的一步 把口红溶液倒入模具 等待几分钟 就可以凝固了 至此 一只口红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不用高中 不用初中 小学手功课水平 自己就能做出来 或许唯一的难点 就是要掌握好材料配比和温度 可这些东西在民国是保密技术的 但是在后世 那在网上一搜 是一大把一大把的 这方法上百种之多 江浩第一次做了十支口红 等了十几分钟之后 打开了模具 轻轻地取出里边的口红心 到了屋里之后 在九儿的化妆盒里 找出了上次给九儿买的那支美国口红 上次江浩给九儿带回来 九儿可喜欢了 用得小心翼翼的 只是涂抹过两次 两相对比之后 江浩忍不住赞了一句 完美 拆下原装的口红 装上一支自己做的口红心 在院子里正在那些底子的九儿 拽到化妆镜前 九儿 来试一试这口红怎么样 九儿看了一看 这 不就是我那支吗 不对 我那支用了的 这是一支新的 你试试看嘛 江浩催促的 九儿轻轻地涂抹在嘴上 小嘴儿变得鲜艳起来 九儿说道 好像比上次那支颜色更浓一些 不过也挺好看的 而且润润的 也干 还有一股甜味 我尝尝 江浩说着凑了过去 把人家刚画的纯红都弄画了 还要重新画 这东西很贵的 九儿小小埋怨了一句 放心吧 这东西 以后你想要多少有多少 现在口红做出来了 至于成本 根本就不算什么 外包装的钱 都要比口红贵得多 他找人定做了一批 彩色玻璃壳 做口红的外包装 看上去 比外国人用那些铜壳 要高档多了 什么美国货 国际品牌 都弄得跟一个黄铜子弹似的 看看咱这个 这才叫艺术 这才能够吸引女性 江浩准备做口红生意 他觉得大有可为的 虽然一次只来三个月 可这个世界已经固定 永远存在 他更要好好的经营 现在对于他来说 他急需要钱 就算让他开着飞机 去其他的国家 也得能够买得起飞机 不是吗 在这个年代 中国人不吃香 外国人在中国自带光环 这江浩就把主意 打到乔治的身上 而且乔治 还有他表哥那层关系 绝对是张好虎皮 江浩对九儿说了一声 这次带着两个伙计 赶着一辆车 第二次来到荣城了 一到荣城之后 就直奔向化学品店 江浩过来 让伙计通知乔治 江浩在楼下见到乔治了 笑着用英语说着 乔治 还记得我吗 当然了 我的朋友 你又来采购了吗 乔治上前热情地和江浩握手 确实是来采购的 说着就拿出了一份清单 递给乔治 乔治看了一看 喝上次要的差不多 只是数量多了很多 转身交给了伙计 让伙计们去准备 不如到楼上坐一坐吧 我上边有一个茶室 好朋友过来 就会在上面喝茶的 乔治邀请着 当然好了 两人坐在茶室之后 乔治泡着茶 江浩说着 乔治 这次过来呢 我还带了一些东西 是什么呀 乔治好奇地说着 江浩打开手里的 那个精致的礼品盒 露出里边的一排彩色小盒子 乔治打量了一会儿说着 这是什么 我看不出来 乔治拿起了一支 打开了外包装 露出里边的口红 乔治诧意地说道 乔治 你是不是拿做礼物了 我可不喜欢口红 这种东西的 江浩笑了一笑 不 这不是送给你的 难道是我的夫人 你认识她吗 当然不认识 乔治盯着江浩问着 江浩回答着 乔治 这些口红啊 是我自己生产 我带过来 是想让你看一看怎么样 江浩说着 你自己生产的 哼 你有口红的秘方吗 那东西可不会外传的 你是怎么掌握的 乔治说着 拿起了一根口红 看了起来 看了一看之后说着 我不是很懂这一些 不过看起来 还是蛮不错的 哦对了 我可以让我夫人 过来看一看 说到这儿 乔治大声地喊道 林达 能过来一趟吗 不多时 从屋里走出了一个 身材高挑女子 长相嘛 整体长相还算是漂亮 美骨和全骨略显突出 在江浩看来 并不算什么美人 可能是东西方的审美 有差异吧 这是我的中国夫人 徐林 英文名字 林达 乔治介绍着 林达你好 江浩很有礼貌地 问候了一句 林达 你看看这些口红如何呀 乔治说道 女人看向了盒子 看到那些精致的 彩色玻璃壳 就感觉非常喜欢 打开了口红 闻了一闻 嗯 香味真的很好闻 比我用的那几支都好 又在手背上涂抹了一下 随后就迫不及待地 走进了房间 不多时出来了 就见女人嘴上 已经换上了口红的颜色 女人一脸欢喜地说道 乔治 这是哪里买的 这几支口红真是太棒了 浓艳而严润 比我之前用的那款 美国名牌还要好 而且不爱掉色 哼 这些口红 是这位于先生做出来的 看来他做了一件好东西 最起码 我的林达喜欢 乔治说着 既然夫人喜欢 这几支口红 又送给夫人了 江浩说着 女人高兴地拿着口红走了 只留下两个男人 乔治饶有兴趣地看着江浩 鱼 你来找我 恐怕不是只为了几支口红吧 乔治 你觉得 我们做口红生意怎么样 会不会比你的化学店 要更赚钱呢 乔治的眼睛一下就亮了 你是说 和我一块做这个生意 口红的生意吗 是的 我预感到 口红是一门大生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75集 你准备如何做呀 乔治问道 组建一家化妆品公司 我做董事长 你做总经理 具体负责公司的事务 讲号说着 你准备给我多少股份呢 百分之十 乔治摊了一摊手 朋友 我知道中国国内的现状 你在利用我的身份 所以 你给的股份少了 他也是一个精明的家伙 强豪问道 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呢 四六分成 我占四成股份 乔治说着 强豪的表情 有些严肃 乔治 你知不知道 单单在美国 就有几十万个叫乔治 我的确是想用你外国人的身份 可并非非你不可 中国还有很多的外国人 美国人 英国人 法国人 德国人 德国人 意得利人 这些都问题不大 乔治赶紧说着 我的表哥 罗哈托教授的秘书 罗哈托教授是长的荆棘顾问 有这层关系 我想应该能够躲避很多麻烦的 但可惜你不是你表哥 如果你是他的话 我想我会给你四成的 强豪直言不讳地说 利益就是在争执与妥协当中体现出来 双方都有合作意愿 最后达成协议 乔治占股25% 强豪占股75% 共同出资 组建一家化妆品公司 主打的产品就是口红 你觉得我们的出资额应该是多少啊 这个问题江浩早就想好了 攒定总股在四万大洋 我负责生产出一批口红 你的那一万大洋就留在公司 留作公司的日常运算资金 还有后续的产品宣传费用 乔治觉得这样运作还可以 点了一点头随后又问道 我能去看一看我们的工厂吗 江浩摊了一摊手 正式的工厂还没有建立呢 不过我会通过其他的渠道 先生产出一批口红用于销售 真正的工厂恐怕你要过一些时候才能见到了 第二天 两个人就去了政府部门登记了公司 并分配好了股份 法人就是乔治 董事长是江浩 乔治是总经理 公司的名称叫做 美国利兹化妆品公司 乔治租了一个场地作为办公地点 招聘了一些员工 他的任务有很多 宣传报道啊 电视台广播啊 广告啊 制作画报啊 和各家商场联系啊 等等 总之麻烦的事情一大堆 江浩则回到县城 租下旁边的那个四合院 把九儿 王嫂 大壮二壮 还有几个支根支底家伙叫过来 一个七八人的小作坊 就此成立了 看着一支支口红被生产出来 九儿满是惊讶的 哇 口红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呀 这 这也没啥呀 怎么卖那么贵啊 因为女人们喜欢嘛 几人分工 生产的速度非常快 一天就能生产出两千支口红 反而是口红的玻璃壳生产的没那么快 每天能做出的一千多个就已经不错了 三四天过去了 江浩的手里足足凑了五千支口红 拉着这批货来到荣城 乔治看了这批口红之后高兴地说着 非常好 我已经和几家商场取得联系了 他们愿意买我们的货 但现在问题是 我们该如何定价呢 定价是一个大问题 这关系到今后的销售路线该如何行走 鱼 现在市面上的口红多为进口过来的 价格在四五块大洋左右 可他们都是知名品牌 如果我们想要吸引到顾客 就必须要比他们便宜 那样才会有顾客留意我们的 乔治说道 江浩却摇了摇头说着 如果想要我们的口红卖得好 那就得抬高价格 我觉得 煤管口红定价在 六点八八元比较合适 天哪 怎么可能啊 虽然我们的口红对外宣传是美国货 可利兹是一个新牌子 没有人会高价买的 乔治惊讶地说着 江浩笑了一笑 所以我们更加要加大力度宣传 同时再施行其他的促销手段 在商场 我们可以给那些销售员提成 就比如 他们每销售一只我们的口红 就能够提到两毛钱 我相信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有动力 去向客户推销我们的产品 我们还可以举行各种促销活动 就比如新品上市买一送一 这样我们的价格虽然看着高了 可实际上却很能省钱 很多人的心思是非常微妙的 他们不愿意花低价钱买花装品 因为觉得那样会掉价 可他们却非常愿意买打折商品 因为觉得那样占便宜了 而且还不掉价 我们要抓住消费者的心理 江浩说着 乔治对江浩这套销售理论很感兴趣 他觉得的确是这样 可是又想到了什么 便就问道 我们不能总是新品上市买一送一这个方法 等恢复到原价之后 我们东西就不好卖了怎么办呢 用其他标语 就比如回馈客户 买一赠一 关爱女性 打折销售 过圣诞节 低价套装系列 过春节 春节大礼包欢乐送 江浩随口说着 这些东西在后市的商家们都已经用烂了 但乔治听得是眼睛冒光的 乔治 你真是一个销售天才 江浩探了一探手说着 乔治 我对天才的名头不感兴趣 我想要的是赚钱 剩下的 就看你的了 没问题的 乔治开始马不停蹄地坐起来 公司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宣传 商场里边挂满了荔枝口红的标语 因为有提成 这销售员们卖力地促销着 而在报纸上 更是出现很多有个性的广告语 就比如 一个女人应该拥有这两样 优雅而艳丽 荔枝口红 再比如 开始做自己 就开始变美丽 荔枝口红 还比如 如果你想要无法替代 就必须要变得与众不同 荔枝口红 真是典型的 男人轻轻抱住了女人的腰枝 在他耳边轻声地说着 我想尝尝你的口红 女人不忍拒绝 颤抖地从包里拿出了一支荔枝口红 小声地说着 你小口点吃 今天用的这支比较贵 荔枝口红 这是笑话性的 新世纪女性 一杯咖啡和口红 我能面对世界 荔枝口红 这绝对是煽动 女性思想解放性的 在这个年代很有市场 就算很多人都不知道荔枝 没有见过荔枝 可通过这些报纸 电台宣传语 让无数的女人们记住了她 女人们来到了商场 服务员热情推销 荔枝口红本身的效果 又是非常不错的 相好现在已经能够生产出一套五个色号 看上去每个色号 每一款都很吸引人 那接下来就是买买买了 第一天销售八百支 第二天销售一千三百支 第三天销售两千五百支 荔枝口红真的火了 大火 乔治开始喜笑颜开了 哦 鱼 我 我真的是 销售告庆 要加大送货货量了 江浩表示无奈 产量受限呢 暂时每天只能提供两千多支 那我们要损失很多钱吗 乔治着急地问着 不 这也算是一种饥饿营销 饥饿营销什么东西啊 乔治不懂地问着 限量供货 想买都很难买到 那样 这些客户才会觉得 得到一支我们的口红 是多么难得的 这样能够增加我们的口红的口碑 和生育度 可这样我们也损失很多钱吧 没事的 等下一个月 出货量会足不增大 而且以后 我们的口红不止在川鼠销售 还要卖到全国各地去 江浩信心十足地说道 战争与贫苦 也阻挡不了女人爱美的心 江浩以前看过资料 在美国大萧条和二战时期 卖得最好的就是口红和丝袜 只可惜他没有生产丝袜的能力 所以就对准了口红 这相对简单的女性用品下手了 口红热销 江浩赚钱了 现在川鼠的女人们 几乎没有不知道里子口红的 在县城内 他找了一处更大的工厂 制作着设备招聘工人 把各个厂房加工的原料和程序全分开 尽量地避免被人学去了 最后干脆地把县城的那家小玻璃厂 也给收购了 不做其他东西 专门做口红的外壳 这样一来 他就能够提供足够的口红外壳了 江浩还准备把九儿也开发出来 帮着自己管理口红工厂 虽然他没什么文化 可脑子很灵 先让他跟着学一学 相信总有一天 他会成为自己的帮助的 荣城春夕路 最大的商场内 江浩和九儿站在远处 看着力兹柜台 柜台那儿客人不少 服务员正在热情地 给客户介绍口红 九儿欣喜地说道 整个商场 就属咱们这边最热闹了 当家的 你是怎么想到做口红的 你又是在哪儿学的这个本事啊 你男人的本事可多了呀 别在这看了 走吧 带你去商场里转一转 说着 对着九儿伸出了手 九儿扭捏了一下 挽住了江浩的手臂 两人在商场里逛了起来 不多时来到了守市区 上一个月 想给九儿买一件礼物 可囊中羞涩 现在终于能够开口了 把这一对翡翠玉镯子 拿出来看一看 这对玉镯 碧玉通透 一看就是好东西 如果放在后市 肯定是会上拍卖会的那种 把手镯套在九儿的手上 好万臂镯相映成去 好看 这个多少钱 先生 这对镯子五千五百大洋 是我们商城最好的一对 翡翠镯子了 售货员说着 九儿听到价格之后 为之乍说 五千多大洋 这可是一笔巨款 当即他想把桌子摘下来 但江浩伸手拦住他 别摘啊 买下了 江浩看向九儿 九儿也看向江浩说着 这 这也太贵了 嗨 赚钱不就是用来花的吗 要不然赚钱干什么呀 自打你跟了我 也没送过你什么像样首饰 这对镯子算当是礼物了 江浩说着 九儿的心里 既感动 又欢喜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6集 时间的脚步总是匆匆的 原本他以为在这个世界 自己会和九儿过一段安稳的小日子 可因为缺钱 又弄出了一个产业 等生意的事情差不多了 时间也快了 这次分别要一年之后才能见到九儿 好在有期限 一年也不是很长 等他离开这里 世界时间停止 九儿也不知道他离开过 最后 江浩和九儿在家里 腻鼓了一整天 哪都没去 在搂着九儿睡觉时 被系统直接踢出了这个世界 打开系统面板 发现固定世界 九儿的那个图标 变成了灰色 得一年之后再次亮起之后 他才能够再次进入 通过这几次的任务 他发现 任务做得好不好 直接关系到奖励 自己做得越好 得到的奖励越好 江浩转转拳头 以后自己要多多做任务 而且每次任务 要尽量做到完美 那样就会有更好的奖励 等下次再收获世界钥匙 就去西西里看看马莲娜 第二天一早 按照习惯江浩起来 穿上运动服出去跑步 刚刚过了年 虽然滨海不下雪 可最低气温也只有四五度 尤其是早上还是很冷的 江浩慢慢跑起来 时间不长的就跑到江边公园 突然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那个成熟美女周心妍 周心妍也看到了江浩 慢跑过来主动打招呼 嗨 好久不见 是啊 差不多两个月了吧 回家过年了 江浩笑着说道 年前出国了一趟 再加上过年 一晃就过去两个月了 我昨天才回来的 周心妍说道 那很巧啊 今天就让我遇到你 咱们一块跑吧 一起 两人跑了一块之后 累了之后改成走步了 周心妍问道 你还没找到工作吗 还没呢 不如来我们公司应聘 新年度我们公司有招聘计划 大概需要二十个人 好几个岗位呢 或许有适合你的 周心妍一边走一边说 进公司啊 我准备再学习一段时间 充实一下自己 江浩说着 其实这就是个托词 他的充实也绝对不会是为了到某个公司里上班而学习 确实应该充实自己 我这次出国呀 就是去办理MBA毕业手续的 江浩好奇地问道 哪个学校的呀 德科萨斯大学 江浩伸出大拇指 我又厉害了 那是不是准备要换工作了呀 美女耸耸肩 暂时还没有 新兰科技算是还不错的一家公司了 主要是业务稍微有些杂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告别回家 路上江浩就想啊 这个世界上努力的人千千万 自己获得如此奇遇 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没有系统任务 可以应该主动学习各种知识 没有没用的知识 只有暂时用不上的知识 他在试图书馆办了一张卡 这里平时人很少 很清静 江浩就在这里安心地看书 看各种书 他看书呢 没有什么规律 有时候看经济类的 上面提到一只股票 他就会去研究这只股票的情况 随后又对这家企业升起兴趣 转而研究起他们的产品 总之是跳到哪儿算哪儿 耐克的发展史 对各种鞋子感兴趣 随后突然听到 耐克的广告营销策略 耐克在体育明星身上投资 算是全世界最大的 可他突然又发现 好像并不是这样 那些俱乐部最大的金主 竟然是博彩公司 他就看起了关于 博彩公司的内容 一晃过去了几天 这一天 他在外边吃了饭 回到家洗了一个澡 时间到了九点半 准备再看会儿书就睡觉 江浩现在过得很规律 如果没事 一般晚上十点多睡觉 早上五点半起床 做一个享受健康作息的人 叮咚的一声 他的手机微信响起 随手拿起来 看了看微信发过的人 有些微微惊讶 竟然是周心妍 早上一块跑步那个 成熟美女 当初他们留了微信 已经有四个多月了 除了第一次 对方发了一个验证笑脸 这还是第一次发信息呢 在吗 女人只发了短短两个字 在 江浩也简洁地回答 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很冒昧 不过我想不到合适的人 最后想到了你 女人的信息传来 这话够绕的呀 说说看吧 江浩并没有女人一招手 就露出猪歌像 嗷嗷叫着喊着说 我能行 我没问题 今晚有个公司高层聚餐 我们公司的销售主管 一直对我有益 今天饭桌上 同事们用开玩笑的口吻 说要撮合我们两个 我不喜欢那个人 就在饭桌上说 我有男朋友了 同事们非说叫来看看 如果他们知道我撒谎 会得罪一堆人 我想找人帮忙 可我在这座城市 认识的人不多 有些不合适 有些同事们也认识 最后忽然想到你 所以想请求你帮个忙 江浩的脸上露出笑意 挺都市啊 难道想让我过去装逼打脸 这就有些狗血了 就见女人又发来了一条 我们的饭局马上就要结束了 你来接我一趟 只要在饭店门口露个脸 咱们就离开 可以吗 看来不用装逼打脸 怎么说也算是朋友了 这个忙也不算麻烦 那就帮帮她 你现在在哪呢 洗手间 黑线 满脸的黑线 江浩又问 我说的是哪家饭店 躲在洗手间侧位当中的周星妍脸上 一阵尴尬 立刻地回到 百玉佳华酒店 行 我大概二十分钟到 江浩说着 谢谢 江浩起身 在衣柜里扫了一眼 挑了一套深色西服 这样更显得成熟一些 周星妍是一个金领成熟女性 如果自己表现的太过于年轻 根本不搭 这场戏就没法演了 穿衣服用了六分钟 开车用了十四分钟 二十分钟后江浩准时赶到百玉佳华酒店的门口 拿起手机给女人发了一个微信 我到了 女人很快地回到 我马上下来 周星妍对着这一群公司高管笑了一笑 举起酒杯说着 我男朋友来接我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先撤了 别撤呀 说好的吃完饭唱歌去 都安排好了 你男朋友来了呀 那一块呗 人多更热闹 有人说着 对对 人多热闹 叫你男朋友一起啊 有另外两个女同事也说道 周星妍很为难地说道 这个 唱歌我就不去了 你们玩得开心点 众人看都劝不住 只能放人 周星妍拿着衣服离开 一个三十多岁的 戴着眼镜的中年帅哥 拿着衣服追了过来 星妍 我送送你 不用了 谢谢 没事 我也正好见一见你男朋友 男子说道 两人下楼 屋子里边的七八个人 立刻地站了起来 一块涌向窗户 扒开窗帘向下看 就等着看戏 嘴里还起嘴巴舌地说着 周星妍明显是看不上高田 何必死皮赖脸的呢 人家星妍长得漂亮 两个人学历合适 还在一个公司 高田不动心思才有鬼呢 男人追女人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有机会就上 大不了就是失败 怕什么呀 高田条件也不错呀 人家早到田硕士毕业 年薪六七十万 长得也还可以 还入了日本国籍 这条件找什么样的都不差 一个女人说着 这东西看演员的 有的时候一切都好 但就是看不上 能咋的呀 你找谁说理去 快看 他们下楼了 看戏看戏看戏 你们说一会儿 两个男的会不会 争风吃醋打起来呀 都是有文化的人 怎么可能动手呢 别以为文化人就不动手 周心炎已经走到楼下 高田跟在身后 周心炎刚想再发一个微信 就看见一辆奔驰开了过来 停在他们的旁边 从车上下来了一个男人 正是江浩 在看到江浩的那一刻 周心炎都有些微微的发愣 太帅了 一身鼻挺的西服 满头碎发 下巴留着一点碎壶茶子 虽然看上去 也就二十多岁的样子 可身上却透着一股 成熟男人的气质 这种气质 对女人非常有吸引力 心炎 江浩走到女人身边 轻轻地喊了一声 你来了 女人立刻清醒过来 我来接你回去 我们走吧 自始至终 江浩连看都没看 女人旁边站着的那个男人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同事高田 高田 这是我男朋友 江浩 周心炎介绍道 高田看向江浩的眼中 带上几分敌意 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男人 从小到大学习优秀 到日本留学 后来又在日本打拼 取得了日本国籍 在别人眼中 他一直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人 他比周心炎来新兰科技公司要早一年多 现在是销售主管 算是公司里手握实权的人物 周心炎一来 他就看上周心炎了 心动了 他觉得这就是自己要找的女人 可他是很高傲的 也是很自信的 所以表现得不急不缓 先了解再深入 一步步来 相信自己这么优秀 他一定会被自己吸引的 可结果是周心炎对他这一款不是很感冒 再之后周心炎出国完成了MBA 他对自己的行动做了个总结 决定主动出击 今天晚上的同事聚会就是高天组织的 其目的就是为了周心炎 这其他的同事们也都是心知肚明的 吃人嘴短嘛 吃饭的时候自然也愿意的说上一两句好话 撮合两人在一起 这才让周心炎不得不使出这一招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值得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7集 海豚湾 江浩自然看到高天眼中的敌意 听到女人的介绍之后 也没有伸手和对方握手的想法 只是点了一点头 对着女人伸出了手臂说着 欣言 我们走吧 周欣言微微发愣 可还是交出了自己的手 被男人抓住的那一刻 身子不尽一颤 江浩给女人打开车门 送女人上车 关上车门之后 自己转到驾驶位置 发动汽车 很快地消失在车流之中 高田的眼中闪过一丝阴郁 看到这一幕 楼上的那群人顿时就炸了 高田的想法恐怕要落空了 开着G1E400 周延新这个男朋友可以啊 有个女人说道 这不是车的问题好不好 高田也买得起奔驰 关键是这个男人好帅啊 真的好帅啊 而且年轻 高田根本没法比 你们看那气度 可不像是普通人家出来的 爆表了 高田根本就没戏 你们都什么人呢 吃人家高田一顿饭 还在背后编排人家 都别说了都别说了 高田回来了 高田推开门时 脸上被阴郁散去 换上了一副笑脸 都吃好了吗 要不咱们去唱歌去吧 哎呀 我就不去了 我老婆在家里还等着呢 不能回去太晚了 是啊是啊 今天有些累了 我也不去了 人们都知道 今天这个饭局 就是为周心妍准备的 女主角都被白马王子 接走了 他们还怎么好意思去呢 那就改天吧 高田也没有强求 对对对 改天改天 在回去的路上 周心妍不时地看看江浩说着 感觉你今天有很大不同 怎么了 给我的感觉 好像一下子成熟了很多 江浩转过头看看女人 女人的头发散开 微微有些波浪 和早上跑步时清爽的样子 差别很大 漂亮当中带着一丝明媚 江浩说道 你现在的打扮 也和我认识的周心妍 差别不小啊 过来抓你男朋友 当然要打扮得成熟一点了 女人一撇嘴 你是说我老实吗 喂 咱可不带这么解释的 我可是刚才帮了你 对了 我觉得刚才那男男孩 还可以啊 干嘛拒绝 江浩岔开话题 周心妍顿了一下说道 我总觉得 他那个人有些阴郁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感觉 说完之后 周心妍看看车 你这车不错呀 没想到是个富二代 难怪不着急找工作呢 江浩立刻摇了摇头 别误会啊 我可是标准的浓二代 汽车在女人小区门口停下 女人说道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改天请你喝一杯 江浩笑了一下 喝酒就算了 明天一块跑步吧 周心妍以为江浩不善喝酒呢 就笑着说道 那好 明天请你跑步 早上六点 我们江边公园见 江浩开着车回家 回到家躺在床上 想想刚刚的事情 感觉有些好笑 请喝酒 请吃饭 请唱歌 现在来个请跑步 真有意思 第二天江浩早上起来 跑到江边公园 就看到周心妍 正在江边坐着伸腰运动 看到江浩过来了 露出了一个微笑 一起跑啊 你请客 对 我请客 女人笑颜如花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两人一块跑了起来 两人今天的感觉 要比之前熟悉了很多 好像一下子 就从普通朋友 进化到了好朋友 好步结束 周心妍离开 江浩刚想跑回家 但突然脑海当中 响起钉的一声 系统提示 有客户看了电影 海豚弯 如精灵般的海豚 却遭到无情图露 真令人不舒服 客户要求 拯救 一万只海豚 任务说明 本次任务不设上限 拯救 拯救一万只海豚 极为完整任务 不强制回归 拯救越多海豚 获得的奖励越丰厚 任务下达 请问收集员 是否接单 海豚弯 江浩记得 这好像是一部纪录片吧 自己好像看过 不过 却只看了一个开头 并没有深入研究过 江浩关闭系统面板 深吸了一口 江边的清新空气 回家 开始准备 接受新的挑战 没有强制回归 拯救越多海豚 奖励越丰厚 那就疯狂做一把 看看究竟会给什么奖励 万一再给一把世界钥匙呢 那自己就能够去见马莲娜了 回到家 将好重新看起这部纪录片 海豚弯是一部纪录片 讲述著名海洋哺乳类动物专家 理查德 奥巴瑞 阻止日本屠杀海豚 呼吁人类停止屠杀海豚的故事 该片于2009年上映 获得了第28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记录长篇奖 而在此之前 这部纪录片拍摄了几年时间 期间经历艰辛 日本政府和当地渔民的阻挠 最后的才成为了正片的 平均每年有2.3万条海豚 会被日本合法围杀 影片当中 在河哥县太地厅那个小小海湾 渔民用声纳驱赶海豚进去 用渔网围困住 先是挑选最好的卖给海洋馆 剩下的全部捕杀卖肉 在捕京季节 原本湛蓝的海水都被染成了红色 令人触目惊心 江浩查了一下资料 其实不止河哥县 日本有8个县的渔民 被允许捕捉海豚 在海豚游过这节海域时 他们倾巢而出 用渔船大肆捕杀海豚和鲸鱼 1986年 国际捕京委员会颁布了 禁止商业捕京令 可日本听到了吗 没有啊 人家以各种理由 该捕就捕 这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 每年通过捕捉鲸鱼和海豚 卖给海洋馆 卖鱼肉 那可以得到几十亿美金的利润 就是这么简单 日本的行为 遭到全世界的谴责 可他们仍旧我行我素 说什么 这是我们的传统 你们吃牛肉 吃鸡肉 不也是杀生吗 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说的是理直气壮的 一开始 江浩也没法反驳这个道理 可在看了几遍影片之后 江浩突然笑了 妈 老子是去完成任务的 又不是去做道德标兵的 可他们讲什么道理呢 再说了 他们讲道理吗 他们不讲道理 不为别的 就为了当年 小米陪伴了自己那么久 自己就要出手救他们的同胞 不为动物保护 不为环保 不为公理 不为正义 只为我心中那个愿 江浩继续研究这部纪录片电影 这部纪录片的时间跨度很大 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上映 他也不知道自己会穿越到哪个时间段 那就看书 尽量地了解那个时间段的一切 知道的多一些总是有用的 叮咚的一声 江浩的手机微信声音响起 他拿起来一看 是那位成熟美女周新研发来的 在吗 在啊 在干嘛 在图书馆看书啊 没想到还是个爱看书的好孩子呢 谢谢阿姨夸奖 原本还想着感谢你昨天的搭救 晚上请你吃饭呢 看来没必要了 没关系啊 我请你也可以啊 晚餐 海底捞 两个人先是一顿猛吃 以前看着这位美女姐姐蛮矜持的 现在才知道 她也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吃了个半饱之后 两人的速度才开始减慢 江浩涮着一片毛肚 突然说道 你说 咱们吃着牛羊肉 但嘴里却喊着爱护动物 这是不是有些虚伪啊 周新研捋了一捋头发 一对好看的毛子 看向江浩说着 你吃都吃了 怎么忽然说这个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 那个记录边 海豚弯 突然间想起来的 感慨一下 江浩说着 那部电影我也看过 那里面的海豚 死得太惨了 周新研说道 你也觉得日本人的行为 很残忍吗 是很残忍 尤其是海豚那么可爱 那么聪明 而且我还查了资料 其实海豚肉根本不好吃 而且重金属超标 吃了海豚肉 非常容易引起某些疾病 对身体很不好 周新研说道 你说怎么才能阻止他们呢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周新研沉思了一下子 恐怕很难啊 毕竟那是一个国家 那些捕鱼人的行为 是受国家允许的 允许就是受法律保护 口头呼吁的话 根本不管用 如果像某些极端动物保护组织 使用暴力 那就又触犯了法律 会被法律制裁的 那就是说 根本就没有办法了吗 江浩皱着眉头 周新研看着江浩的样子 突然笑了 看你一副认真的样子 你不会真的想 参与什么动物保护吧 如果你像超人那样厉害 就可以谁也不怕了 实在不行 蜘蛛侠 钢铁侠也行啊 那你觉得 不应该让什么咬一口啊 然后再变异 江浩问着 穷人靠变异 富人靠科技 不变异也没关系啊 学钢铁侠和蝙蝠侠啊 那都是极品高富帅 还不是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大不了 到时候你买下地球上 所有的海豚 都是你家的了 谁也不能补 谁敢补捉 就弄死谁 周星炎笑着说道 江浩自然知道 周星炎是在开玩笑 便就说着 对了 你的那位追求者 这两天有找过你吗 周星炎摇了摇头 再没有了 不过 我总感觉 他看我的眼神 有些异样 想多了吧 不知道 希望是吧 这顿饭不让你白请啊 如果有事给我打电话 那就先谢谢了 吃过饭之后 两人分手 江浩回到家 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那就开始吧 打开了系统面板 点下了领取任务按钮 刷的一下子 江浩的身影 在房间当中消失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按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78集 江浩发现自己 身处在一个陌生的房间 瞅瞅周围 应该是一间宾馆 房间不大 一目了然 房间里只有自己 看到浴室的门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过去 生怕里边有人 仔细听了听 没有任何动静 打开了厕所的门 里面空无一人 看来这个房间内 只有自己了 突然间看到浴室的镜子 强好发现了一件 令他惊讶的事情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 镜子里的那个人 也摸了摸自己的脸 诶 竟然就是我自己 我这次是本体传约 是的 这次江浩是本体传约 没有电影人物 没有记忆灌输 就是江浩自己 之前也经历过几次任务了 江浩并没有任何的慌乱 先弄清楚自己 现在情况之后再说吧 回到房间里 看到桌子之上放着一个双肩包 他翻了一番 发现里边除了几件衣服 还有一本护照 打开了护照 上面的照片就是江浩本人 名字 也是江浩 翻到最后 上面有一个入境章 地址是日本 时间是2006年3月 原来自己已经身处日本了 而且 还有合法的身份了 2006年 现实世界里的2006年 自己在干嘛呢 好像还在上初中吧 在身上搜了一搜 发现身上还有一个钱包 除了一张银行卡 几万元的日币 还找到了一张身份证 上面的照片 就是自己的名字 名字就是江浩 看来 这就是系统 给自己安排的身份 把钱包重新放回兜里 拿起背包下楼 在酒店大厅 江浩看到架子上 有酒店和当地旅游的 宣传小册子 他拿起了几份看起来 等看完之后 他已经确定 现在自己就在日本 合歌山市 帮我查一下 还有几天 江浩来到前台 用标准的日语 对服务员说道 先生 您订了一周 酒店订的是一周 昨天刚入住 江浩出了酒店 和歌县 有著名的 折叠凶野纳 制大社等景点 这里还是 日本最大的温泉胜地 可江浩 无心欣赏这些景色 找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太地厅 他准备到这个全世界 文明的海豚屠杀地 实地勘察一番 一路无话 日本的出租车司机 如果你不问问题 他们是绝对不会主动和客人说话聊天的 不过 像京城的低歌那么能砍的 全世界估计也不多 或许纽约黑人出租车司机算一个 到地方了 江浩下车 发现这里是一个优美的小渔村 很干净 进村之后 就能看到不少的海豚 鲸鱼雕像 有一种进了游乐园的感觉 江浩甚至还看到了鲸鱼庙宇 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江浩打听了一下子 终于找到了目的地 太帝听鱼市场 鱼市场占地面积很大 走进去之后会发现 到处堆满着各种海鲜 再往里走 江浩就被看到的一目震惊了 海豚尸体 地上堆满了海豚尸体 入眼的就不下百条之多 有整条的 有的已经被肢解 只剩下一个脑袋 它们的肉都被割成一块一块的 海豚肉各个部位也分为三六九等 空气当中弥漫着鱼腥味和雪腥味 市场上的人很多 基本上都是渔民和来采购鲸鱼肉的人 有人看到江浩这个外来者露出警惕神情 一个中年男子主动过来问道 你是来采购鱼肉的吗 在他问话的时候 周围还有几个男人盯着这边 江浩点了一点头 用纯正的日语说道 我来为我们酒店考察一下市场 看一看这边鲸鱼肉的情况 那个人立刻露出笑脸 啊哈 那就看看吧 这是昨天新打上来的海豚 对了 那边还有两条鲸鱼正在肢解 肉很新鲜 你可以去看一看 江浩沿着中年人指的方向往里走 看到一个木质的棚屋 两条硕大的鲸鱼躺在里边 正有人用长长的刀子切割 江浩只一眼就看出来 这两头鲸鱼是小虚鲸 小虚鲸是日本人最喜欢捕捉的一种鲸鱼 因为这种鲸鱼肉最没有臭味 其他的鲸鱼则大多数带着一股骚臭味 屠在现场地上到处都是血水 渔民们用硕大的刀子割下一块块的鲸鱼肉 此时外边围着三四十个人 有男有女 都是来买鲸鱼肉的 这些人一边看着屠在过程 一边高兴讨论着 要买多少鲸鱼肉 价格问题等等等等 江浩也不说话 就是静静地听着 突然从远处传过了嘈杂的声音 江浩转头看去 只见几个黄头发的欧洲人 正在拿着摄像机拍照 而那些渔民表现得非常愤怒 把那些人围在中间 挡在镜头的面前 喂 这里不允许拍摄 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们 竟然有人拿出鱼钩和棒球棍 想要驱赶那些外国人 欧洲人似乎也见识过这个场面 大声地用英语说道 我们有自由拍摄权利的 渔民当中也有懂英语的 大声用英语说道 离开这里 我知道你们是来捣乱的 可你们在屠杀鲸鱼和海豚 这是国际上不被允许的 一个三十多岁的欧洲女人说道 混蛋 这里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在这里捕鱼 已经有千年历史了 为什么要听你们的 国际捕金协会 已经禁止你们捕金了 女人说道 我们才不管那些呢 我们也要生存 日本人高声地喊道 突然 那个一开始问江浩华的中年渔民 一把推在那个摄影师身上 摄影师是个胖子 陛下满是污水湿漉漉的 脚下一滑摔倒在地 摄像机也摔在地上 那个摄影师大声地怒吼着 你们把我的机器摔坏了 我说了 这里不允许拍照 中年的渔民 想要拆下摄影机里边的卡 摄影师哪肯给他 双方争抢起摄影机 旁边的一个年轻渔民 猛地抬脚 踹向那个摄影师胖子一脚 胖子立刻被踹倒 中年的渔民抢到摄影机 拆下卡片之后 用力地折断 你们不能这样 那是我的东西 胖子用力地喊着 可你们拍摄的却是我们 我知道 你们是想毁掉我们的捕鱼业 让我们没有泛制 中年渔民言怒吼着 最后 这群欧洲人被渔民驱赶着 离开了渔市场 看着他们狼狸的样子 江浩摇了摇头 这样是不行的 讲道理 所谓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 这些渔民靠着这些海豚和鲸鱼 能过上好日子 你来和他们说 海豚那么可爱 请不要杀他们 有用吗 有个屁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79集 在这个世界上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动刀动枪的事情 比比皆是 谁会听你唠几句话 就放下手中的秃刀呢 个人如此 国家亦是如此 等那些欧洲人 被驱赶走了之后 渔市场安静下去 渔民们再次 做起自己的生意 江浩想了一想 离开了渔市场 江浩想要到那处 有名的海豚湾去看看 可是发现那里 周围已经被拉起铁丝网了 不允许任何人进去 周围还有巡逻的村民和警察 阻止任何的外来者进入 最后 江浩找了一个偏僻地方 登上了一处小山坡 才能够远远眺望那个海湾 海湾不大 外围被照上几层渔网 不时的还能看到一片水花 都是那些被围困起的海豚 游上来呼吸引起的 江浩看过资料 这些渔民驱赶海豚 到这个海豚湾里 会在这里用渔网 网上一圈 待上一两天时间 等待着水族馆的人过来挑选 水族馆会挑走那些 又漂亮又聪明的海豚 这样的海豚 一只能卖到十万到十五万的美元 至于那些被挑选剩下的 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们会被屠杀卖肉 所以说 长得帅长得漂亮 在什么时候都很重要 江浩想了一下 下山回到了村子 找了一辆出租车 回了和歌市 先是租了一辆车 又来到市场 挑选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和一把砍刀 还有一大一小两把钢钳 现在是初春 海水非常冷 他又买了一套 全封闭式的潜水衣 还有护目镜 呼吸器等全套的潜水设备 手电水下等等工具 把这些全都放在车里备用 一直等到天黑 江浩又开着车 离开了和歌县 一个多小时以后 江浩在一处 比较偏僻的地方停下车 他扛着一个大包裹 开始爬山 山路崎岖难行 他还扛着一包东西 非常的艰辛 走到了半路 前边出现了一道铁栅栏 江浩早有准备 拿出了铁钳子 在铁丝网上开了一个洞 再次走了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来到了海边 海面漆黑 没有任何的光亮 只有湿不湿的海浪声 江浩穿上潜水服 带上装备 估算了一下方位 就一头扎进海里 等到了海里之后 他才敢打开水下手电 就这样一路往前游 游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前边出现了一片网子 江浩知道终于找对地方了 摘下身上的砍刀 一刀就把鱁网砍开 然后顺着鱁网往下割 把整个网破坏掉之后 继续往里边游 前进了几十米 就看到第二道网 江浩知道 渔民为了阻止海豚逃跑 一般会设置三层网 继续破坏 在抵达第三层网时 江浩已经能够听到 哗哗的水声 那是海豚们游泳的声音 水下时不时地 传过嗡嗡嗡的叫声 江浩突然间想到了小米 他们的叫声 和小米的叫声是一样的 江浩快速地游了过去 砍刀狠狠地砍在鱁网绳上 鱁网啪的一下断开 往下狠狠地切割 很快地就把鱁网破坏 江浩奋力地拽着沉重的鱁网 把它拉开 给海豚们打开逃走通道 海豚们似乎发现鱁网破了 快速地往外游 一只只海豚游向外面 有的就擦着江浩的身子游过去 突然 一只海豚在江浩的身边停下了 绕着江浩游了两圈 发出了嗡嗡嗡的叫声 然后还用嘴巴去顶江浩的身子 想要将它往水面上顶 江浩的眼眶突然有些湿润了 他自然知道这只海豚在做什么 他以为江浩是溺水者 本能地来救它 想要把它顶到海面上去 江浩伸手抚摸着这一只海豚 心里说着 人类都对你们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你还想着救我们 海豚弃而不舍 江浩只得随着它被顶到海面上 似乎觉得自己救了一个人 这只海豚很高兴 发出欢快的叫声 江浩摘下呼吸器 抚摸着这一只成年的海豚 轻声地说着 走吧 不要再被抓住了 海豚拍打了几下富奇 尾巴一摆 追着自己的族群游走了 就在这时 江浩的脑海里 传过了一声系统提示音 叮 拯救海豚 五十八只 请再接再厉 救了一个海豚家族 江浩心里也很高兴 没准这里边就有小米的亲戚呢 之前他也看了日本 为洗白自己屠杀海豚所拍摄的纪录片 他们用力地洗白自己 用所谓的日本传统 渔民的生活说事 甚至还说 他们捕捉海豚和鲸鱼 是因为他们吃了太多鱼 影响他们的捕捞业 所以才猎杀他们 Fuck你个游去吧 游回到岸边之后 江浩觉得非常的累 一屁股坐到岸边礁石上 可他却很开心 脱下了潜水的装备 换上自己的衣服 看看氧气 还有大半瓶子 把这些东西用袋子装好之后 藏在了一个山壁的缝隙里 然后又搬了几块石头挡住 只要不是过来仔细翻找的 一般是看不到这一些装备的 下次再用 就不用扛着他们在山里跑了 能够省下不少的麻烦 回去的时候没有装备 江浩轻松了不少 找到了自己的车 一路开回了和鲸县酒店 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 他洗了一个热水澡 赶紧睡觉 这一觉江浩睡得特别香甜 在睁开眼睛之后 已经到了中午了 下楼吃午餐 吃完饭出了餐厅 准备回房间时 他突然看到昨天在太地厅 遇到的那四个拍摄的 但被渔民们殴打的欧洲人 江浩停下脚步 想上前去打一个招呼 有时候认识一两个志同道合的同行 会对自己的事业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就算是没事的时候 也可以交流一下心得 就在江浩刚迈开腿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三个警察和两个穿着便衣的人 走进酒店大堂 看到沙发上的坐着的那几个欧洲人之后 立刻的走了过去 江浩的心里一动 悄悄的走到旁边坐下 警察走到四人面前 打头的那个用英语说道 几位 昨天晚上太地厅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你们所为的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酒店呢 一个中年的欧洲男子说着 那个胖子摄影师 用着有些恼火的语气说道 我的摄像机被那些愚民砸坏了 你们不管 却莫名其妙地来问我们 昨天晚上做了什么 我们怎么知道 昨天晚上太地厅发生什么了 昨天晚上有人隔开了渔网 把前天捕捉围困的海豚全部放了 为首的警察说着 四人一听 脸上立刻的 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一百一百八十几 昨天晚上有人割开渔网 把前天捕捉围困处的海豚全部给放了 为首的警察说着 四人一听 脸上立刻露出惊喜表情 有人犯了海豚 真的吗 天哪 真是个好消息 是谁做的呀 我要感谢他 那个人是个英雄 警官 虽然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做的 可是我就非常高兴 谢谢你们过来告诉我们这个令人愉快的消息 四人当中的唯一女性笑着说着 几个日本人一脸的不悦 随后警察对着几人又是一番盘问 其实他们几人的行踪 日本警方一直在关注 也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他们几个人做的 这次过来只是一个警告 最后一个穿着便衣的男子说道 我是日本外省务工作人员 几位在日本期间 请不要做违反日本法律的事情 还有你们使用的是短期旅游护照 签证官只给你们批准了半个月 请在规定时限出境 不要超时逗留 几个外国人耸耸肩 没有说什么 被警告 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这次来日本 签证都是好不容易办下来的 他们是动物保护组支撑员 日本人对这些人非常警惕 最讨厌这种宣传日本不好的外国人 处处提防着 日本人走了 那几个外国人坐在大厅当中 兴高采烈地聊着天 我们应该再去泰迪厅看看 那边现在一定很热闹 有人放了海豚 那些渔民肯定会气坏了 恐怕我现在过去会有危险 那些渔民会把怒火发泄在我们身上 那个女人说道 嗯 他们会以为我们也参与了释放海豚 说我们是极端动物保护者 我反对暴力 我们是动物保护者 我不想被人把我们当作恐怖分子 江浩原本想着和这些人认识一下 对保护海豚的事情做一番交流 可是听到他们的对话 江浩突然发现 他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既然是这样 那就没什么好交流的了 他站起身 回了自己的房间 渔民抓捕海豚也不是天天有 往往会隔上两天三天 今天肯定是没事了 明天再去看看情况吧 第二天 江浩开着自己的车来到太地厅 发现鱼市场仍旧热闹 还有人聊着前两天发生的事情 那个该死的混蛋 割了我们三条网 放走了一群海豚 最少让我们损失了几十万美元 那个人是从山中的小路进去的 他是捡开了铁丝网的 如果要让我抓住他 我会用鱼钩捅进他大腿 让他好好尝尝滋味 今天下午还会有一批海豚 被围捕过来 这两天一定要看好啊 是的 我们已经调派了人手 海湾和几条小路都有人把守 江浩离开了鱼市场 看来这些渔民提高了警惕 不过他还是会继续救那些海豚的 当天晚上 江浩再次驱车来到太地厅 这次他没有走原先的小路 那里已经有人看守了 他选择了野外丛林过去 已经没有路了 到处都是悬崖石壁 特别难行 江浩艰难地潜行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到达海边 好不容易找到自己 潜藏在石缝当中的潜水装备 江浩穿上衣服下了水 慢慢地又朝着围困海豚的海豚湾走去 游了十几分钟之后 终于再次看到了网 渔民们又换了新网了 江浩的头悄悄地露出水面 就发现海湾里有几道守电光 不时扫过 有人在看守 他悄悄地潜下去 用刀子割开渔网 只留下最上边的缆绳 然后是第二道 最后一道 到了这一步 江浩突然拿出砍刀 猛地把仅剩的渔网缆绳 砍断之后 渔网分开 立刻地引起海湾里边的渔民的注意 快看 海里有人 他破坏了渔网 上船 快 抓他 抓他 快 海岸上的渔民大声地喊着 五六个人赶快地往船的方向跑 岸边就有船 都是一些小船 没有任何的动力 只能够乘坐两三个人 这些船就是他们用来 在海湾里方便抓海豚用的 江浩卖力地拉着渔网 尽可能地把口子弄大一些 好让海豚知道有逃跑的地方 渔网很大 拉起来很慢 第一道拉开之后 江浩赶紧游到第二道网 把缆绳砍开 再次拖拽渔网 此时那些渔民已经上船 叫嚷着往江浩这边划来 别让破坏者 这别让他跑了 抓住他 信不信我直接给你一鱼叉子 你这个混蛋还敢割渔网 江浩奋力地游向第三道渔网 此刻两条船已经赶到了 有人拿着鱼叉子要刺江浩 江浩立刻的一个翻身 他下潜之后身影立刻消失 那些渔民叫骂着搜索着 突然一只手从海里伸出来 一把扒住小渔船的船帮 用力往下一拽 小渔船立刻拘励地摇晃起来 哎哎哎扑通的 有人掉到海里 有人看到了船边的江浩 气得想拿鱼叉叉刺他 可是江浩再次用力地摇晃 他们根本就站立不稳 下一刻 剩下的两个人也相继掉到水里 他们是渔民 游泳技术自然都不错 有人气得游过来想抓住江浩 江浩怎么会怕他 再说他还穿着潜水衣呢 一把抓住那个想要过来抓他的人 把他带入水中 那人立刻就慌了 在海里奋力挣扎 他可不想被淹死 就在这个时候 这些家伙已经开始喝水 手上没有力气 江浩松开了他 其实江浩也想杀了这些家伙 甚至是这里的所有人 可是他知道 如果动手杀人 那性质完全就变了 日本警察一定会有权力侦查的 他恐怕真的是难以逃脱日本了 哎呦 救命 我冲天 快来救我 他们怕了 他们开始大声的呼救 另一个渔船 看到这边发生的情况之后 立刻的滑过来救援 江浩又一个翻身 又潜入水里 没等那条渔船 靠近掉水的三人 突然间也剧烈的摇晃起来 哎 只是叫了几声 这几个渔民也掉到了海里 此时那些海豚 已经感觉到渔网破开 游了逃走的出路了 他们全都到这来 看到有人落水 那些海豚 还游到那几个日本渔民身边 去去去 滚开 日本的渔民 用日语大声咒骂着 有两个人 正在水中弄着渔船 希望把渔船翻过来 江浩也不再管他们 奋力地游了几下 游到渔网那边 拿出了砍刀之后 把最后的一刀 渔网的揽身砍断 奋力地睁开网子 海豚呕呕呕地叫着 有了逃生路线 海豚们全部向着 渔网破口出游 时间不长地 就离开了海湾 系统又一次传过了提示了 一声系统提示音传过 江浩知道完成了这次拯救活动 他也不理会那些 还在海中挣扎的渔民 潜下水向着远处游去 回到岸边之后 换好了自己的衣服 江浩想了一下 在潜水装备包中 塞了一块大石头 直接丢到海里 他知道 这次之后 日本警示厅和这些渔民们 肯定会更加地提高警惕 他不可能再用这种方法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按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81集 江浩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太地厅 回到河戈山市 想了一想 开车来到河戈山 最大的酒吧 在停车场 江浩把车子 灌上牌子 虽然现在日本道路 监控不是很多 可他也不想留下任何线索 这两趟去太地厅 他都摘下车牌了 凌晨一点多 正是酒吧 最热闹的时候 男男女女 听着激烈的音乐 不住地欢脚蹦跳 江浩高大帅气 往吧台一坐 很快地 有几个妹子过来搭讪 江浩最后挑选了一个 很顺眼的 留下一块喝酒聊天 玩得凌晨两点多 江浩有些累了 准备离开了 那个日本妞 非常的想跟着江浩离开 言语当中透露的意思 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但江浩全当成 听不懂听不明白 弄得那个妞 无比的郁闷 说实话 这种货色 他还看不上 送毕业不要 带着一身酒气 和前台妹妹 打了一声招呼 还撩了几句 弄得前台小妹 小脸飞红的 江浩这才回到 自己房间之后 洗澡睡觉 不理外物 而此时 太地厅 却非常的热闹 渔民们报了警 那个差点被淹死的家伙 到现在还心有余悸的 不住的对警察说着 那个家伙 他想要杀我 警察先生 而且你一定要抓住他 按谋杀罪名 逮捕他 对这件事情 警察局也非常的重视 在这一片海域搜索 可什么都没有收获 警察调查了 道路上的监控 发现一辆车 没有车牌的 白色的日产轿轿车 这种车 在日本太多了 根本就无从查找 警师听自然的 也搜集了 所有来合格县 外国人的资料 重点 自然就是那些 动物保护者 也有警察来过酒店 问前台江浩的情况 前台的妹妹自然说 她去喝酒了 警察自然的 也就没有太在意 甚至都没有找江浩 本人询问 第二天 江浩醒来时 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 他打开了电视 发现当地的 和歌式电视台 正好播放着一条新闻 昨天晚上 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穿着潜水衣 在海湾割开了渔网 放走了渔民 辛苦抓捕的海豚 并与看守渔民的 发生了冲突 有一位渔民 差点被对方淹死 和歌式警视厅 对此事非常的重视 正在全力侦破 并在泰地厅地区 加派了警力防卫 可能发生危险 警方未公布嫌疑犯情况 不过猜测 很有可能 对方是那个 可能比较极端的 动物保护者所为的 最后的画面 是去太低厅的路上 多了许多许多警车 车下 还站着几个 全服武装的警察 电视换了其他新闻 江浩无心在听 陷入沉思 靠自己一个人 只能够用 杯水车薪来形容 并且还非常的危险 靠宣传嘛 海豚湾这部 纪录片一出 引起了世界轰动 获得奥斯卡奖 引发大众的关注 可又能怎么样呢 日本还不是一如既往的 捕捉海豚和鲸鱼吗 数量不减反增了 他突然想到 周心炎的那句话 如果你有钱 能买下全世界的海豚 那以后 谁敢抓海豚 你就弄死它 重点 要有钱 有了钱 虽然不可能买下 全世界的海豚 但他可以找人 帮忙拯救 全世界的海豚呢 钱 江浩一下起身 洗澡 穿衣服 拿着自己的包 来到德国大使馆 在柜台上 他要求办理 去德国的签证 为什么去德国 签证官问道 世界杯马上要开始了 我是一个足球迷 准备去德国 切身感受一下 世界杯的激情 现在才三月 距离世界杯 还有两个多月 你这也太早了吧 签证官诧异地问着 先旅游 再看世界杯 将好回答着 一天之后 将好就已经现身 慕尼黑了 慕尼黑坐落在 阿尔卑斯山 北路的 伊萨尔河畔 这里有世界文明的 慕尼黑啤酒节 和拜仁 最重要的是 06年世界杯 就是在 慕尼黑安联球场 举行的开幕赛 将好租了一个小套公寓 买了两台电脑 加装了高速宽带 把书房改成了工作室 准备开始自己的事业 没错 就是赌球事业 在来之前 将好就考虑过 如果在这个世界赚钱 最简单的 自然是买彩票 可是那东西 就算你有准备 又能记住多少呢 他当时能确定的一点就是 电影的时间线 大概在2001年到2009年 可这中间有八年的跨度 除非让他带过来一本 中奖宝典过来 否则他肯定记不住的 不过 他倒是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方法 赌球 赌球在欧洲并不违法 每到世界杯 就是彩民和博彩公司的狂欢日 当然 平时他们也开盘 可江浩的脑容量毕竟有限 不可能连欧洲杯 各国的联赛成绩都能记住啊 他只专攻一门 那就是世界杯 这就好记多了 从2001年到2009年 中间就有两届世界杯 2002年 韩日世界杯 和2006年 德国世界杯 其实江浩的心里 还有一些小小的失望的 如果让他穿越到2002年就好了 肯定比德国世界杯 更容易赚钱 为什么 暴冷啊 只有暴冷赔率才会高 赚的才会更多 2002年世界杯 被称为最黑暗的一届世界杯 韩国人把无耻 演绎到淋漓尽致了 靠着一路黑哨 硬生生杀进四强 讲好就想了 别的不用做 从一开始就买韩国队营 那就能赚个盆满钵满了 德国世界杯相对就平淡了很多 当然 2006德国世界杯也有黑马 那就是独立之后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乌克兰 在核弹头 舍普秦柯的带领之下 一路泛着黑光杀进八强 其实江浩不算是球迷 连伪球迷都算不上 他有限的几次看球经历 也都是被大学社友的 给拉着去看的 而且还看的是电视 从没有到球场去切身感受过足球的魅力 或许也和族内的国球环境有关系吧 电脑设备弄好 江浩开始下载各种的网站的页面 搜集着各大国彩公司的信息 什么利博 威廉西尔 澳门皇冠 澳彩 巴拉巴拉巴拉 能叫上名号的有上百家 而且每到世界杯季 全世界各大赌场也会设立盘口 随便你去哪家大型赌场 都能对世界杯下注 将好盘算了一下自己的资金 现在只剩下3.6万元人民币 这是自己的全部弹药了 好吧 第一件事情 到各家银行多开一些银行卡 为注册账户做准备 然后我要征战世界杯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82集 慕尼黑是德国的第三大城市 第二大金融中心 这里汇聚了全世界 无数家银行网点 这也方便了江浩办理银行卡 香港一直是金融自由度非常高的地方 回归之后亦是如此 所以江浩先在汇丰银行和扎打银行网点开了两张卡 身处德国 德意志银行 需要办理一张 金融自由度比较高的国家 还有新西兰 新加坡 瑞士 卢森堡 只要是慕尼黑有金融网点的 江浩都开了卡 英国赌球业最发达 自然不能少 至于美国 江浩只开了一家 美国运通银行 到最后 江浩数了一数自己的银行卡 竟然开了12档 他身上只有3.6万的人民币 以2006年的汇率 只能兑换3600欧元 每张银行卡里 都存入了300欧元 江浩猛然间发现 自己兜里 现在空空如也 没钱了 翻了翻口袋 仅剩的100多欧元的零钱 可世界杯 还有两个月才会开赛呢 难道这段时间 自己和西北风去吗 什么 你说现在就开始赌球 玩各国联赛 江浩很认真地告诉你 他不是球迷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些国家的球队战绩 而且还是2006年的 他更记不住 如果像普通足球采民那样的 靠着分析赌球 那肯定输个精光 还真没有见过几个靠赌球 发了大财的 败家的倒是不少 对于参加这届世界杯 是因为他专门的备国战绩表 可以说是稳赢不输 才敢下手的 要说光靠自己 那还是省省吧 可这两个月该怎么过呢 哎 大丈夫能居能伸 看来只能去打工了 江浩在租住的房子附近 找了几个 觉得感觉合适地方 问了一问 蛋糕店 奶酪作坊 超市 手饰品商店等等 江浩的面试还算不错 可一问是旅游签证 老板立刻都拒绝了 他们的原话就是 不想惹什么麻烦 江浩很无奈 打分黑工都这么难吗 眼看已经到了晚上 江浩来到一家酒吧 找到老板之后 表示自己想要找一份工作 老板是一个 舔着肚子留着胡子 脑袋还有些秃的老家伙 看了看江浩之后问道 你会做什么呀 服务员我们这可不去啊 我是一名厨师 江浩说着 你是哪国人呢 中国 中国确实是一个 出厨师的好地方 来后厨 做几个菜让我看一看 老头子说着 带着江浩来到后厨 传统的欧洲厨房 厨房里 已经有两个年轻厨师 正在忙碌着 不过 江浩看他们两个 都只在做一个菜 烤香肠 你知道餐馆九点打烊以后 我们会给喝酒的客人 提供一些食物的 材料 你都看见了 你会做什么 老板说着 做中国菜 看来是不可能了 只能做一些 简单的欧洲菜 烤牛排 炸虾 蔬菜沙拉 炒海贝 炭烤生蚝 这几个菜可以吗 简豪问他 老头老有兴趣地 点了一点头 好啊 做出来 让我尝尝口味 江浩也不废话了 站了一个灶台之后 就开始做起来 其他的两个年轻厨师 也看着江浩做菜 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 江浩的动作很快 在做一道菜的同时 还能兼顾另外的一道菜 只用了十几分钟 这五道菜全部做好了 我来尝一尝 老头拿起了一个叉子 开始品尝 尝了尝沙拉 舔了一舔嘴唇 又吃了一口炸虾球 炒海贝 没说什么 炭烤生蚝 一口吃掉一个 最后还把里边的汤汁 喝掉了 最后是牛排 切下了一块鲜嫩的牛排 在嘴里慢慢地咀嚼着 感觉怎么样啊 江浩问道 跟我来 老头说着往外走 出了厨房 来到楼上的一个房间 老头说道 你的证件呢 我看看 江浩知道 又到最后一步了 他掏出护照递给老头 老头看了一看 护照说道 每月 一千二百欧 愿不愿意做呀 一千二欧 这也太少了吧 连最低工资标准 都达不到 江浩 江浩皱着眉头说着 小伙子 你拿的是旅游签证 明白了吗 旅游签证 按照道理来说 是不能够来这打工的 雇佣你 我是要承担责任的 被抓住是要受罚款的 我只是来只看世界杯的 并不是要留在德国 那有什么关系啊 劳工管理处的人 可不听这些的 要不是因为世界杯 旅游人数激增 我也不会雇佣你 考虑一下吧 我想你应该 也去其他地方的温国了 敢雇黑工人的可不多呀 德国老头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江浩想了一下 这家酒馆 距离自己住的地方不算远 走路只需要十几分钟 自己已经租了公寓 住的地方不愁 一千二就一千二吧 总不至于饿死 那我要求提供伙食 江浩说着 我姐 你是厨师 难道你做菜的时候 我还能时刻监督吗 好 就这么说定了 老头笑着说着 一千二欧 连一个服务员都顾不到 却能找到一个大厨 老头觉得自己真是赚大了 工作时间呢 江浩问他 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打烊结束 八个小时 这个时间还能接受 不会耽误江浩的很多事情 那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老头子笑了一笑 从明天开始 你写一份菜单 我叫人准备食材 更新我们的菜单 江浩想了一想 这东西不能做多了 越多越累啊 他就写了十个 都是那种做起来比较简单 又吸引顾客 还适合在酒吧吃的菜 其中就包括着他刚刚做的那几道菜 来 我请你喝一杯 哦 对了 吃的你自己可以去厨房做的吗 说完之后 老板拿着菜单 笑着离开了 江浩来到厨房 一眼就看到那两个厨师 正在吃他刚刚做的菜 两人看到江浩之后都是一愣 随后露出笑脸 嗨 你做的菜可真好吃 谢谢夸奖 江浩回答着 其中的一个厨师问道 和老头谈躲了吗 你会留下来吗 是的 我会留下来的 那真是太好了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以后 由你来统治厨房了 其中的一个说着 江浩一愣 我来统治厨房 你们不怕我抢你们的风头吗 伙计 我们还不是正式厨师 都在学习阶段 前天 主厨突然辞职了 我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菜 都影响客流了 这两天 老头正在为这个主厨的事情发愁呢 江浩听到这儿突然发现 自己被那个老头给坑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83集 这个世界上没有傻瓜 自己也不是绝顶聪明的人 被骗很正常 讲好瞬间就释然了 自己做了一盘菜 端到前面 在一个桌子上坐下 一个服务员过来 从兜里 拿出了一个便签纸 有些疑惑地 看着桌子纸上的食物 问道 先生 要点什么 先后抬头一看 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皮肤白皙润滑 一头暗金色长发 身材千细 那两条腿细长笔直 唯一的不足 可能就是上尾小了一点 不过 人家长得美啊 美女你好 我呢 是新来的厨师 你可以叫我姜 请给我来一杯啤酒 哦 对了 这是老板请的 姜好笑着说道 美女服务员收起了清涯 对着姜好露出了一个微笑 好的 我去给你拿一杯啤酒 不多时 美女端过了一杯啤酒 姜好感谢之后问道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瓦伦蒂娜 库里可 江浩好奇地问道 德国有库里可这个姓氏吗 我是乌克兰人 哦 抱歉啊 江浩露出了歉意表情 没什么 你是哪里人 中国 日本 日本 韩国 瓦伦蒂娜问道 中国 江浩肯定地回答 真是太好了 瓦伦蒂娜的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 江浩非常诧异 什么是真的太好了 什么呀 你来自中国太好了呀 我是学语言的 现在在慕尼黑歌德学院学习德语 我还学了英语和西班牙语 我还准备学一门中文 或许这段时间 我可以向你请教中文 可以吗 瓦伦蒂娜笑着说道 江浩知道 慕尼黑歌德学院 有些类似于中国的孔子学院 主要是为了普及德语和文化 总部就在慕尼黑 好像还和德国外交部有关系 你好 我是乌克兰人 我叫瓦伦蒂娜 瓦伦蒂娜突然用十分蹩脚的中文说了一句 其中的乌克兰和瓦伦蒂娜还是用的外语发音 十个中国人呼骂着有五个能听不太懂的 我想我们可以慢慢来 江浩笑着说道 美女却没有气馁 她笑着说着 终于有机会接触中文了 真是太棒了 我不和你聊了 我去招呼客人 这个时候来了两个客人 瓦伦蒂娜告辞了 赶紧去打招呼 没客人的时候还好 如果来了客人还在这里聊天 估计那个老家伙会骂人的吧 从这天开始呢 江浩就过上简单的日子了 白天睡到自然醒 简单的运动之后 就是研究着足球博彩的事情 为之后的世界杯乐做准备 江浩在各家网站 押注点都注册账号了 这个账号不必提供个人信息 就像你买彩片一样 不需要登记身份证 只需要和自己的银行卡连上 就能够进行投注了 如果押中 奖金自然会打回你的银行卡 只是账户 相好注册了三百多个 还要把自己的十二张银行卡 关联上 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 可他觉得这些都是必要的 分散资金 小心为上 也有人说 菠菜公司很公平 只赚抽水的钱 但更多的人说 菠菜公司操控比赛结果 如果有人压了大柱 菠菜公司可能会想办法去改写比赛 更有甚者 传言如果中了大奖 菠菜公司会让你人间蒸发 好吧 不管这些说法对不对 都不能阻止江浩 要在本次世界杯大干异常的决心 至于后果 赢了之后再去考虑也不迟 当然 他也不是愣头情 全然没有防备 分散账户和银行卡 就是他为了不引起 赌博公司注意做的功课 分散投资 积少成多 如果只抓住一个公司玩命的坑 人家找你拼命 那也不是没可能的 饭馆的工作不算轻松 不过对他来说 问题不大 他做的菜 做的口味绝佳 吸引了不少的食客 这段时间 酒馆里的客人渐渐变多了 当然 那个德国老头他可不承认啊 他说只是因为世界杯 游客多了 所以生意才好了 他可不想给江浩涨工资呢 那个叫做瓦伦蒂娜的乌克兰美女 在休息的时候 也经常的到厨房找江浩说话 自然是过来讨教中文 让两个年轻的厨师羡慕不已的 说江浩一来就泡了酒馆最美的姑娘 但没办法 谁让咱是中国人呢 江浩也了解了瓦伦蒂娜的情况 瓦伦蒂娜是乌克兰留学生 是一个非常聪明又美丽的姑娘 主修德语还会英语和西班牙语 到德国来就是为了加强口语的 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官 想要学习一门外语 环境非常重要 如果想要在这方面有所发展 出国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 至于学习中文 按照瓦伦蒂娜的说法就是 现在的中国发展得很快 距离乌克兰又很近 两国开展了很多方面的合作 相信以后中文会有大用处的 还真是一个有眼光的好姑娘 周末你放假吗 我带你在慕尼黑转转 游览一下慕尼黑 玛利亚广场 宝马世界 英国花园都很不错 而且都不用花钱 瓦伦蒂娜说道 这个妞儿也不富裕 要不然也不会来这里打工 当然 打工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能够多接触人 练习自己的口语发音 留学生是可以打工的 所以瓦伦蒂娜一个服务员竟然挣得比他这个大厨还要多 工资加小费 一个月能够赚到三千多的欧元 足够支付自己的花销并且还有剩余的 美女相邀自然是欣然同意了 好啊 你做我导游吧 江浩笑着说道 周末这天的天气非常的棒 阳光充足 时间已经进入四月 瓦伦蒂娜一头暗金色长发 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下身穿了一条牛仔裤 上身是一件棕色风衣 腰带细紧 显得腰支 郁佳的千细高挑 江浩也不输的 西裤加毛泥大衣组合 身形挺拔 眼神深髓 给人一种成熟大气的感觉 经历的事情多了 自然能够养出气质 两人走在一起 有一种模特出行的视觉冲击感 谁又能想到 这一个是酒馆的服务员 一个是酒馆的后厨呢 两个人畅游慕尼黑 聊着各种话题 从中国经济 到乌克兰经济 最后转到乌克兰政治 还有那位美女总理 罗夫娜 寂寞深刻 很显然 瓦伦丁娜 对那位美女总理 寂寞深刻 很崇拜 寂寞深刻非常了不起 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可惜 尤仙科 以政府工作不力 和缺乏团队精神的理由 解散了寂寞深刻政府 我希望她再次上台 带领乌克兰 复苏经济 瓦伦丁娜 无不惋惜地说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宇 演播 唐醋 奥利奥 杀气 毒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84集 乌克兰经济 江浩还真是看过一眼 从分家之后 经济行事 可谓是一落千丈 各种作死之后 经济更是愈发艰难 他倒是知道 这位美女总理 在明年 也就是2007年 又上台了 可惜当了几年总理 又被送进了监狱了 算了 这些和他 没什么关系 江浩和瓦伦蒂娜的 游览很完美 宏伟的玛利亚广场 科技感十足的 宝马世界 优美的英国花园 两人玩得很开心 吃过晚饭之后 江浩准备送他回学校了 时间还早 不如到你那里看看 瓦伦蒂娜提议道 好啊 江浩欣然同意 两人进屋之后 很自然地就稳在了一块 身上的衣服一件件减少 瓦伦蒂娜身材千玺高挑 皮肤白皙如雪 就是尚尾小了一些 估摸着也就是个B级别的 不过一对小鸽子一手掌握 把玩起来也很有意思 两人在温暖的床上 尽情地释放着 事后 瓦伦蒂娜 陪着被子 靠在江浩的身上问到他 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 等世界杯结束吧 江浩说着 那 做我三个月男朋友 等世界杯结束之后 我也差不多要结束学业 返回乌克兰了 我想在德国 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瓦伦蒂娜说道 江浩拢了一拢他的长发 问道 准备回去 做你的外交官了吗 瓦伦蒂娜和他说过 他的愿望是做一名外交官的 嗯 是的 我希望能像寂寞深刻那样 为国家的未来服务 瓦伦蒂娜说着 嗯 那美丽的外交官 那美丽的外交官阁下 请盘好 我要上来了 随后的日子 两人同进同出 甜甜蜜蜜 让酒馆里的很多人羡慕 爱情 不是 他和瓦伦蒂娜 只能说是相互欣赏 又各有所需 很像他当初参加野外训练营 遇到马沙时的情况 时间匆匆而过 转眼进入六月 距离世界杯 只剩下几天时间 慕尼黑涌入大量的游客 让城市变得喧嚣热闹起来 人们喝酒嬉笑 球迷们有些迫不及待的 希望他们的节日 能快点到来 而就在这一天 将好辞职了 拿到了两个月的工资 两千四百欧元 和秃头老板告辞 这让老板非常的不爽 现在是酒馆最忙的时候 这家伙却辞职了 可是没办法 在来之前 将好就说了 他只是临时工 等世界杯开始了 他就要离开 老板也只能是放人了 将好现在可没有时间 做出事了 他要全力地备战世界杯 其实将好很想亲眼 去看看世界杯的开幕式 但可惜 早在他穿越道志之前 那门票就已经卖干净了 他问了问黄牛价格 太贵了 他现在根本就买不起 叮咚的一声 门铃响了 将好去打开了房门 外面站着 挺挺郁立的瓦伦蒂娜 他手里提着两个袋子 是他们的晚餐 披萨和咖啡 瓦伦蒂娜 江好亲吻了一下 接过女人手中袋子 两人吃着东西 瓦伦蒂娜说道 江 这段时间 我恐怕要很忙碌 而且 可能不在慕尼黑 你有什么事情吗 江好吃着披萨问道 我也从餐馆辞职了 这段时间 我会担任乌克兰足球队的助理翻译 要跟着我们国家的足球队去其他城市 这些日子 我恐怕要见不到你了 我想 我会想你的 瓦伦蒂娜说道 我也是 江 你这些天都在研究足球 你觉得我们国家这次会有好成绩吗 瓦伦蒂娜问道 我想会的 因为他们有你这样的美女助理 江好说着 夜晚 两个人尽情缠绵 越是到分别的时刻 两人越是珍惜 第二天 瓦伦蒂娜离开了江好的公寓 江好也忙起来了 开幕赛 德国对阵哥斯达利加 赛前公布获胜赔率 德国1.05 哥斯达利加 5.5 也就是说 绝大数的人都看好德国 买德国胜利 下周100欧元 才能赚5欧元 这样的赔率还真不够费劲的 江好最大的作弊器 是知道分数 压分数的赔率会陡然暴增的 4比2的比分 德国胜 波胆赔率是54倍 至于什么独冠呢 小组出现呢 每场谁先进一个球啊 哪支队伍 第一个黄牌之类的数据 这玩法多种多样 对这些 江好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坚决不参与 江好开始操作 他动用了八个银行卡 在八个不同的波彩网 下注 每注压200欧 虽然他是一个穿越者 可谁知道 会不会因为 小小的蝴蝶翅膀 煽动而改变什么了呢 万一他全部压上了 那最后的比分 变成三比 德国队仍旧是赢了 可他就会血本乌龟了 留下一些做本钱 还有翻盘的机会 江好计算了一下子 他压了八注 每注200欧 四比二的波胆赔率 是54倍 如果不出错的话 他就能够赢到 八万六千四百欧 这还只是一场比赛 而整个世界杯 有六十四场 2006年6月9日下午 德国世界杯 正式拉开帷幕 江好打开电视 全神贯注地看着比赛 他之前并不关注足球 也没有什么喜不喜欢的 场上的运动员 他一个都不认识 听着里边的解说员 正在热情介绍着 每一个运动员 江好突然觉得 这些家伙也没啥区别啊 比赛开始了 江好渐渐地紧张起来 不是为了赛矿 而是为了他压的钱 难怪有人说 下注之后看球 会更加刺激呢 轰 电视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解说员大声地嘶吼着 拉姆 拉姆 是拉姆 拉姆首开实际录 仅有六分钟时间 就为德国队攻入一球 这也是本届世界杯 第一离进球 德国犯罪 看到这个进球 江好也忍不住地 挥舞了一下拳头 好了 第一例进球有了 比赛继续 江好也被比赛吸引 跟着比赛进城而紧张 跟着进球而欢呼 终于在主裁判 吹响了全场结束哨之后 江好直接跳了起来 大声地欢呼着 耶 赢了 赢了 4比2 我赢了 8万多欧到手啊 下一场是谁呢 是波兰队阵 厄瓜多尔 他记得比分是 0比2 厄瓜多尔获胜 比赛就在 两个小时以后开始 博彩公司回款 一般是24小时 他现在还拿不到钱 只能够用剩下的钱 去赌厄瓜多尔 他看了一下赔率 0比2的赔率 是35倍 他手里还有2400欧 就直接投进去吧 随后江好操作起来 分别在其他的 波兰公司网站下注 他的做法呢 是分散下注 尽量的不引起 庄家的注意 当然 这只是暂时的 如果到了最后的阶段 钱数大多起来 那不可能不引起 庄家注意 不过那个时候 江好也相信自己 有自保之力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85集 6月9日 世界杯开赛 江好一直处于兴奋当中 只今天一天 他就赢了超过20万欧元了 随后的日子 江好就开始疯狂地收割 简短节说吧 5天之后 江好的资产 已经暴增到3000多万了 9天之后 他的账户总额 已经超过了1亿欧元 这还是他小心翼翼操作的结果 其实江好赢的钱 并不是博彩公司的 博彩公司只是一个平台 输赢两边放的都是彩民的钱 这江好赢的钱 都是其他彩民的 博彩公司赚的就是个抽水 但谁知道里边 有没有更深层次东西呢 江好决定搬家 他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事 只是觉得小心为上吧 带了两个笔记本电脑 这里的一切全部销毁 坐上了前往香港的飞机 在机场 给瓦伦蒂娜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 自己有急事需要回国 等以后有时间了会去找他 一天之后 江好已经入住在了香港四季酒店 今天是6月20号 江好记得有一场乌克兰 对沙特阿拉伯的比赛 乌克兰4比0大胜 江好看了一下现在的波胆赔率 4比0的赔率是88倍 江好挑选了一番 在三十几个博彩公司下注 每家只下注五千欧元 如果超过一万欧 可能会引起庄稼注意 现在这个数字不大也不小 即便如此 这一场比赛 江好也赢了一千三百多万欧元 关闭了下注页面 江好在网上开始搜索起来 不多时找到了一个电话 掏出手机打了过去 电话接通 对方用英语说着 你好 这里是 贝尼特尔公司香港分部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我想雇佣一个安保团队 我想请你们的主管过来谈一谈 江好用英语说着 请问您现在的地址是 对方回答得非常简洁 我在香港四季酒店 江好抱上了自己的房间号码 贝尼特尔是以色列 最有名的安全顾问公司 能排进全球前十的 在许多国家开设有办事处 主要业务包括债务回收 与金融管理 知识管理 情报支持 网络安全 并提供军事安全服务和军事计划 近身保卫 军事和民事培训 武器交易等等等等 不要被表面蒙蔽 这些名词有时候是可以反着看的 大概过去了半个小时 江好的房间的门铃响起 江好开门来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国男人 你好江先生 男子微笑地说着 你好 不知道怎么称呼 江好伸出手 男子和江好握了一下 威廉 两人坐下之后 威廉问道 不知道江先生 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服务 第一 是对我个人的安全保卫 威廉点了一点头 没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都是顶尖的 您可以说一下您的情况 我们来制定安保程度和措施 江好摊了一摊手 我不知道要具体如何说 那就含糊一点说了 威廉笑着说道 客人他见得多了 很多都不想说出自己的秘密 不过也没关系 只要能给出一个大致的量化指标就行 在这方面 他们是专家 江好想了一下措辞 比如 我在赌场赢了几个亿的美金 我现在害怕被赌场追查 也害怕被他们找上门来 威廉歪头笑了一笑 哦 您还真是幸运呢 几个亿可不是小数字啊 确实需要加强一下防范 我建议您组成一个安全小组 大概四个人足够了 装备和武器 我们都会公司提供的 他们都是允许携带武器的 足够保护您的安全 每个成员每天的佣金 是一千美元 您觉得如何呢 威廉问道 江好简单的算了一下子 四个人 每个月就是十二万美元 一年不到一百五十万 嗯 没问题 江好回答着 威廉笑了一笑 江先生 或许您有查过我们公司的资料 我们公司还有金融管理业务 如果您想让您那笔钱变得隐蔽的话 我们可以帮您运作 当然 您需要支付一笔手续费的 多少 百分之十五 哦 这个价格可真够贵的 我的那些收入可都是合法的 讲好说的 当然是合法的 如果是非法收入 价格大概会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我们保证 经过账户转换之后 就算是CIA都追查不到 您这笔钱的下落的 威廉自信地说着 那我直接 用这笔钱 来支付你们的报酬 你们怕不怕呀 江好问道 哈哈 我们誓死捍卫自己的金钱 威廉笑着说道 这方面我不着急 我还有第二件事情 您请讲 江好看着威廉 我能相信你吗 当然 为客户保守秘密 是我们的职业准则 就算是保护您的保镖 不管他们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 都不会乱说的 也不会和我们说的 请相信我们贝尼塔尔 是全球最好的安全公司 威廉用非常肯定的语气 说着 江好这才说道 我想雇佣一批人 为我执行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肯定是非法的 地点在日本 江好说着 威廉的眉头皱了一皱 说实话 他们不喜欢 在社会稳定的国家做事 那样很容易地 引起国家的政府的关注的 我是一个极端动物保护者 我想要阻止一些人残杀动物 可是这一定会引起 双方的冲突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派遣雇佣兵 去阻止他们继续实施 那种恶心的行为 江好说着 威廉看向江好的眼神满是不可置信的 动物保护 雇佣安全公司 这家伙是不是有病啊 他不是有病 就是有钱烧的 也对 这家伙刚刚赢了几个亿 确实钱多 你是说杀了那些人吗 威廉问道 不一定要杀人 只要阻止就好了 江好说着 听到这个话 威廉稍稍地送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大规模的杀人 事情应该不会很难办 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 这样的任务 我们还是第一次接到 恐怕需要总部进行评估 江好说着 日本每年都会屠杀几万条海豚 我不希望那些海豚被屠杀 我想要想办法阻止他们 可是但凭借我自己 一人的力量很难完成 所以我想请你们帮忙 威廉点了一点头 我明白了 可是这值得吗 你要知道 你要阻止的 可不是一两个人 这需要付出 极大的人类物力的 也就是说 这需要花费无数金钱的 我准备先投入 一个亿的美元 你觉得如何呀 江好说着 威廉的呼吸一下 变得有些急促了 一亿美元 这可是一笔超级大胆 如果自己做成了 今年的奖金将会无比丰厚的 好的江先生 我会尽快联系总部 对您的要求进行研究 我相信 会给您一个完美的答案的 威廉 信誓旦旦地说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86集 威廉离开 江浩坐在沙发上 点起了一根雪茄 青蓝色的烟雾 慢慢地生腾 如一个妖娆的舞者 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是一个千年不变的真理 在这个世界上 江浩除了一个穿越者的身份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力量有限 想要靠自己发展 达到可以阻止 日本人屠杀海豚地步的 那恐怕会非常困难 时间也会非常的久 因为他面对的 不只是一群渔民 而是一国政府 所以 他选择了用钱 江浩之前 没有接触过安全公司 可也听说过 别看这些家伙 对外打着安全公司的名义 其实呢 就是雇佣兵 雇佣兵为力士徒 他们不分善恶 只讲利益 只为了钱工作 参与战争 暗杀 绑架 渗透 窃取情报 都在他们的业务范围之内 所以说 他们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至于说 雇佣兵可不可信 绝大多数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讲信誉的 只要雇佣兵 只要雇主出了钱 达成协议 他们会维护客户的利益 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名声 雇佣兵 急一看重名誉 因为一旦失去信誉的话 他们将无法生存 但绝不排除 有人出更高的价格 让他们背叛 虽然那种情况非常非常少 所以 刚刚江浩表现的财大气出 甚至是一副 人傻千多的样子 就是要告诉对方 自己有钱 有很多钱 是一个超级大主顾 只要和自己合作好 绝对有大钱赚 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 减少对方的背叛自己可能 博彩公司想要查到他的资料 虽然有些难 可并非不能 所以江浩尽量的不做 激怒博彩公司的事情 他注册了上百家博彩网站 哪怕每家只赢走一千万欧元 他也能够赚取十个亿的欧元了 这些钱足够他用的了 只要不超过底线 博彩公司想来也不会找他拼命的 第二天 威廉再次登门 接江浩去安保公司驻地 铜锣弯曲的一间写字楼 走到了十八层 上面挂着 贝尼特尔国际安全公司 香港分部的牌子 走进去 里边很像是一家普通公司 到处都是穿着西装的文员 江先生 我们去见一见你的保镖 威廉引着江浩来到了一间会议室 里面已经站着四个高大的家伙了 脸上都透露着一股凶汗 看到威廉带着一个亚洲人过来 知道是雇主 这四个人的身子挺得更加的直了 威廉介绍道 他们四个都出自于以色列特种部队 大卫是这支小队的首领 他们曾经保护过好几位富商 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在雇佣期间 他们会竭尽一切的保护你的安全的 江浩问道 如果我想要他们做一些什么 不止保护我的安全 可以做吗 威廉摇了摇头 哦 他们只负责您的安全 至于其他事情 恐怕需要其他人去做了 江浩明白了 随后江浩签了一份雇佣协议 时长是一年 直接刷卡付账 雇佣关系成立 等弄好了这一些 威廉带着江浩来到他的办公室 一名秘书给两人冲了咖啡端上来 出去之后随手把门关上 江先生 您昨天和我说的那件事情 我联系了总部 总部也非常重视 连夜让安全顾问组 研究对策 现在已经有了 大致的方向了 哦 说一说看一看 我们了解到 日本捕捉海豚的情况 每年他们都会杀死 两三万头海豚 涉及到的渔民 有几万人 持续时间半年多 总体来说 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想要真正阻止渔民捕捉海豚 需要政府下达研令 可在日本 这件事情是受政府允许的 使用暴力对待那些渔民的话 不是很现实 必然会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 针对这一情况 最后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就是 以黑制民 我们准备利用日本黑帮 来对付那些渔民 江浩可是做过日本帮派老大的人 自然也知道日本黑帮的情况 他问道 日本黑帮平时很维护和民众的关系 他们愿意出手吗 威廉笑了一笑 看来江先生 对日本的黑帮也有一些了解呀 是的 这不容易 可并非不能办到啊 当利益足够大的时候 我想完全可以打动一些人 这总比杀人抢劫贩毒 要来得容易不是吗 江浩认同这个说法 因为现在他就是这么做的 用利益驱动 来完成自己的计划 完全没问题 我们说一说价格吧 江浩说着 威廉笑了 江先生 这将会是一个庞大的行动 对策专家估算了一下子 大致需要动用上万的黑帮分子 还需要准备大批的渔船 甚至我们可以预料 会有不少的人因此受伤 甚至被抓 这些都需要补偿 所以呢 所以我们的价格估算是 三个月八千万美金 江浩的眉头微微皱着 这个价格可真够高的 威廉说道 这笔钱除了支付黑帮 还要贿赂一些议员 和政府官员 警察 还要雇佣律师 黑帮分子保释金 等等等等 考虑得真够细的 为什么是三个月呢 他们捕捉海豚的时间是半年呢 枪侯问道 我们分析 前三个月 将会是冲突最激烈的三个月 所以我们的估价要高一些 我知道每年日本渔民的补经期是半年 至于后面的三个月 我们也预测不到 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 所以 只有等到那个时候 才好重新开架嘛 江浩陈思里一会儿说道 好 我同意这个价格 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 我要的目的 主要是救助海豚 我希望能够达到一定的数量 如果太少的话 恐怕我们会终止合作的 当然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那有没有可能彻底阻止 日本捕捉海豚呢 江浩又问着 威廉想了一下说道 据对策专家分析 想要彻底阻止渔民捕捉海豚 难度会非常大 恐怕需要极大的外力来推动 又比如国际力量 世界舆论 还有日本国内的压力等等 这相当于改变一个国家的政策 当然 这并非不可能 只是恐怕花费的钱 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会以几十亿美元计算的 几十亿美元吗 江浩点了一点头 心里更加确定了 自己需要多多赚钱的计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门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昨日大雨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离开了贝尼特尔公司时 江浩的身后 已经多了一对保镖 当然 走的时候 江浩也留下了 一千万美元 这是前期定金 双方是商业合作 江浩根本不可能一下 把八千万全部打给对方 他的付款 也是分梯次的 现在是六月份 日本补经济 是从九月 到来年的三四月份 正好这个时间 用来让安全公司 后续安排计划 而江浩也好好赚钱 回到酒店之后 江浩对保镖组长大卫说道 帮我联系一家房屋租赁公司 总住在酒店 也不舒服 我想租一套别墅 您对租房有什么要求啊 大卫问道 要大一点的 舒服一点的 安排好服务人员 至于安全问题的话 你们负责 租期 大概是一年 我明白了 香港租房子很容易 最后江浩选中了 大步半山的 比华丽山别墅 这里房子够大 环境不错 有很多的香港明星住在这里 安保做的也比较到位 价格不便宜 一个月要三万多港币 一年要四十万 不过 这点钱对江浩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的 当天晚上 江浩就搬进别墅 在别墅里 大卫安装了许多报警器 保证江浩的安全 江浩住在楼上 大卫四人住在楼下客房 同时江浩还买了一辆车 方便出行 此时江浩穿着一身舒适的睡衣 坐在沙发里 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比赛 今天是6月21日 瑞典对阵英格兰 这场比赛 分析双方的实力相当 胜负和平局的赔率几乎相当 江浩知道 最后的比分是2比2 可看看波胆赔率 2比2的赔率 竟然只有可怜的8 对 就是只有8倍 算了 做人不能总想着一夜暴富吗 江浩用了二十几个账户 在一些大博彩公司下注 每注下2000欧 就算中了 也不会让这些家伙难受 当然 他也赚的不多 只能够赚40万欧 就当是赚个房租钱吧 几天之后 威廉来访 还带了一个中年男人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贝尼塔尔对策组的组管 高级安全专家顾问 科恩 威廉介绍着 科恩笑着和江浩握了握手 江先生啊 我们制定了一份更加详细的策划案 这次专程过来给您过目 放心 我们一定让您的钱花的是 物有所值的 科恩拿出了一个文件夹 江浩打开仔细看了起来 里面是一份行动计划书 这次就要比之前的威廉的口述的详细多了 江浩指着策划书上的一个名字说道 海豚之家保护组织 有这么一个组组吗 科恩笑着说道 当然 这是一个合法组织 注册地在荷兰 是正式的国际组织 前天刚刚注册成立的 江浩一愣 是你们弄出来的 这是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吧 科恩说着 计划书上 很多内容都是围绕这个 海豚之家保护组织来开展的 阻止渔民捕捉海豚 必须有一个名义 这些行动就推给这个组织了 就算之后发生了什么过激的行为 那也是国际行为 而不是什么雇佣兵行动 专业就是专业 考虑的还真是周到 可以 我认可这个计划 江浩点了一点头 很好 那我们就围绕这个计划展开行动 从现在开始布局 等到九月份 日本渔民开始捕捉海豚开始 我们就会正式启动计划 科恩说着 时间在一天一天过去 这段时间 江浩几乎是租不出户的 整天窝在家里赌球 这倒让他的安保人员 省了很多的麻烦 这钱赚得很轻松 至于江浩 赚钱更是轻松 时间到了7月9号 世界杯临近的尾声 今天是德国对阵葡萄牙 决出三四名 而此时的江浩所有账户的资金总和 已经超过了八亿欧元 这已经是他极力克制的结果了 最后的两把江浩开启所有窗口 在一百多个菠菜公司的名下分别下注 每注只下九千欧 三比一的波胆赔率是二十三 这把赢了 江浩就能够进账两千五百万欧元 看着电视里的比赛 江浩发现自己已经有些喜欢足球了 看来还是需要投入才会爱上一项事物 接触和环境很重要 在这次世界杯上 江浩看到了很多后世已经退役的明星 比如罗纳尔多 贝克汉姆 齐达内 菲格 卡罗斯 巴勒克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足坛的传奇人物 除此之外 还有后世以利足坛的梅西和C罗 此时的他们还是新兴 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小将 第二天是世界杯大决赛 意大利对阵法国 对这场比赛 很多人认为 法国的胜面更大些 可最后结果却一比一占平 托到了点球大战 最后以六比四 意大利获胜 最后这场比赛 六比四的比分 让波胆赔率达到了惊人的一百零八倍 江浩很想放肆一把 可最后还是忍住了 每家博彩公司只压了一万欧 最后收益 一个亿 随着欢呼和彩带落下 本届世界杯落幕了 江浩也完成了自己疯狂割韭菜之旅 获利达九点三亿欧元 当然 这些钱不可能全部落到江浩手中 他还需要交税 赌博也需要交税的 最后落到他手里的只有六点八亿欧元 你不想交都不行 博彩公司自动给你扣 江浩只想说 没有比税务局抢劫抢得更狠的了 这些钱对江浩来说是合法所得的 他可以在全世界随便花 所以用这些钱支付安保公司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段时间 由于江浩的账户里资金激增 自然的也引起了各大银行的高度关注 不过 赌博迎来的钱是合法的 只能说人家的运气好 不高兴的就是博彩公司了 银行自然愿意看到自己的账户增加现金 银行登记有江浩的电话 这段时间他电话不断响起 都是那些银行打过来的 很多银行都已经把他级别提升到贵宾级 客户经理不断地鼓动江浩投资金融产品 对于那些投资江浩没有兴趣 他赚这笔钱的目的就是为了花 为了拯救海豚 又不是在这儿住上几十年 再说了 马上就要爆发次贷危机了 到时候会引起大规模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金融投资是最不保险的 如果想投资的话 还不如回国投资房地产呢 现在是06年 在北上广深 买上几十栋楼 放上十年 那绝对可以获得超过百分之三四百的 还有什么投资 比这个更赚钱更省心的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儿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闻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昨日大雨 演播糖醋奥利奥 杀气毒武 后期制作暗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世界杯结束 躁动过去 整个世界好像一下恢复正常状态 想好每天就是起床跑跑步 在小区健身房锻炼一下身体 倒是看到几个 在别墅区住着的香港明星 这段时间 江浩又找过了威廉 委托他们调查 是否有人要对付自己 主要就是那一些博彩公司 贝尼特尔欣然接受了 经过了半个月的调查 最后的结论是 他很安全 没人想要对付他 为此江浩又花了五十万的美元 不过江浩觉得物有所值 此时已经进入九月了 江浩打电话联系了瓦伦蒂娜 嘿 瓦伦蒂娜 真的很想念你 你还在慕尼黑吗 现在 接到江浩的电话的瓦伦蒂娜 非常的高兴 亲爱的浩 我已经回乌克兰了 我现在在基辅 准备参加下个月的外交部考试 真的恭喜你啊 就要完成自己的心愿了 很想去看看你 江浩说着 如果你方便的话 我也很希望你来乌克兰看看 这里风景很美 作为东道主 我会热情招待你的 瓦伦蒂娜说的 有多热情啊 非常非常热情 那好 我想过上一两天的话 你就会看到我了 放下电话 江浩就让大卫去准备护照和机票 准备好后 江浩带着两个保镖杀网乌克兰 在机场见到江浩走出来 瓦伦蒂娜热情地给了她一个拥抱 我还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你了 当时你突然离开德国 我还伤心了两天 瓦伦蒂娜说的 现在世界如此小 只要想见面 我们随时都能见 两人推着行李往外走 身后还跟着两个保镖 瓦伦蒂娜发觉 后边跟随的两个欧洲大汉之后 就小声地问道 哎 他们为什么跟着我们呀 他们是我的保镖 江浩笑着说道 瓦伦蒂娜非常的惊讶 保镖这个词虽然很熟悉 可是距离普通人还是有些远 只有那些有钱人和大政客 才会有保镖的 你是有钱人吗 那为什么在慕尼还要在餐馆打工啊 瓦伦蒂娜诧异地问道 哈 体验生活嘛 江浩只能耸耸肩 瓦伦蒂娜的脸上带着一丝愁容 可是我租住的房子很小 恐怕招待不了这么多人 那就让他们住酒店好了 江浩说道 他们来到瓦伦蒂娜住的地方 这里不是他的家 他的家在南部农村 房子是租住的一栋 二层小楼的一个房间 有些类似于青年公寓 只有厨房和卫生间和一间卧室 到处显得老旧 江浩猜测极有可能是 前苏联时期留下的 江浩对大卫说道 你们在附近找一家旅馆住吧 在这里应该很安全 两人也觉得这里很安全 可大卫还是本着对雇主负责态度 在楼下租了一间公寓 等到大卫离开 瓦伦蒂娜一把地抱住江浩 嘴里说着 我非常思念你 我也是 江浩看看房间内的环境之后又说着 怎么不住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呢 女人说道 现在乌克兰的经济低迷 我父母没有工作 就算我参加工作 一个月也只能领取两百多欧元的工资 而基辅的物价又很高 租好一点的房子 恐怕就要花去我所有的工资 这就是现状 那为什么回来呢 留在德国不是挺好的吗 江浩说着 我爱我的国家 瓦伦蒂娜说道 两人的嘴吻在一起 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消失 两人滚倒在小床上 瓦伦蒂娜的床 是一个老式单人弹簧床 两人在疯狂的摇晃之下 那个床发出嘎吱嘎吱的叫声 似乎在告诉两人 快要把她的老骨头摇散了 第二天 瓦伦蒂娜准备带江浩游览基辅 江浩叫来达卫 敲乃了几句 达卫就转身离开了 乌克兰给江浩的感觉 是街道干净 绿化非常好 尤其是天空 湛蓝湛蓝的 有许多教堂 哦对了 这里的美女 真的是很多 不过也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 大多数建筑物老旧 街道上的行人不多 路上的汽车 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 有时候还能看到不少的烂尾楼 瓦伦蒂娜挽着江浩的手臂 轻轻地说道 现在 乌克兰问题很多 政府腐败 经济政策不稳定 很多人无所适从 普通公务员的收入 也只够吃饭 看到这些 是不是有些失望啊 江浩拍拍瓦伦蒂娜的手 安慰他 会好转的 当然 这真的只是安慰 一直到江浩所处的现实世界中 乌克兰也没有缓过来 下午 大卫找到了江浩 开来了一辆新车 沃尔沃SUV 众人上车之后 大卫说道 江先生 您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好了 带我们去看一看吧 江浩说着 瓦伦蒂娜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自然就没有插嘴 时间不长 他们在一片别墅驱停下 江浩牵着瓦伦蒂娜的手下车 走到了一间别墅前 大卫打开别墅的门 四人走了进去 别墅是一间装修好的 客厅里放着高档的皮纸沙发 加剧齐全的 大卫说道 一共三十四万美元 说着 把一串钥匙交给了江浩 瓦伦蒂娜 有些诧异地看向江浩 这是你买的 对啊 江浩说着 难道你准备在基辅常住吗 瓦伦蒂娜好奇地问道 江浩抓过瓦伦蒂娜的手 把那串钥匙放在她手上 轻轻地说道 这是送给你的 瓦伦蒂娜惊讶地捂住嘴巴了 天哪 送给我 几十万美元 对 包括刚刚咱们坐那辆车 也是送给你的 强好继续说着 为什么 送我这么大的礼物 瓦伦蒂娜惊讶地问道 你现在还是我女朋友对吗 我不希望你住在那么狭小的地方 放心 这些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的 基辅是乌克兰的首都 房价算是乌克兰最贵的 而且这里还是别墅区 环境和治安都是最好的 可也不过是一千二百美元一平米 这套别墅三百多平米 还还价 总共花了三十四万 这点钱对江浩来说 根本算不得什么的 这 这是真的吗 瓦伦蒂娜还是有些不敢置信 当然 瓦伦蒂娜惊喜地一把抱住江浩 也不理两个保镖还在这 直接吻上去 送上了自己的丁香小舌 两酒春分 江浩笑着说道 美丽的瓦伦蒂娜小姐 现在带着我看看你的领地吧 瓦伦蒂娜拉着江浩的手 开始在别墅转起来 看到超大的厨房 他会尖叫 看到超大的浴盆 他也尖叫 看到宽大的卧室 和那舒服的大床 瓦伦蒂娜一下地扑了上去 在床上打了好几个滚 瓦伦蒂娜一下跳了起来说道 趁着现在还有时间 我要去买条新床单 还有把我家里的东西都搬过来 今天晚上我就在这里住 江浩点了一点头 很认真地说着 对你那张总是吱吱嘎嘎嘎地叫的床 我也是受过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爽文 影视世界旅行家 作者 作者昨日大宇 演播 糖醋奥利奥 杀奥利奥武 后期制作 按指听栏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夜风吹动窗沙 天上挂着一道弯月 远处的路灯 散发着昏黄的灯光 房间内的床头灯亮着 床上的两人的呼吸 还没有平复 身体仍旧是交缠在一块的 好 你是想要包养我吗 女人靠在男人胸口上说着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男人捋了捋 女人湿漉漉头发 露出了光洁白皙的面庞 这套别墅和那辆车 我需要工作一百年 才能赚到 万伦迪娜说的 我说了 那是送给你的 好了 你不觉得身体上的液体 很难受吗 我们一块去洗一个澡吧 江浩在乌克兰待了半个月的时间 眼看要进入九月了 威廉打过电话 告诉江浩说 计划进展很顺利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等到补清季节开始 就全面发动 江浩知道是时候要离开了 瓦伦迪娜在机场送别江浩 江浩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这里边有二十万欧元 我在机府银行是给你存的 在机府生活不容易 希望这点钱能对你有用 瓦伦迪娜慢慢接过银行卡 突然笑了说道 好 你是不是真的要包养我呀 江浩耸耸肩 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如果你喜欢的话 瓦伦迪娜点了一点头 看着江浩的眼睛说着 那就这么说定了 从现在开始 我被你包养了 记得有时间来乌克兰 看看你的小情人瓦伦迪娜 女人说完 扑入江浩的怀里 江浩带着大卫两人回到香港 威廉见他过来 江先生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已经在 加大国际的舆论宣传了 对日本补金活动进行抨击 同时让某些议员 和知名的艺人发声 谴责补金活动的 吹风吗 不错 江浩说着 日本黑帮那边 我们联系了几个帮派 到时候 他们会按照我们的指示行动的 到时候 我们也会派人 以海豚之家保护组织的名义 开展海豚保护行动 双方配合 对了 您是否准备参与行动啊 当然 江浩肯定地回答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不亲身参加呢 他可是花了大价钱的 那好的 我会让人给您注册 海豚之家保护组织的会员身份 这几天就安排您进入日本 还有一件事情 江先生 第二笔钱到时间了 威廉送上了一个灿烂的微笑 这家伙 恐怕今天来的最大目的 就是为了要钱吧 江浩也不含糊 按照规定 又给对方打过去 两千万 我希望看到我想要的成果 放心吧 绝对没问题的 后天我就来接您去日本 威廉笑着说道 两天之后 威廉和江浩 还有他的四名保镖 一块乘坐飞机来到了日本 出了机场 有中巴车接他们 一路向和歌县驶去 到了和歌县 众人在一家酒店住下 在吃晚餐时 威廉笑着说道 江先生 明天带你去太地厅 看一场好戏 什么好戏 明天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 威廉带着江浩等人 出发前往太地厅 江浩对这条路还算熟悉 毕竟之前 他已经跑过好几趟 可是他们的车刚进村 就看到了令他惊讶的一幕 只见路边站着很多人 手里举着标语 标语上写道 关爱动物 请不要再屠杀聪明的海豚了 不要杀小海豚 他们那么可爱 海豚肉有重金属 你们在残害国民 放下屠刀 为了爱 江浩的嘴角抽了一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举着标语的家伙们 他们个个满身纹身 满面凶狠 但却一个个举着爱护动物的标语 这种反差 太有违和感了 在旁边 还有几十个警察守护的 江浩指了一指外面 这些都是你们请来的 对 日本本地的黑帮分子 威廉说着 他们的车队往前走的时候 还有人递过了一张宣传单 江浩让车停下 接过了一张 看起来 上面是反对屠杀海豚的标语 有可爱的海豚照片 微笑的样子很萌 也有屠杀海豚的照片 雪淋漓的海豚尸体 孤单的海豚脑袋 两张照片放在一块 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不远处 有摄影师正在拍摄 一个记者举着话筒 正在采访着一个 好像是黑帮老大的家伙 强好距他们不远 双方的对话 自然听得是清清楚楚的 记者问道 请问 你们为何举行这样的抗议活动呢 老大说着 虽然我们是暴力团 可是我们同样有一颗 爱护动物的心 爱护动物 人人有责 江浩撇了撇嘴 记者问道 那能说一说具体原因吗 老大压低声音说着 他用十分深情的语气 小的时候 我曾经被海豚救过 如果没有这些可爱的动物 如今恐怕我不能站在这里 我还记得那年我八岁 有一次随父母去奶奶家 我奶奶住在海边 我下海游泳 可是救生圈忽然滑走了 我不住的扑腾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小 根本不会游泳 我慢慢沉入海底 海水是那么冰冷 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永远离开爱我的爸爸妈妈和奶奶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把我顶到海面 我重新地呼吸到了空气 我才知道是海豚救了我 我奋力地抓住了救生圈 我才得以活命力 是海豚救了我 我一辈子铭记海豚的救命之恩 说到这儿 这位一身花花绿绿纹身的壮汉 竟然捂住眼睛 呜咽起来 江浩有种反胃的冲动 这演技也太浮夸了吧 车队继续前行了大概两百米 江浩又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 前边有一个小广场空地 只见十几个女人 全身赤裸地站在那 不着寸驴 手中还举着一个个牌子 上面是一幅幅海豚流血的照片 在他们的身后 是十几只冲气海豚玩具 在这些玩具上边 被泼满了红色油漆 非常的醒目 女人们还大声地喊着口号 维护生态和谐 严禁捕杀海豚 爱护生命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请放过这些可爱又聪明的美丽生物吧 海豚无罪 而在女人们周围 围拢着大批的记者 一个个举着照相机 对着女人们猛拍 看来 那个黑帮老大明显处于下方了呀 他那边只有一个记者 而这边却有十几个 人们还是喜欢女人多一些 尤其是她们光溜溜的时候 不过 以江浩的眼力 一眼就看出了这些女人 她们应该是一群 社会工作者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为您播放到这了 真挚地感谢您 在收听时的每一份免费的 点赞 订阅 评论 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